在下鱼帝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91集 澹台平静望着高空中那第七道天雷 这本是徐霄幼子的本命天节龙象节最后一道关买 但因为北蒙真龙的搅局诞生了极为罕见的雷上雷 且不说那完全无法预估的第八雷 气开地震 声动天发师父 你以前总自嘲启人忧天 现在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澹台平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略带调侃意味的温纯丧音 这可不像你呀 你怎么来了 澹台平静没有转头 那名不休蝙蝠的中年男子来到澹台平静身边 粗布麻衣破旧靴子满脸狐诈 一看就是个媒婆娘帮忙食得琐碎的单身汉子 相貌平平 无久更无见 正是邓太阿 哼 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能不来吗 王老怪具体是怎么输的 我想不出 但为何输 我能猜到一些 当时姓徐的小子虽说出窍神游 运养神异 之前又有了高树路的天人体魄 看上去跟我和拓跋菩萨曹长青这几人都不落下风 但如果说跟王先知叫板死战 资格嘛 是有 但至于生死胜负 怎么都不该是王老怪战死 所以我猜 王老怪在最后关头 跟高树路犯了相同的毛病 弃术而问道 想要在道之遗子上 压倒徐凤年 嗯 我猜多半是如此 就像我将来侥幸跻身天人境界后 若说再以剑术杀人 哪怕杀了人 终归会觉得胜之不武 每任天下第一人都该有自负吗 自负 大错特错 应该说是没有这股子与世为敌我无敌的义气 就断然成为不了天人 坦台平静 陷入沉默 李纯刚借剑给我后 心有明悟 明白了自己的局限 非邓某目中无人 邓某的剑 确实将剑气修至极微 剑速修至极快 我邓太阿恶炼剑 将数字修到了激进道 却仍然未曾达到的瓶颈 但我的剑道够小不够大 故而遇见出海不知几万里 澹台前辈你久居孤悬海外的岛屿 应该经常观海 就会理解那种红日土侠 吞河数月的壮阔意境 邓宝一路远行 兴之所至 一箭接一箭 平消斩断数百座岛屿 也曾追随着大海潮随波逐流 最终无间有 说到这里 邓太阿不再言语 而是望向远处高空 不管有几道天雷压顶都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最后一道天雷的威势必然是之前数雷的总和 行百里者半九十吗 你不帮忙 邓太阿瞥了眼那条黄金眼眸的悬空真龙 这有什么好帮忙的 我会请曹长青一起对付王先知 曹长青会请求徐凤年联手刺杀黎阳天子 徐凤年会喊帮手去宰掉慕容女帝 啊 也对 如果可以 这小子多半会的 无素怎么有这么个无赖儿子 他也是徐霄的儿子 是啊 不过三人都执拗 都一根筋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仅一家门啊 不这样 你邓太阿 会传授给徐凤年飞剑 说得也是 自你误剑以后 谁是你的最终对手 这 容我想一想 大概是超凡入圣后的陈之报吧 这个年轻人 太能忍了 果然是他 那入属辅佐 陈之报的谢观应 城府可怕 躲藏得比黎阳帝师原本西还要更深 差不多有二十年时光不遗余力的布局才选中了陈之报 就是为了能够让摇摇欲坠的士族豪法重新崛起 因为陈之报一旦下定决心争夺天下 必然需要那些百族之虫死而不将的高门华族来鼎力相助 日后江山大统 谢观应身后的那些势力 必然人人皆是从容之臣 其实可以说 谢观应的敌人 是先后三人 毁掉门第根基的徐霄 和位子推波助澜的黄龙氏 再就是 为寒门打开门缝的张巨鹿 如今一个死了 两个也都快要死了 谢观应的胜算很大 来了 他和澹台平静几乎同时往后倒略 那条北莽真龙也摇尾晃须转身离去 深紫色的天空中震荡出一圈肉眼可及的剧烈涟漪 然后迅猛扩展出去 大地与之共鸣而颤动 大雪黄沙共分滚 一道紫雷光柱缓缓渗透出涟漪阵阵的湖面 如同一根砸入水中的石柱 徐凤年以气迂回那柄北凉刀 不是当初曾经一刀洞穿同仁师祖的最强左手刀 而是破天荒的双手握刀 抬起头望向那第七道天雷 哼 扛天雷技术火可惜老黄和杨皮球老头都不在了不然这两个老头肯定一个笑得合不拢嘴一个故意掏耳朵斜眼撇嘴 一道紫雷下一摩白光上红大紫雷被纤细白光一批为二化作两条紫雷洪流分别流泄在大地之上 白光越来越巴高而上紫雷不断汹涌垂下 势头好似没有止境内摩璀璨如彗星的白光攀高的速度越来越慢开始呈现出凝质不前的皮态 虽然距离那湖面不过十几丈 但为师是再难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一只倒略出去好几里的坛台平静 深情悲凉 人力有时而穷只能尽人时而待天命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白光彻底停滞后但那紫雷不停 白光被一仗一仗往下压回地面 哈哈哈哈 是谁说过皮肤汗大树可竟不自量 当白光坠地 只听大地之上传来一声沉满低后声 徐凤年右手握刀不变 左手沿着那柄两刀几倍向外划去 然后无辜丰刃 无知紧握刀剑 他脚下紫雷如洪水泛滥 徐凤年双臂战裂的血肉模糊 不松手 不气到紫雷清醒了整整一炷香 澹台平静几乎不忍去看了 他这是在死扛啊 第七道天雷之后还有第八雷啊 徐凤年已是气壳流血 视线早已模糊 但是恍恍惚惚之间 好像看到了两刀的刀尖之上 开出了一朵紫金莲花 很小 但摇曳盛姿 原本紫色洪水流淌的大地一朵两朵三朵一朵朵莲花怒放 如同莲池 而天上那道源源不断的紫雷 终于彻底终于彻底迎来了尾声 偷偷偷疯狂地集取着子类身躯已有长达百丈的规模了 徐凤年站在洪流之中 只能垂臂用北梁刀抵住地面来支撑摇晃的身形 北莲真龙在远处高空竟是扯动嘴角发出了一声如同痴笑的声响 但是他很快就猛然正大黄金眼眸露出了一副疑惑和惊惧的眼神 那个渺小的蝼蚁升入高空与他在同等高度上摇摇对峙 这一刻不仅是坦台平静一脸的匪夷所思 就连邓太阿都瞪大眼镜 那座帘池中翻滚摇动出现了一条通体雪白的两海杖巨蟒 徐凤年就站在巨蟒头顶龙蟒对视 两头庞然大雾的头顶紫雷滚滚 坦台平静闭上了眼睛 最后的选择竟然不是去扛下第八道天雷 而是斩龙 巨蟒向那条真龙迅猛撞去 北莽真龙汲取紫雷不停 但是当龙蟒相聚不足十丈的时候 吞雷生长的真龙才生长到一百五十丈 真龙抬起头须 天芒张须下 朝那高出一头的大芒嘶吼咆哮 白色巨蟒根本不理睬他的示威 张嘴扑下一口咬住真龙的脖子 徐凤年双手握住刀柄高高跃起 一刀刺下将刀刺入那真龙头颅 死死咬住真龙脖子的巨蟒狠狠地往下一扯 一人一龙一莽一同坠落 重重坠定 徐凤年双手往下一按 两刀刀锋全部定入了真龙头颅 只余下刀柄 龙莽相互撕咬 缠斗天翻地覆 当一切尘埃落定 北莽真龙头颅 背斩滚落一旁 白莽也是奄奄一息 徐凤年夜下驾到满脸鲜血 不知是哭是笑 颤颤巍巍伸手放在倒地白莽的脑袋上 与此同时 第八道天雷在天地之间倾斜挂落 乍向那一人一莽 而一路狂奔而返的咬剑少年悍然绝绝的撞向的天雷 随着那道紫雷如一条长虹贯穿天地风雪为之牵引倾斜着大肆飘零 邓太鹅的左肩很快就铺满鸡血 右肩就要浅淡许多 邓太鹅伸手拍了拍尖头 那条真龙如此不济世 世人都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命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邓某不知蛟龙的厉害 但敢确定任何一位陆地神仙 经此打击也许会遭受重伤 但绝对不会死 那条吞噬无数人间气韵孕育而生的真龙 既然能折腾出这么大动静 应该不至于这般不堪才对 这其中可有古怪 澹台平静 望着远方匍匐于地的一龙一蟒 神情复杂 缩在白色大秀中的五指悄悄颤抖 嗯 龙可惧可危 能幽能明 受伤轻重 只需看他体魄大小的变化 遇事重伤 体型愈发缩小 至于死亡与否 那就得看他是否临终吐出精华凝聚的龙珠 潜伏在渊 等待下一次转生 否则就算被砍下头颅 仍有游名转忧的机会 现在北蟒真龙即便头颅被斩 可龙珠未吐 邓太阿拍拂不尽肩头落雪 干脆抬起手轻轻一挥 那漫天飞雪竟是如撞一座火炉 在他树杖外高空悉数消融了 若是平时 邓太阿必然不会做出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 邓太阿阻挡下惹人心烦的飘雪后 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异样 什么名忧啊 邓矛是个粗人啊 围棋亦有九品境界 用在蛟龙身上颇有相思之处 最后四镜游低到高分别是具体 通幽 作诏和入神 先前真龙被我宗重器 月景天境蕴含的天道束缚 由入神暂时跌落具体境 即便被他以积水之势 窃取了一道半的天劫子雷 也只攀升到作诏境界 恰如其堂国手 浊然高左与人对异 这才有了那一场龙莽对质 白莽因有徐凤年相主得以占据上风 否则寻常的莽龙之争 哪怕是一尾大疆之主的千丈巨蟒 对上一条才得具体的十丈又除真龙 同样胜算不大 百族之虫尚且死而不疆 何况是一条契合天道的真龙 大师越说越晦涩了 好在勉强听明白里头的玄机了 澹台宗主的言下之意是说 那条真龙还有一战之力 真龙奸华那小子也不差 借雷池开出紫金莲花 现在两败俱伤 谁都没有外力可以平静 除了大眼瞪小眼还能做什么 澹台平静 不作声 双手十指探出绣口边缘将绣眼钻紧在手心 一切就看徐龙相能否扛下最后一道天雷了 扛不下就徐凤年顶上 那北蒙真龙注定会崭露头角 抓住机会落井下石 况且北蒙练气势也不是吃素的 除了送出真龙 不会没有埋伏着后手 难道邓太阿你就一直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 嘿 这个说法挺应急 天杰要如何 徐家兄弟要如何 甚至那条真龙和北蒙练气势要如何 邓某都不管 对阵双方比拼道行 恶安天命罢了 可如果有人想要坐收渔翁之力 那可就要问过我邓太阿答应不答应了 此话怎讲 龙芒两败俱伤 已独有福气静收囊中 那可是好大一笔功德 搁在沙场上 这等军功应该不亚于武将的灭国之功了吧 谭太宗主 谭太宗主 试问换成是你们炼气势 跟老天爷要功讨要个鸡犬升天的恩赐 行不行啊 谭太平静 脸色微变 邓太阿双手还胸 望向高高在上的云端 哼 邓太阿以往一心只求见到登高望远 但是现在开始实在是烦透了这些居高灵下的高薪斗角 生生世世 斩不断理还乱 拖泥带水 人人被当作牵线傀儡 哼 吴家剑种葬剑十数万 邓太阿出一剑不去 至今尚未有过一把佩剑 坍台平静 全无退缩 破天荒与人争锋相对 怎么 威胁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配 坍台平静 胸脯起伏不定 显然怒气不小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紫金莲花绽放的雷池 渐渐枯萎了 破格晋升 坐照境界的雪白巨蟒没了支撑 气息涣散 濒临死地 跟徐凤年对视一眼后便缓缓闭上了眼眸 夜下夹刀而立的徐凤年背靠着巨蟒脑袋盯住身前那颗等人高的真龙头颅 还装死 有点真龙该有的气象好不好 那颗龙头原本呈现死记气息的黄金眼眸依旧没有生气 但听到徐凤年的话语后两根龙须幽游晃动 徐凤年 终于懒得藏得藏桌示弱 视线稍稍往上偏移 看着并无一物的空中一语倒破了天际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在等北莽西京练骑士以百余条性命作为代价帮你点睛再生吧 真龙双眼毫无生气 但两根龙须如风中双连 曼妙摇曳 带动空中浮现一阵阵玄妙 文理你我谁生谁死也就那么回事 反正都有那么一位恋去是可以欲磅相争渔翁得利 不等你入神 他就可以拿出月景天境将你降伏镇压 你甘心吗 龙须摇动 连一起而声响动 借天地之口 壮眼出声 蚪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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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凤年闻声后心脏如雷重骨 胸口衣衫顿时被扯出裂缝 但是神情依然 蚂蚁圆怀夸大国 皮肤焊束谈何意 这个道理我当然听过 你这些应运而生的真龙也好 头顶那群九居高位最喜好讲规矩的天人也罢 看待世间都是如同在看井底之蛙 世人的生死福祸皆是操之于你们手中的鱼竿 在以长生二字的鱼耳幼稚 美其名曰天理循环法网会说到这里还擦着脸的徐凤年没有完全放下手臂把那把出窍凉斗席挂在夜下从刀尖滑落一滴具体竞真龙的鲜血挑动眉头撇向天空嘴角扯动 我打架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你我心智肚明你在当我也得慢慢恢复 跟王先知死战后高书路赠予我的天人体魄快去大半奇迹外泄不止但是没有去修复体魄而是前往武当山采取秘书一心致力于完善体内的那座池塘不惜在武道上瘸着走路 徐凤年歪过头狠狠狠吐出一口鲜血 真是痛啊 历经了好几次也没能习惯 当年端不耳回回的那只雷毛 比起来跟脑痒痒差不多 说话间那口即将落地的鲜血竟是化作一尾形丝赤色 鸠蛇的灵物窜回徐凤年身上渗入肌肤转瞬即逝 只见徐凤年袒露的肌肤处处可见红丝扶摇如蛇吐信 恢复了一些凄厉的徐凤年将沾满真龙血液的北凉斗握紧地处摸在雪白巨蟒的额头之上 两缕龙虚剧烈晃动好似在震怒 徐凤年长呼出一口气 王门儿再撑一下 一抹璀璨白光始于西京从北莽飞速冲入流咒 细看之下其实是两条流滑交缠扭曲在一起如双龙竹珠 徐凤年竭力挺直腰杆露出郑重骑士的罕见神色 左手握刀右手张开提起两刀再手心重重划过死死钻进拳头 此时面对龙头的徐凤年身后 要见前冲的少年硬生生跟那道紫雷对撞 对撞之下 销售少年当场被冲击的双脚落地身体后仰 原先笔直一线的紫雷轨迹微微偏移出现了一丝转折 少年被那势不可挡的紫雷撞入地面双脚膝盖已经深陷地面 紫雷前端被少年咬在嘴中的钉风波割出了一条缝隙 但仍然不足以破开紫雷 徐龙巷的整张脸庞都嵌入紫色雷光中 一道身影突然浮现在少年身边 依稀可见是一位身披皇子道袍的老者要住常见的黄蛮尔尖难扭头任由紫雷撞在脖子上 年迈道是双目剪臂面朝少年一老一少久别重逢老人咧嘴一笑 先前徐凤年刀尖开出的那一朵紫金莲花便是这位老人以本命紫金莲花彻底凋零所换来的悲壮结构 老道士的身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烟消云散 少年的脸庞被紫光笼罩 嘴唇微动却发不出半点声响更看不清少年是否流泪下半身已经消散的老道士转头 瞥了眼徐凤年那边 姓徐的可别死悄悄了以后上坟代不代求不打击多少几本宿女心经就可以了 徐弟啊师父不过就是先头胎去了下辈子咱爷儿俩再做仕途 还有啊 今天身上山渣真是多呀 可惜你小子不在了 没你帮着吃 师父 追了好心 也吃不完呢 老人转头看了眼少年 像是回到了龙虎山的那个山脚破败道观 一如既往的叙叙叨叨着 最后老人伸手指着天空 黄蛮二人 看你他娘的天见 一带天使就此消失 少年被天雷撞击的越来越低下脑袋 试图抬起一条颓然下垂的胳膊想要去伸手抓住师父不让老人离去 但是徒劳无功 少年向前踏出一步 木然腹部如雷鼓震动于大地共鸣激荡出一圈圈联漪 勿有不平则鸣 除去兄弟和龙王这一圈之外方圆十里大地全部瞬间塌陷 就在徐龙向越挫越勇的转折点上 那条在具体境界濒死却未死的真龙获得了九汉逢甘铃一般的强大信胜 梁木交错在一起的白光在临近真龙头颅之后猛然间分道扬镳 然后瞬间撞入真龙死气沉沉的眼眸之中 点睛 真龙开眼 尸首分离的真龙身躯那四只龙爪撑入地面 被梁刀切下的头颅掠回身躯 简秘无缝恢复如初 这条真龙飞入天空消失无踪 下一刻真龙齐头探出云层 辟逆天下俯瞰世间 其为愿在八百丈外的云雾中若云若现 不该如此的 不该如此的 千丈天龙 徐凤年对此视而不见 本来想 以后去洛阳古城才让你现身的 一滴鲜血从拳头缝隙缓缓坠落 血滴锯地三尺时徐凤年轻贺一声 请 动 长达千丈的天龙 扣出一颗天雷如圆球冲向地面 而徐凤年身前滴血之处出现了一名魁梧男子 大秦皇帝 他浑身金光流逸 也许中原大地上千年以来 史书上数以百计的皇帝军王 都没有一人能跟他身上的帝王之气相提并论 他一手附后一手伸出 轻描淡血便撐住那颗遮天蔽日的子雷 背对徐凤年的雄伟男子平静出生 收句话给他 就说寡人有愧 徐凤年默不作声 侧身面朝南方挤出了第二帝鲜胸 再请 一名如生模样的男子笑音音浮现在徐凤年对面 正是坍台平静的师父 他对徐凤年点头一笑 不问我来自何处何事 且思我要去何方见识 是我属于旅动旋转式的 也算是属于自己听的 今日过后 我后悔 徐凤年伸手指了指自己心口 那人会心一笑 他两鬓双百 但是丝毫不损他那种无与伦比的轻易风采 他望向远处 某位眼嘴而泣的高大女子 轻轻说了句 傻大哥 各有 随后 单手托起手掌 一轮明月 从他手心冉冉升起 脸色苍白的徐凤年 再转望北 三情 一道光柱 不知从几万里之遥的高处轰然降临世间 一尊真无法身 但是不同于上次春神湖上 宝像庄严延伸而出的种种万千气象 这一回真无法身的出现 充满了有为天道的压抑气息 九天之上 无数根鱼线一般的黄金丝线纷纷画护而落 在大地上触底弹起 疯狂缠绕这尊真无法像的死制 但哪怕这种将士悖逆天道 依旧没有一根鱼线 胆敢出现在真无法身的头颅附近 可是法相四周那些大秀飘摇空灵非凡的散花天女 都被一根根交织成绑的鱼线扯碎了 邓太阿脸上满是震撼的神色 王心之是个怪物 但这家伙则是个疯子 坍台平静气不成声低头哽咽 师父你说天道是要让人扶手低头 但是大道却是要让那东海之鞭和井底之蛙皆可自得其乐 我错了 也明白了 当那尊真无法身抬起一脚 大战便开始酣畅淋漓 只见这尊法相一手扯去身上密密麻麻的金黄鱼线 一脚便踩断了那道对少年黄蛮儿依旧不依不饶的子雷 子雷如同一根鱼杆崩断成了两截 前踏出一步的法相 双手分别握住两截子雷 一截摔手碰回高空 另一截丢下了那条已成气候的悲蟒天龙 那条在云端游走的天龙与真武大帝法身为敌 竟然有镜 但是无味 伸出一爪安向那半截子雷 龙爪被雷毛贯穿 天龙低头破开云雾 向地面发出了一声咆哮 从嘴中再度炸开吐出一道子雷 徐凤年面无表情 无论天地深处北方也敢放肆 真武法相随之同时缓缓开口 声音辉弘至极如虹中大驴回荡天地 天龙顿时显出千丈阵身 再无半点云雾遮掩 但是与之同时东西南三方 又各有一道威严无匹的光柱落下 于是四方天地齐着 仿佛回光返照的徐凤年呈现出病态的身材幻发 转头朝那尊法相 取虚幻的真武法身点头致意 身躯满身帝王气势的魁梧男子 已经随意拨去了那颗子雷 更待何时 那位掌脱升空明月的儒雅男子 当他五指张开后 月灰无双 那轮圆月化作光芒 全部流淌入了徐凤年手中的北梁道 天人无忧便无忧 世人自扰且自然 我与三世李洞玄论到三次 都觉得李当井水不犯河水 道理道理 大道天理 不合大道的天理 便不是道理 言语之间随着光滑流散 风流儒雅的男子身形开始飘摇不定 那大秦皇帝猛然大笑出现在真无法身脚下 坐北望南 将他化作光滑散入真无法像之前 和斥放圣 闻 东南西三帝 三道微然光柱 竟是随之凝至一颤 虽然随后三道光柱不甘示弱的瞬间暴涨 但就是在这刹那之间 徐凤年已经双手握刀 真无法身也做出了握刀姿态 那条天龙四爪重重在高空暗下 两缕龙须劣颤动口弦龙柱 大猪如烈日当空 徐凤年一脚踏出一刀斩下 真无法身同样是一脚前踏一刀斩下 天空中被劈出一轮湖月 斩在那颗当空悬停的如日大珠子 这一幕宛如日月相中 天龙千丈身躯片片隆林 以其剧烈震动 徐凤年那一刀劈下 如开山一半停止不前 刀锋之上崩碎出一个细微口子 徐凤年握刀双手的手心血肉磨尽 最后白骨触击刀柄 那条左四爪抓地撞的天龙被逼迫的步步退让不断死了 老子斩的就是天龙 那把梁刀碰然断成两斤 徐凤年重重扑倒在地面 高空中那颗龙珠也轰然炸裂开来 一轮胡适将龙珠后面的北蒙天龙头颅 当空斩成两半 大地晃动 身长远不及千丈天龙的巨大白蒙 一跃而起 张开大嘴 胡轮吞下了全部天龙头颅和半条身裙 半截天龙已经入腹的巨蟒 将其拽到地面之后 大芒继续吞食最后的那半截龙肾 天地重归寂静 再无天人天龙 大雪也终于下落的死无忌惮了 徐凤年斩龙 两芒吞龙 浑身鲜血的徐凤年盘腿坐在地上 大雪压身显得狼狈不堪 徐凤年大口喘气 眼角余光看到那断坐两截的北梁刀 想要欲气取回 但念头出声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此时一位似不相的雪白火物 从他身后游液而出 在空中如在水中 长不过三尺 身躯修长四舌 额头有双脚如胶 两须如礼且有四转 他猛然间迅疾如雷电 下一刻便将断刀 闲置了徐凤年腿上 抬起那颗小脑袋 腰弓一般地朝徐凤年摇晃尾巴 徐凤年笑了笑 伸出手摊开 小家伙忽然游转身躯 纹丝不动地悬停空中 看样子是假装视而不见 徐凤年弯曲手指 在他头颅上轻轻一扣 四舌四娇的小家伙 啪哒一声摔在了徐凤年膝盖上 先是装瞎 这一回干脆是装死了 那那珠子都粉碎了 就算被你吞下 想要完全消化少说也得几百年 对你我避意不大 但是黄蛮需要用他来养身固体 凝聚魂魄 乖乖吐出来 我数到三啊 结果等到徐凤年数到三的时候 躺在他膝盖上装死的小家伙 特意抽搐了一下 好像在表态他是真的英勇阵亡了 徐凤年双指 粘起他的尾巴 唉 不愧是我的本名物 无赖起来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嘛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回到梁州以后 听朝湖中那万尾井里任你吞噬 小家伙脑袋扶起 与尾巴齐平后微微厚仰 手尾衔接 弯出一个可爱的小圆 就像是一块灵动的龙臂 他稍作犹豫 不情不愿张开嘴巴 吐出了一颗丝丝裂缝清晰可见的珠子 分明是小如米粒 却焕发出日月光辉 吐出后的小东西有些维米不振 一闪而逝 凭空消失了 徐凤年一手拿住两截梁刀 一手双指捏住珠子 艰难站起 转身走向徐龙巷 少年呆呆占领 那柄名剑定风波的剑身和垂下双臂都有刺眼的雷光 萦绕游动 其气势之盛就连徐凤年都感到心惊 但这种强大 就像一个看似鼎盛的王朝 实则危机四伏 一触击溃 徐凤年没有走进气急絮乱至极的徐龙巷 松开双指摊开手心 那颗破碎龙珠在掌心滴溜溜转动起来 徐凤年往前一推 珠子滑出掌心 但是很快就一弹而回 若不是徐凤年赶紧测过身 就要被那珠子撞到了 对于江湖武夫来说 这颗珠子是无法想象的大补之物 滋补精气神的效果堪称无出其右 珠子大概是感受到徐凤年的抗拒 只能在四周旋转 对灵性盎然的珠子来说 他选择黄蛮儿作为龙穴 自然远远不如天然相亲的徐凤年 坍台平静略至徐凤年身边神情复杂 天鱼不娶 就不怕反受其咎 黄蛮儿为了扛下天雷自封心巧 三魂七魄都很不稳 就算一步跻身天人 可跟丧失心智的高输路无异 坍台平静 你要是帮上忙 我就不跟你计较 先前仕途龙莽双收的险恶用心 坍台平静心思白转 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徐凤年冷不丁嬉皮笑脸 不 唉 就算我求你了傻的干儿 行不行啊啊 大不了回头我把月景天镜还给你 坍台平静愣了一下神情恍惚 邓太阿不知何时出现在两人身旁 哟哟 到这会儿了 还打情骂俏 坍台平静转过头 望向自身气数锐减 但同时疯狂汲取天地气韵的少年 脸色凝重起来 邓太阿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哟 咱们坍台宗主好歹百岁高龄了 也会做出此等小女子娇羞状 你瞧瞧耳朵都红透了 就算我帮忙恐怕也来不及了 极深天人境界只于一个执念 不斩职就算邓太阿夺走那柄剑 我送入珠子一样没有意义 徐龙相还是回不来人间 况且不论是我送珠还是邓太阿夺剑 代价都会很大 坍台平静抬手扶袖 清风卷起一捧黄沙飘荡向少年 沙力没有立即化作激愤 而是如意跟箭矢射入湖中 一点一点的缓慢下来 但是在缓慢的过程中出现一种自然 同时又堪称无理的风化 说自然是因为寻常黄沙大漠上的沙力风化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说无理则是正常情况下 绝对不会在这短短几丈距离内 便出现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这种诡决现象 就像一个才会走路的志同走出一步变成少年 再走几步就走完了中年暮年直至老死 这就是天道啊 所谓的天人境界即无忧忘事 众人皆行我独睡 正如圣人所言的列子欲风而行独来独往 如何让徐龙像醒来才是最难的地方 嘿嘿嘿 大道理说破也没鸟用 邓某倒是有一剑 说话间邓太阿便双指并拢 竖起后轻轻往下一劈 若说徐龙像四周一循天道规矩自成小千世界 此方天地混沌如鸡子 那么邓太阿这一件事便要天地开辟 一线劈开那剑子 开山之后再来一剑就叫铺路吧 只剑修山山要合拢 又被邓太阿在山与山之间横放一道道剑气 硬生生阻挡住了天道汇聚之势 邓太阿欲气踏风飘然前掠 越过其中徐龙像的头顶后 手中多了那柄紫电缠绕的钉锋布 这位桃花剑神静止穿过这座天道雷池后 身形是愈行愈远扣指弹剑 哈哈哈哈 开山扑路两剑换一把趁手好剑 互不亏欠 几乎在邓太阿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澹台平静就欲气从徐凤年身边摘取那颗珠子 紧随其后跟在邓太阿身后 宛如一线天的路径 仅有一键长度的宽窄 一身大袖白衣的澹台平静 像一只束手束脚的白鸾 跟随邓太阿掠过徐龙向头顶 同时手腕一抖将那颗珠子派入少年胸口 当澹台平静在远处落脚后 就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早 心有余悸 仿佛魂魄都在占领 感觉比生死大战的劫后余生还要来的刚领 正因为他是世间首屈一指的炼气士 是世上最清楚天道森严的人物才最觉得后怕 邓太阿和澹台平静一前一后穿过雷池 就是一眨眼的事情 两山合并 但是徐龙向身边站着徐凤年呢 澹台平静知道徐凤年是靠着月景天境前往 也可以凭借月景天境抽身 但关键在于这趟往返的中间 徐凤年不是去看风景的 是去寒行弟弟徐龙向 每度过一个瞬间 他可能要衰老一旬甚至一个月 也许小半柱相后 澹台平静就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勾楼老人 而不是一个先前才二十多岁的年轻北梁王 澹台平静咬了咬嘴唇 天底下兄弟间的兄友弟公并不少见 虽说帝王将相的门墙内相对罕见 徐凤年愿意把好东西让给徐龙向这并不奇怪 甚至可以说当时徐凤年肯为了弟弟 立抗天结也一样在清理之中 毕竟那时候徐凤年还算有一战之力 可是当下你徐凤年体内契机池塘干涸见底 除了送死还能做什么 澹台平静不可抑制的怒气冲天 他突然微微张大嘴巴 徐凤年似乎只跟弟弟说了一句话 然后便迅速退回到了原地 从那面摇摇欲坠的月景天境中亮腔走出 脸上带着灿烂笑意 一句话就能含醒徐龙向 一句话就能打破天道 痴人说吗 但接下来的景象让他不得不相信 规矩和道理这两样东西在这对兄弟身上 真的行不通 在下余地龙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二百九十二集 少年睁开眼转身跑向徐凤年 他低着头蹲下身轻轻背起精疲力竭的徐凤年 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应该就是那姗姗来迟的两千多骑龙象军了 当然就算这只骑军早早赶到战场 也只有毫无还手之力被殃及驰鱼的份 澹台平静来到兄弟二人身边 瞥了眼徐凤年搭在弟弟脖子上的双手 手心被刀锋踢挂干净露出触目惊心的白骨 嗯 王先知的弟子楼荒来了 远处风雪中一名木讷男子腰间配古剑菩萨蛮 疲惫不堪的徐凤年一连无所谓 唉 楼荒是来看戏来的 真要报仇啊 也会老老实实等我恢复实力 如果肯杀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仇家 那么楼荒就不是王先知的清传弟子了 楼荒等得到那一天 怎么跟师父说话的 啊 澹台平静如同被触及逆临 犯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杀计 徐凤年用下巴敲了敲黄蛮儿的尖头 示意他不要理会这个婆娘 澹台平静的言下之意是问徐凤年能否重返巅峰 这个巅峰显然不可能是当初栗战王先知 也不可能是三寝之事 而是扛下最后一道天雷之前 那时候徐凤年虽无高速路体魄 但拥有充沛的精气神 徐凤年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经此一战 他跟前世算是彻底撇清界限了 坏处是没了压箱底的手段 好处则相对隐蔽一些 那就是北梁不会因为他徐凤年一人的气数气韵而发生波折 反过来说徐凤年有了本命物 已经跟北梁的命运修气相关 一旦北梁被迫他必定身死 对此徐凤年倒是没什么患得患失 能救下黄门儿 并且让这个弟弟没有后顾之忧 今天这笔大买卖那就算赚到了 跟老天爷撕破脸皮做生意 非但没赔个精光还有点转头 本身就是件足以让徐凤年自己都感到牛气冲天的技术活了 大战之后徐凤年有些困意 眼皮子直打架 但是在昏睡过去之前 徐凤年还是有些话要跟弟弟说清楚 于是就那么绪绪叨叨叨叨婆婆妈妈 断断绪绪的说起了心里话 黄曼儿 我不想说什么 你师父不是为你而死的屁话 老天师就是为你搭上了性命的 你有愧疚 其实哥 也有类似的愧疚 当初老黄离开北梁去五地城 我也很想因为老黄是个剑痴 去东海就是为了证明建九皇这三个字 但其实我很清楚 老黄就是为我去的 没其他的理由了 但也许是想告诉我 将来你徐凤年有一天没了北梁 还有个江湖可以念想念想吗 也许是老黄觉得我跟他第一次走江湖都没怎么给我长过脸 要再风风光光走一次 也许 谁知道呢 总之就是老黄走了 跟老天师一样 人生在世都难逃一死 但为了我们 很早就死了 你小子 想着替哥多杀几个高手是几个 你的想法我懂 但是没做好 准确地说是做得一塌糊涂 哥也就是一路赶来打这个打那个 实在顾不上揍你 否则早揍得你屁股开花了 现在一想揍 就是真没力气了 小时候 我明明做错了事 还喜欢跟徐小顶牛 觉得那是一种 很解气的事情 就怕咱爹 不打不骂 事后还总觉得自己爷们 长大之后 才知道这是不对的 黄曼儿 你别缺客 徐凤年 唠叨的嗓音 越来越小 徐龙相始终没有插话 小心翼翼地 背着这个哥哥 哥 不许睡觉 他背着哥哥 继续前行 他要带着哥哥 正是如今的 北梁王的徐凤年 回家 位于西京内庭 角落的那栋僻静小楼 郎中跪倒了一大片人 此楼不远处 则躺着许多死人 而且死的都是被北莽 视为价值连城的炼气室 身披黑衣白球的老妇人 站在屋檐下 双手叠放 插袖横在胸前 齐剑岳府的同仁师祖生死不知 剑气静 皇亲死绝 国之重器的折眠大纲 被不知名的陆地神仙一掌拍碎 那条换阳二十余载耗费 无数气韵的真龙 趁火打劫 竟然还没能占到半点便宜 朕一向敢于跟老天爷豪赌 上一次 朕赢了 赢得波满盆盈 整个北莽王朝跟了朕行 可是这一次 朕竟然在北梁刘州输掉 一场无关大局的战役 这倒也罢了 可恨 朕在人生最落魄寒酸的时候 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辽东莽夫 在全市正直巅峰的时候 又输给了他的儿子 太平令站在妇人身侧 老人是唯一一个还敢站着的北莽臣子 老妇人 着手准备鲁鱼过江 传指黄宋蒲 命其起父 领军坐镇西京 一道道圣旨从他嘴中说出 他宽秀中抽出手 猛然扯掉了身上那件老旧胡球 丢到台阶外的雪地中 然后大步离去 再不看一眼那件不断积雪的旧 黎阳王朝迦德殿设有秦缅房 有别于国子建 一供黎阳赵廷宗室子弟求学 秦缅房设少父少保两职总领学者 此外还有二十余位地位超然的受读师傅 分别授业儒家经典 以及各自被皇帝钦点为 某位皇子皇孙的单独恩师 无疑不是王朝当代的文豪大儒 偶有学问深厚 见德高望重的大皇门入内疆穴 马荣死后 少父少保两职都已空穴 太安城熏贵门帝都认为 新入京的齐阳龙会暂时担任少保 作为一个成前起后的过渡位置 然后一举成为黎阳王朝的官员领袖 可是一个资历轻裕都不够格的年轻人 将少保之位收入囊中 寥寥有心人往深处刨根问底 得知真相后就是越发地如坠云目了 此人竟是北梁人士 原本朝廷出了一个飞黄唐达的晋三郎 就已经很让人吃惊 不料此此生事 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知晋兰廷的晋身之阶 可称不上怎么光彩 据说先是靠着一封老梁王的引荐信 跻身京城观场 后来又是以兰廷熟宣这种哑丸挤入宫门 而作为国子见幼稷酒同乡的他 身世清白 紧接之路也是走得坦荡干净 哪怕娶了位郡主 这些年也从未传出半点 夫平妻贵的闲言闲语 他就是出身于北梁寒门的读书人 陈旺 当然如今京城上下 都应该敬称一声陈少保了 今日秦缅房不过卯时桑可 天色游昏暗 便已是书生朗朗 秦缅房又分为上中下三房 大体上六岁到九岁的在下房 十岁到十五岁在中房 十五岁以上就读上房 其中女子年龄划分另算 直至男婚女嫁 以及得到授业师傅的承认方可退学 今日正值儒家日 三房内各有一位长者 在引读儒家张胜仁的经典 难以程度自然会不同 秦缅房的下房外 站着一位身着紫袍 即欲赐杨之欲戴的年轻世子 看着那些摇头晃脑 使劲诵读经书的幼灵志同 按照先帝立下的规矩 都不许在房内戴雕帽批球衣 东寒刺骨也是如此 此时房内只有在师傅蒋案底下 摆有一只小铜皮火炉 那些绝大多数生下来 就与国同性的孩子 跟贫家子弟就学私塾并无两样 大多是脸颊动红 手脚畏缩 趁着师傅读书的间隙 赶紧低头喝一口热气 在被冻得僵硬的食指上 屋外 除了这名衣着特殊 并且在一般人眼中 颇为陌生的读书人 还有一位得一批 大红蟒袍的宫中老太监 小心翼翼地站在外边 上了年纪的老宦官有些走神 没有注意到那位读书人的到来 这也难怪 他说是得盯着勤勉房乙房不测 可他这一战就是十多年呢 老太监看了眼屋外 院子里入冬后 倒是在枝头多挂了一盏大红灯 悄悄叹了口气 听说外徒不太平了 广陵道上那些余孽贼子 不知从哪儿找了个姓姜的小丫头 说复国就复国了 害得宫内好些个当年从西楚皇宫里逃出来的老家伙们 时下都胆战心惊 但现实连几口小酒都不敢喝了 说是怕被人误认为心有机遇借酒交愁 好像西边那边大小蛮子也不消停 大蛮子北莽要闹 小蛮子北梁也跟着闹 真是闹不明白 这些家伙好好太平日子不过 非要瞎折腾个什么劲 甚至连那位首佛大人也闺蜜心窍了 你说你毕业年纪还没我这么个宦官大 官雀已经做得那么大了 怎的还不知足 这不明白这是自寻死路吗 哎呀 首佛大人呢 这人命可不是那些草木 今年都没了 明年春又有了 这时候 院外出现一个捏手捏脚的矮小身影 猫腰小跑进来 结果一看到门神似的老太监 立马如丧考彼 老人只敢心中笑了笑 这小家伙是封郡王的孙子 不是长房长孙 却也很受宠溺 不过这孩子在下房啊 一向是个兽气包 毕竟封郡王的头衔 在宫外挺能吓唬人的 可在这里边没有谁真当回事 加上小家伙身体孱弱 性子又软 成天被欺负的都不敢回家 跟长辈诉苦 便是换上了双喜庆的新靴子 那也会被那帮淘气蛋子 立马踩成旧的 老太监都见过好几回 这瓦尔朵在院墙根底下哭花脸了 他看着孩子那病态苍白的小脸旁 以及拼命无嘴 不敢咳嗽出声的可怜模样 年迈太监虽说有些心疼吧 但是先帝爷定下的规矩 他一个阉人哪敢违背呀 迟到一次竹法 两次降绝 三次再降 直到无绝可降 直接驱逐出勤勉坊 老太监拦下那满头汗水的 丰俊王之孙 若是咱家没记错 这可是你第二次迟到了 你先进去吧 咱家回路下的 回头转交给宗人府 那孩子一边咳嗽 一边断断续续出声 刘爷爷 我真不是故意知道的 我得了风寒 老太监挥挥手 根本不愿意听这孩子辩解 帝王家世无大小 这是宫中前辈 用无数血淋淋的事实 教会晚辈的道理 他不过是一个奴才 何必自寻烦恼啊 就在此时 老太监才察觉到 身边有一抹刺眼的紫色 吃惊之余更是吃惊 回神后正要行礼 那人笑着摇了摇头 已是宫中大太监的老人 便只能大弯下药 那个紫袍玉带的读书人 走到老人身旁 拉住那个不敢哭出声的孩子的 冰凉小手 略微用力 才掰开他的五指 发现都已是咳出血丝了 读书人看了眼 这个泪眼朦胧的孩子 温柔一笑 摸了摸他的脑袋 也没有说话 牵起他另外一只手 跨过下方门槛 屋内 讲读之人 是一位老汉林出身的文坛民宿 瞥了眼读书人那袍子 又看了眼那迟到的幼童 面露不悦 但这位文坛大佬 再远离官场是非 毕竟还是有些忌惮 内建紫袍的身后寓意 停下了宋读 伸手从书案上握起一根竹鞭 赵丽 伸手 那孩子正要走向前去认罚 不过儿历之年的读书人 陈旺 温盛开口 韩将读 赵丽晚道非是晚立 而是得了风寒 小小年纪便是可写 也坚持入房就读 终究情有可原 纵人府那边的将决不可免 可这主法 是不是可以免 免去主法 成何体统 法不外乎人情 法 情 礼 三者数大数小 连其他祭酒也不敢妄言 不知少保大人师出何处啊 晚辈自学并无师门 只是陈旺切以为天下道理 只要是道理便不分大小 儒家张圣人说得 帝王公亲说得 贩夫走卒也说得 那韩某可就要多问一句了 这谁都能说出口的道理 又有谁能自证其道理 不外乎天地良心四字 天上公平 地容侧隐 两不相误 人非草木 孰能无过无情 人非禽兽 岂能没了侧隐之心 韩大人脸色铁青 紧握那根 不知打过多少 龙子龙孙手心的竹鞭 别人趋言俯事会敬你 怕你陈旺陈少保几分 我韩玉生可不把你 这北梁蛮子当回事 老学究正要动怒 猛然发现 门口站着一位 身穿明黄蟒袍的 荣鬼西客 赶紧放下竹鞭起身坐椅 在座那些入学孩子 也都纷纷起身行礼 一时间 参见太子殿下的喊声 此起彼伏 掏扰韩蒋独授业了 罪过罪过 有一事 续韩蒋独说明 赵丽这小侄 赶来勤勉房途中 是被我拉住续韩 问暖了半天 才耽误了时辰 纵人府那边 我会亲自去知会一声 至于这竹筏嘛 韩蒋独若是怕坏了规矩 我来替小丽儿受罚 再者 这孩子受寒不清 我还要跟韩蒋独告个价 读书是要紧 可身子骨 毕竟更是头等大事 咱们读书读书 读死书无所谓 读书嘛 终归是开卷有益 多多益善的好事 可若是万一读死了人 可就不美了 殿下严重了 严重了 有太子殿下出马求情 韩玉生哪里还敢斤斤计较 赵传揉了揉赵丽的小脑袋 笑眯眯地说了句 以后别忘了多去找你婶婶讨糖吃 然后再让那老太监领着赵丽去找位御医 他与陈旺走在幽暗的小径上 沉默片刻后出声打句 陈旺 看上去你这个少宝当得不顺心哪 陈旺一笑置之 赵传停下脚步 很认真地问起来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你跟咱们那位铁骨铮铮的近三郎 可都是北梁人士 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一方水土也有一方水土的差异 想来我陈旺用柴火在雪地里练字的时候 幼稽九大人就在琢磨怎么研制上等宣址了 你这性子 谁敢让你外放做个地方官啊 若是外放 我撑死了就是做个下县县令 换帽子再大一些 真会戴不稳 当我傻呀 会舍得大财小用 陈旺没有接话 你怎么评价守府大人 喝琪几酒 张巨鹿为人 言柯而可畏 如夏日炎炎 齐阳龙为人 温和而可爱 如冬日和煦 两人无论治国才干 还是自身操守 都可谓激进圣人 能与他们同朝为官 是我陈旺的荣幸 可惜一山难融二虎 户部尚书王雄贵 有可能要去广陵道担任经略使 你对这个空出来的位置 有没有想法 这座小庙 樱茂春呢 是绝对瞧不上眼的 你也不用担心 跟他争什么 吏部尚书赵又龄 吏部尚书白国 户部尚书王雄贵 加上一个处向阴茂春 曾经都是首辅张巨鹿 和坦坦翁的得意门生 细算下来 如今沦落到只剩下一个公认 永辉四死中 才学最次的王雄贵 还在坚持为那座张炉支撑门面 听上去似乎连王雄贵都要走了 还是去当那个华天下之大吉的广陵道经略使 朝廷的言下之意就是瞎子也该明白了 要杀飞虎先斩雨 陈旺只是摇头不说话 赵传自我反省 嗯 是我操之过急啊 不是帮你 反而害你成为众矢之地 行白礼者 伴酒食啊 父王悄然寻边就这么拖着 耽搁朝会好像也不是个事啊 曾被马戎评点为气势端紧的陈旺 并没有说出那两个字 但是赵传看着东方泛起鱼肚白的天色 眼神已经悄然炙热 坚果 赵传收回视线后 就又是那个性情温和君子如玉的太子殿下了 听说袁先生这趟游历大江南北身边带了个人 可以说 你我有何不可说的 那人便是被看作落难凤凰不如鸡的宋家除凤 宋克里 宋克里不是在广陵江北一个上县做县位吗 此人剿匪颇有剑术 这份不俗政绩只是被上头刻意压下了 赵传深深看了眼这位陈少保 然后笑得都眯眼一现了 用手指点了点这个嘴巴堪称 密不透风的谨慎家伙 装 继续装 别人不清楚袁先生的谋划 你陈旺会抓不到重点 宋家顷刻间覆灭 明面上如何台面下又如何 庙堂上前五六排的老狐狸们其实大多都看得一清 但看得见二处的 真不多 首府大人和英茂春肯定算两个 接下来就算只剩下一个人 那也肯定有你陈旺 陈旺没有承认什么 但也没有否认什么 英茂春 白国 宋动明 曾经都是袁先生亲眼相中的影像人选 就算后两者都出局了 但英茂春怎么看都应该成为下任首府才对 没料到最后给宋克里不声不响截胡了去 袁先生选中了宋克里 但是首府大人也租出了选择 赵传对此事真的是物理看花 肯定不是王雄贵 也不会是赵又玲 那能是谁 礼部尚书 白国 白国 不可能不可能 虽然白国在朝野上下口碑极佳 尤其是京城官场 对他更是人人清静 我也相当欣赏这位放荡不羁 又极腹才情的礼部尚书 可你要说张俊禄经过十多年的千条万选 林辽选了当初放弃过一次的白国 担任那顾鲁下任主人 打死我也不信呀 下官也不能真打死殿下 赵传愣了一下 继而彭夫大笑 只是笑过之后 赵传就开始沉思 父王为了给我铺路 用欧心沥血机关算尽来形容也不为过 其中让父王感到最头疼和痛苦的 无疑是腐壁顶尘的碧眼 张俊禄若齿是位潜心做学问的儒家圣人 大不了就是被朝廷做成塑像 供上神坛搁在张圣人身侧 很简单 可张俊禄不一样 他重视功而轻学问 是典型的全臣全相 如果张俊禄果真如陈旺所说 选中了西年的得意门生白国 作为他死后的守灵人 那么我就不得不仔细权衡利弊一番 一个羽翼需要很多年去丰满的宋克里 将来赵传再没有手腕 也能轻松对付 这不过是远虑 因为每一位新皇帝从不忌惮什么新臣子 怕的只会是那群老臣 显而易见 白国可能会成为近在咫尺的心腹大欢 这是禁忧 陈旺没有打扰太子殿下的出神 等了片刻 见他仍是没有回神 就脚步轻轻反身离去 过了很久 赵传张开手臂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转头望去 没有看到陈旺 赵传就独自离去 天也亮了 降伏元年的年末 出血骤降 不下则已 一下便是场额毛大雪 京城内有无数座张府 可是有一座府邸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地方官员复兴也好 外乡世子游学也罢 只要是跟京城百姓随口问起张府在哪儿 后者肯定懒得问到底是哪位张大人的宅子 而是直接给出答案 哪怕大雪纷飞 可是朝会依旧 何况还是太子殿下监国的敏感时刻 哪个官员吃了雄心豹子胆会吃到啊 但是今天的庙堂上少了个人 这个破天荒 投回缺席朝会的人没有告假 仿佛是在跟那监国的储君以及满朝文武说一个浅显道理 我不来便是不来了 太子殿下对此视而不见 既没有让大太监替他去嘘寒问暖 也没有大发雷霆 可以小题大做 也可以大事化小的礼部尚书白国也是如此 直到什么都没发生 有些人倒是想借题发挥 可是犹豫半天仍是不敢 毕竟连晋三郎今日都主动把嘴巴缝上了 这名让整座朝会不向朝会的官员便是当今首府张巨露 他与那位御驾寻边的皇帝陛下并列本朝勤政第一人 只不过一个是君王里的第一人 另一个是臣子里的第一人 张巨露今日并非是身体不适 而只是穿上了那件正衣品紫袍朝服后 突然不想参加早朝 然后他就不去了 这位鬓角剑霜的老人在清晨时分就坐到了屋檐下 没有换上一身更舒适保暖的衣服 府上老管家搬来了竹灭编织成套的简陋火炉 已经多次往炉子里添加炭火了 张巨露此生除了少数几次被至交好友坦坦崩 强拉硬拽着小酌两杯 几乎是从不饮酒 他坚持喝酒务事 可是今日无所事事 以后似乎更是无事可做的光景了 老人还是没有半点要饮酒的念头 接近五十 潦草吃过了些府上自制的粗糙糕点 继续翻看手中那本自己编撰而成的无名诗集 老管事突然小跑上台阶 启禀老爷 小少爷东门了 张巨露有些疑惑 没有说什么 幼子张边关是三个儿子中的义类 性子最强 不过跟这张府关系也最僵 大有一副父子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张边关主动走入这栋府底 确实是太阳大西边出来的事情 张巨露虽然面无表情 可还是下意识多望了几眼怨门方向 张边关还是那个吊儿郎当的德行 屁颠屁颠跑进院子 手里拎着个在京城不常见的玩意儿 是江南那边乡野流行的竹边铜皮小火炉 内阁炭火 腹腹以挥 用以取暖 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冬日不论是出门散步 还是在家闲聊都喜欢拎着这种物件 张家祖籍在广陵江以南 张巨露科举发迹之前寒窗苦毒时便经常使用这个 毕竟比起大火炉要省去炭火许多 便是贫寒家庭咬咬牙也能用得上 在京城成名之后啊 就只有张边关那个搬来泰安城定居养老的爷爷 偶尔用上几次 不知今天张边关从哪里弄了这么个登不上台面的老古董出来 张边关跟管事讨要了些新炭火倒入火炉 又从张巨露脚下那竹灭大火炉里铲了些灰 蹲在地上倒过完毕递给了张巨露 后者愣了一下 接过后放在腿上 一手捧疏一手拎炉 暖意顿时多了几分 张边关又跟管事要了根小板凳 絮絮叨叨的埋怨 唉 多大岁数的人了 也不晓得扶老 非要在室外赏雪读书逞英雄 张边关用铁钳拨了拨大火炉中的炭火 听事情行间说啊 今儿你这个首府大人说话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许多五六品的小官也敢打起马虎眼 除了王雄贵的户部和礼部还算厚打 礼部 兵部 公部 刑部 都对张楼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尤其那汉林院和国子健 清贵官老爷们和清流读书人们 隔三差五就要新鲜出炉棘手借骨讽金的诗词 诅心得很呐 更有甚者说皇帝陛下御驾寻编 先前去两辽那是去整肃内外亭勾连的摊墨大案 时下去冀州是为了要给寒家案子翻案 矛头所指都是奔着朝中某位姓张的大官去的 还有没有 张边关一敲铁钳 有 怎么没有 真要说 装一镂空都不够 你不也说了 当下只是些不入流的官吏 在那里鼓噪是非 张边关双手放在炉子上方烤火 头也不抬 阵阵阴风起于地底 若是不及时阻止 等到引来血雨浇在头顶 那还有救吗 就说这些 说完了就可以走了 张边关猛然抬头 红着眼睛责问 这趟来 我其实就说两件事 第一 有御史坛和我大哥侵吞良田 二哥科学舞弊 别人骂你首府大人我不管 也没那个本事掺和 可为何如此作践我两个哥哥 你分明可以管 为何忍气吞声 就算 就算结局是同样的结局 我一贪赖你什么都无所谓 可你就不能让我两个哥哥 走得光彩一下吗 你二哥科举舞弊 是说他乡事得了第六名的亚魁来力不正 我当年虽非受益什么可细究起来 却也算属实 毕竟当时天子亲命的主考官是我张卢门生 以你二哥的质疑本事 过相识虽不难 可要摘得亚魁无异于痴人说梦 只与你大哥侵吞良田一事 就我大哥那书呆子 就我大嫂那每次来府上都一模一样的还算值钱的一生首饰与民争力 你首府大人为了名誉亲旺 从不去大哥关顶看一眼 我张边关去过无数次 大哥大嫂过什么样的辛苦日子 我比谁都清楚 张巨鹿打断柚子的言语 永辉八年 我确实帮你大哥购置过良田三百亩 手法并不光彩 只是你大哥一直忙在鼓里而已 张边关恶然 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涌出盐眶 喃喃自语 这是为何呀 为何你连你自己的儿子都要算起啊 张巨鹿望向院落里的积雪白茫茫一片 半日无人去扫 兴许就要后急膝盖了 所谓的永辉之春 庙堂滚滚 朱公都心知肚明 以后并肩而立 多是来自寒门 张巨鹿放下书 站起身 双手拎着那只小火炉 自言自语 寒门无贵子的规矩已经打破 意义之大 比起当年大秦帝国之后 纵横游士纷纷创立豪法 游士不再是那无根扶平 可豪法的利弊 这八百年来谁都深有体会 那么未来八百年 如今那些跳过龙门的韩世 可会自省 又会自省几分 韩世骤然富贵 昭为田舍郎 目灯 天子堂 你真以为 谁都能在 官场这染缸里 把持得住本心 恰恰是这些光脚之人 站在了高位上 一旦为恶起来是最没有底线 这个门是我张巨鹿打开的 那么反观我张巨鹿 堂堂一朝首府 权清朝也二十年 尚因子孙 舞弊贪磨一事而身败名裂 算不算是给后世 积身朝堂的韩世 公卿遗迹的 清凉伞 爹 你总是这般登高望远 说着天底下 嗓门最大的话 做着天底下 气魄最大的事 可你是不是忘了 回头滴滴看见我们这些子女 怎么 怕了 也对 是人谁不怕死 便是那些动不动 就要让家里准备棺材 然后慷慨赴死的清官 也怕死啊 我倒是 没来由想起一件趣事 某些被投入了赵玉的公卿 兴许是难得真不畏死 只是更怕死得不明不白 几乎人人都在牢中墙上 用探笔写下绝命书 世人兴许不知 赵玉那一支探笔 那可是好几百两银子 才能买到手 穷酸些的 倒也难不住他们 手指沾血 照样能写出 可歌可泣的血书 你大哥为人刻板 做不来这等 最能积攒声望的事情 你二哥稍稍淋漓些 若真侥幸当了清贵官员 只想做却也不敢 至于你张边关 大概是不屑为之 张边关站起身 一把夺过张巨鹿手中的小火炉 狠狠砸在阶下雪地中 那些滚出火炉的熊熊炭火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张巨鹿 又缓缓转过头看着脸色铁青的柚子 你真以为你大哥二哥半点不知朝局 真以为他们不知张家一门上下的结局 就只许你张边关聪明一世 他命聪明一回也不得 那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我张巨鹿的儿子 说你张边关心思最重 可你两个哥哥 迂腐归迂腐 岂会真是蠢人 耳濡目染时局这么多年 心思再单纯也早早开窍了 啊 当年 你执意要我们三个儿子娶妻 直许去小护人家 就是在等这一天吧 若是高门士族的女子 亲联祸害的人 那就断了 到时候皇帝陛下杀起人来 也畏首畏尾 你真是个千古难逢的良心首富 林辽也不让坐龙椅的君主难堪 大嫂二嫂都算持家有道 这些年 他们的家族也算沾了张家的光 明里暗里获里颇风 隐约都成了当地的郡王大户 你对此 也破例睁之眼闭之眼 你这是 想着让自己良心上好受些吧 张巨鹿 没有说话 张边关揉了揉脸颊 看着雪地里那只爷爷留下来的小火炉 爷 为了当一个好官 从一开始在我爷爷奶奶那边起 就不当一个好儿子 接下来是不当一个好丈夫 然后到我们这儿 不是一个好爹 结果到最后 连个好爷爷都不当了 真的知道吗 好官 张巨鹿抬起双手 喝了一口雾气 正正出身 还记得至交好友的坦坦翁 曾经说过些罪话 于己 忠臣奸臣一作 清官昏官一作 唯独夹在君王和百姓之间的好官 最难当 一言两语 难说尽啊 了却君王天下事已是很难 要想赢得生前身后名 更是何其难也 年轻时读到一首无名式的边塞诗 其中有 走马熙来遇到天 更熙过气 绝天低一句 尤为欣然神亡 总想着 有一日若是官场不得已 大不了 头笔从容 去亲眼看一看 边关那野矿天低的风景 也不枉此生 只是后来试图安稳 你娘生下你后 于是就帮你取名 边关 张边关不知为何心平气和了许多 挤出副笑脸 因为这个名不副实的名字 这么多年 一直被京城那帮二世祖调侃嘲讽 说你这首府大人 还不如娶个张太安 或者张京城 张巨鹿微笑着走下台阶 弯腰捡回那只小火炉 自顾自拿起铁钱 放入些炭火 递还给这个柚子 知道你们几个心冷了很多年 爹也做不了什么 张边关愣住 忘了言语 张巨鹿招招手 让管师又搬来一条小板凳 这趟来得由头 是不是曼儿跟你要了一封修书 觉得一口玉器出不得 都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那么多年了 却在这个关头 倾你而去 有种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 憋屈感觉 他这么做 我不介意 张巨鹿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说了句 别恼他 张家三个儿媳妇 就说他最不容易 难为他做这个恶人了 这般聪慧心善的梁家女子 是我们张家对不住的 明白了吗 张边关直直望向这个爹 猛然间记起仪式 顿时哽咽起来 女子无情时 妇人最狠 女子痴情时 感人最深 张边关似乎解开了心结 使劲地点了点头 那谭谭峰总说 身后纵有万古明 不如生前一杯酒 以往我是一直不信的 要不今天咱爷俩喝上几杯 张边关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京城最大的官和泰安城里最没出息的顽固 这么一双古怪爷俩隔着火炉 面对面一人坐一条小板凳 慢慢喝着酒 酒壶就放在炉眼上 姐 其实啊 没谁怨你 张巨鹿喝了口酒 莫不作声 一杯接一杯 父子二人就这么喝着 管事捏手捏脚送来第二壶酒 顺手给首府大人带了件后球子披上 张边关最后醉醺醺的亮枪离去 张巨鹿送到了府邸门口 最后将那件球子送给了儿子穿上 张巨鹿站在台阶上 伸出手接了些雪花 握在手心 事事无奈 人无奈 能说之时不想说 想说之时已是不能说了呀 在下鱼地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93集 同样的夜幕却是远在边关 随着远处一阵细碎马蹄的响起 冀州燕宝几乎是瞬间无数灯笼火把就同时亮起 照耀的堡垒亮如白昼 燕宝外围有条护城河 随着城门大开缓缓放桥 无需那远道而来的七八起有片刻等待 就策马上桥进入燕宝 城洞内匍匐跪拜着燕宝一大帮李氏嫡系 有身躯检出的老堡主李初林 有特意从济西赶回家中的嫡长子李元崖 还有一群平日里很难碰头的大佬 无一缺席 七八其中 为首那位是一张陌生脸口 脸色苍白 瞧着像是难以忍受北边冬日的酷寒 披了件出自辽东贡品的厚实胡球子 大概是上了岁数 已经将蒸容瘟养得十分内敛 并没有什么气势凌人的感觉 在那男子身后充当侍从的一起 是何其的光耀门眉呀 兴许是之前被顾剑堂提点过 李初林李元崖都只是跪着应见 没有画蛇天足的称呼什么 那男子翻身下马温言笑道 北地天凉地寒 何况李济王制有云八十丈余潮 老保主快快起身 其他人也都别跪了 身后六旗同时下马 轻甲佩刀的大将军顾剑堂默默上前 帮这名男子牵马 李初林小心翼翼站起身 依旧微微弯着腰 批球男子走在最前头 特意喊上了老保主李初林结伴而行 顾剑堂一手牵一匹马紧随其后 然后是李元崖 这四人缓缓走在前列 然后是那各自在王朝北线上手握重兵的武器 最后才是那些李家老小 男子走在大块青石板铺就的平整道路上 抬头看着灯笼火把绵延而上的数条火龙 轻声感慨 这是朕生平第一次进入冀州 应该早些来的 我赵家是马上得天下 朕平日里去勤勉坊教导赵家子弟 也总说不能就此懈怠 更不能为古人所悟 相信什么马上得天下之后便是下马守天下 而是要继续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朕说是这么说 可自己似乎做的并不好 言传深教 想来有些赵家子弟更难似家族先祖那般重视戎马变悟了 修炼成精的老狐狸李初林 就算胆子再飞也不敢插嘴天子家务事只能竖起耳朵不错过一个字 只要微服私访的皇帝陛下不问话 那就坚持光听不说 这位能心安理得让顾建堂牵马护卫的男子正是悄悄御驾边关的当今天子赵敦 但皇帝陛下没有在出京的时候便下诏让太子殿下监国而是在即将由冀州返城的节点上才让司礼建长印太监宋唐禄交给礼部白国一封密诏公之于众 各种三位很能让官场上那些穿紫劈匪的大佬们咀嚼良多呀 这是老人第一次亲眼见着皇帝可心计的厉害 当年韩家满门抄斩引发冀州动荡与韩家结亲的燕宝李家也被殃及持余 当时还没有给李元崖腾出家主位置的李初琳的手腕不可谓不心狠手了 不但让人绑扶那对晚辈夫妻前往冀州州城的法场 连他们那双年幼的儿女也没有放过 最后两个本该已经姓李的孩子连同他们的父母一同人头滚地 至今想起李初琳心底虽然有些愧疚 却也没有半点的后悔 大事轻压之下几个无辜人几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呀 韩家一夜之间从数百年中烈成了通敌叛国的逆臣 这十多年来朝野上下都说是毕严而首辅的假公害死 甚至当下都演变成了御史台弹和张居禄的有力罪状之一 这让闲暇时洗毒室的老人难免有些气气然 厉朝历代尽是弄权的奸臣蒙蔽天听最终天理昭昭的伏法 从不敢明言皇帝如何昏溃 说实话 李初琳对那位位列中书却处处疾身自号的首辅大人也是佩服的很呢 若不是张居禄力排众议 执意要对北县边关鼎立支持 请半朝赋税去支撑其北地方县 身后那位兵部老尚书 如今肯定也就没那么游刃有余了 至于为何当今天子要多此一举的登门宴宝 李初琳得到顾建堂手术秘信后 也曾私下与长子李元牙有过一场秘误 得出的答案不外乎三点 一来 赵氏朝廷或者说皇帝陛下为寒家平反 需要冀州方方面面提供能够服众的证据 燕宝作为世世代代扎根济北的老牌豪门 又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 李家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 要比那位国子建幼稷酒的弹劾更加欲天 也更能赢得朝野的同情 强倒众人推是大势所趋 但内堵屹立于庙堂二十余年的张家高墙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推一把的 再者 幽州那边不安分 时下有做出过界且过激的举动 上半期流窜入济西境内 朝廷当然要提防着北梁徐家 那个年轻人彻底反水 随着济南老将杨慎兴的离去 换扬有七八千私人甲氏的燕宝李家 自然而然的会落入朝廷的事业之中 负责二人猜测最后便是皇帝陛下的一桩私事 已见私心了 在前两次御驾亲征都无功而返后 当今天子就从未有过寻边的举动 甚至连那繁华江南帝都没有去过 世人误以为当今天子只中内政不中边宫 这绝对是乡野粗鄙村夫的看法 李初林始终坚信 当今天子对于那个北蒙有着无比强烈的征服欲望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证明他能与先帝并肩的壮举 李初林心中有些骇然啊 都说皇帝陛下勤政之余 不忘锻炼体魄 冀州这边都以为这个才五十岁的男人还能在那张椅子上继续坐北望南个十几二十年 怎么事实上是如此的体力不济 竟是没走百步就要喘口气才行 难道蒸蒸日上的黎阳这就要变天了 要知道现如今的黎阳可不算太平内忧外患 外有北蒙百万铁骑虎士丹丹 内有西楚复国 更内的庙堂上亦是风雨如晦人人自卫 若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些什么变故 李初临实在是不敢再往下身思了 生怕流露出丝毫异样就被身旁的天子察觉 燕宝如山层层递进 集结攀高 皇帝陛下在半山腰一处视野开阔的亭子 亭角歇息 伸手拢紧了几分那件厚重球子 沉默良久 瞥了眼西边 突然说道 老堡主 对于朕的不请自来 你肯定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不过你应该想多了 也想错了 不妨与你说句心里话 朕之所以来验报 不过是想更近一些 看一看那个地方 燕宝老堡主似乎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猛然直起腰杆 然后迅速重重弯下去 见惯风雨起伏的老人是战战兢兢不敢言语 皇帝招了招手 顾剑堂走上前几步 李初林则失去地轻轻退出去 在阶下等候 皇帝咳嗽了几声 语气有些艰难 剑堂 朕改变了主意 明日你随朕返京 到时候有你送他一程 既然朕不敢见他 而朝堂文官谁也不配 朕想来想去 那么也就只有你这个大主国 偷衔的武将当得起了 他深埋心底的那个心思 朕其实知道一些 陛下可有言语需要转述 你就跟他说 赵敦这个名字里的敦字 无愧天下 唯独愧对他张居禄 皇帝赵敦御驾临边 太子殿下赵传顺势坚果 黎阳朝政并未因此而发生动荡 恰恰相反 在储君赵传的调度下 以及处向殷茂春在内 一杆永辉之春宫庆的大力腐壁下 甚至呈现出比以往更具生命力的景象 赵传表露出与当今天子如出一辙的勤勉 从不缺席朝会 通宵达旦的朱丕 频繁召见臣子 太子殿下不负众望 彰显出来的明君气度 无形中使得降服元年之末 笼罩在泰安城头上的浓重阴霾 淡化了几分 在赵传的主持下 王朝中书展开了一系列堪称眼花缭乱且影响深远的权力变迁 齐阳龙 众望所归的入主原本主官 一直始终空悬的中书省 一举成为黎阳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宰相 与尚书省领袖张居禄被京城百姓并称为首府大人 一直在京城磊关升迁至户部尚书的王雄贵 平调外放为广领导经略史 与此同时 同出于永辉年间的赵又龄 辞任力部尚书 关节着生半品进入中书省 辅佐那位年事已高的中书领齐阳龙 被朝野上下一直誉为储相 但关节其实不过正三品的汉林院长院殷茂春 终于跨出了实质性的那一大步 不但受封为黎阳六位殿阁大学士中排名第二的中和殿大学士 而且接任吏部尚书 有京察和地方大屏作为铺垫 黎阳朝堂对这项调动是毫不奇怪 礼部尚书白国则补上了王雄贵离任后的空缺 从礼部辗转进入户部 虽说品质相同 但一个是清水衙门的礼部 一个是掌管天下将土赋税的户部 明眼人都看得出白国也踩上了一个新台阶 并未落下赵又龄 阴茂春两人太多 至于与理学宗师姚白峰矛盾 公开的国子剑又祭酒进兰庭 成为黎阳王朝近五年来升迁速度最快的幸运儿 在原理部左侍郎按部就班升任上书后 这些年在泰安城风口浪尖上的进三郎 再次给了所有人一个天大的惊喜 晋升为从二品的礼部左侍郎 本该在情理之中执掌礼部的左祭酒姚白峰则成了那个意料之外 用兵无方导致平叛大业磕磕碰碰的前方主帅卢生相竟然是不贬反胜 虽说辞去了兵部二把手的左侍郎官职 但获得了一个实打实的正二品标语大将军 而先前被视为有望领兵南下出征的龙襄将军许巩 非但没能取代那公认碌碌无为名不服食的卢生相 这位孤木许氏的顶梁柱 反而被雪藏为兵部左侍了 而且任职之后据说即将要被赶出泰安城 前往北线寻边很难想象如此恢弘的风起云涌 从头至尾都与那位孜染碧眼儿全然无关 去年经查 赵又龄和殷茂春向皇帝陛下递交了在京1800余官员的有关提拔和身赤事项 今年是外查及地方大平年 殷茂春前段时间返京后 很快就碰上了天子寻边 于是在一封由辽西进京的圣旨授意下 地方大平的详细状况就送到了太子殿下手上 赵传被授予全权负责此事 今日早朝后 太子殿下让斯里建掌印 宋唐禄传话给所有的殿阁大学士 中书门下两省大佬 六部尚书侍郎主事官员 以及一些数位赵姓宗亲公侯 参与这场在黎阳朝廷也算司空见惯的临时武朝 议事房内 立部姬公四郎中 雁峰四郎中和新任考公四郎中三位官员负责 并报具体情况 太子殿下和那二十几名黎阳王朝内权柄最重的名公巨青纷纷传阅档案 还有斯里建丙比和隋唐在内几大太监旁听 这些身披鲜艳大红蟒袍的内患主要还是添加炭火和更换茶点 首府张巨鹿受邀 却并未劣席 温暖如春的屋内新面孔不多 可许多老面孔都换上了崭新的官袍巢服 魏新年便已有新奇向了 原立部尚书赵又龄已是从屈指可数的一品大员 今天坐在中书令齐阳龙的身边 有意无意瞥了眼同是张庐出身的阴茂春 低头悠悠然喝茶时 嘴角翘翘翘起 某人被喊了十来年的储相 时至今日 不过是当了个外庭立部尚书 无非是吃剩下的残羹冷制 差不多尘埃落定 还不是依然没能丢掉一个储子 何时才能担任名副其实的相啊 永会之春中公认那白国才气最盛 却是你殷茂春最具财富气格 但我赵又龄如今却是先行一步了 你殷茂春身上那个所谓的中和殿大学士 不过是皇帝陛下施舍给你一份当不成上书令的补偿罢了 其实早在半个月前 赵又龄还有些引诱 他不怕折服多年的殷茂春在这场升官盛宴中一鸣惊人 怕就怕殷茂春继续被压制在汉陵院那一亩三分地 因为这就意味着等到某人彻底倒台后 届时殷茂春就会注定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可如今朝廷将吏部上书给了 殿阁大学士也给了 那么熟人天子心思的赵又龄也就可以放心了 略微润了润嗓子 心情舒畅的赵又龄手指碾动杯盖 一眼角余光 漫不经心地打亮了一眼新任户部尚书白国 他从未把这个不争气的家伙视为敌手 别看白国在朝廷上有口皆碑 风平上家 但是一旦爬到了他们这个高度 只注重四个字 减在地心 说到底 这屋子里最失忆的是殷茂春 第二大十一人就是咱们的新任户部尚书了 赵又龄抬了抬眼皮子 视线索急 刚好瞧见那叙叙的年轻晋三郎也轻轻看过来 赵又龄面无表情 多次李渔跳龙门的新任礼部左侍郎进兰亭 赶忙微笑致敬 赵又龄根本没有搭了 转身放下茶杯 心中冷笑不止 一个专门靠走歪门邪路 勉强借身王朝中枢重地的幸运儿 真以为能长胜不衰呢 庙堂之上不怕君子之争 甚至不怕彭党之争 可最忌讳的就是因私院四处树敌 出身北梁地方上一个不入流的小氏族 短短几年内就惹恼了环温和姚白峰 就算你凭借大事交信扳倒了某人 事好岂是你一个晋兰亭能收场的 除了晋兰亭是头一次正式参加这种最高规格的武朝 还有个比晋兰亭更让泰安城感到陌生的官员 那就是江南道豪华孤木式的徐公 他身为兵部侍郎 这位哪怕错过了春秋战事 却仍然有名将美誉的龙湘将军 此时郑金威坐在顶头上司卢白杰的身侧 眼观鼻鼻关心 神情坚毅而刻板 相较唐熙剑仙卢尚书的轻易风姿 徐公就更像是一位正统意义上的沙场武将 体型魁梧相貌粗利 他此次的上位是在座职位 有过变更的诸位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个 照理说 徐公既无巨大边公也不是顾建堂的嫡系 在朝中台面上也没有什么可以依奉的大树 本不该被纳入京城朝堂 可这次先是突兀的横空出世 然后迅速被排斥出京城使得徐公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朝会一直进行到黄昏才进入尾声 已经六十来岁的公部尚书和刑部侍郎尤其的难掩皮态 太子赵传吩咐私立见顶笔去让御膳房送些吃事来 在此期间 所有臣子都可以抽空休息或者走出屋子透透气 还温是资历官生和功绩都极其足够的重臣了 自然不会像一些六部侍郎那么拘谨局促率先离开了屋子 太子赵传很快就跟随起身 快步走出笑着喊住了谭谭翁 然后结伴而行 这幅场景落在有信人眼里 不可谓不引人遐想啊 靖兰亭始终坐在位置上 没挪动屁股 也没有主动跟屋内的某位前辈客套寒暄 显得格外形单影致 屋外郎中 桓温微笑问道 不知殿下有何事啊 四下无人 太子眨了眨眼睛 偷偷做了个举杯饮酒的手势 桓温也不客气 嘿嘿笑了笑 嘿嘿嘿 这感情好啊 两人走去了远处偏屋 身后只跟着司礼剑掌印太监宋唐路 国子剑又记酒一直暂时空缺 姚大家也未举荐谁担任 谈谈翁可有什么建议 桓温愚愣了一下 太子赵传笑着不说话 桓温也笑了也不含糊 国子剑又记酒的人选没有 老臣那边的门下省倒是缺个称心如意的府官 赶巧了 借此机会正好跟殿下要个人 这难道是 虽然太子殿下没有说出名字 但是坦坦翁已经点头 双方心知肚明 是那勤勉房的陈少宝陈旺 韩氏出身近视极地 没有机身一甲三名 但也堪堪够格进入汉林院成为轻贵的黄门狼 然后担任天子近视的起居狼 后称为短暂的东宫市长和考公司狼柱 轻贵归轻贵可官位都不高 少宝也仅可算是天子人家的恩赐薰位 可要是陈旺能够前往门下省成为桓温的左膀右臂 那么没有一个正三品的高位 就说不过去了 甚至连从二品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如此一来 当下在太安城炙手可热的晋兰亭 比之那也要失色许多了 桓温突然一拍脑袋 国子见又记久的人选 老臣倒是想到一个十分不合适的人选 谈谈我 你这个说法 桓温哈哈大笑也不再说话了 但是双方再一次的心知肚明 两个官职就这么在尚未喝上酒之前就已经敲定了 一个是陈旺去门下省 一个是孙吟去国子见 似乎皆是出自北梁 秦缅房作为龙子龙孙和公侯王孙的读书之地 在此讲学的师父无不是德才兼备的清流硕儒 只不过官阶品质都不高 哪怕是时下秦缅房的一把手陈旺 头上顶着少保头衔那也仅是个熏号 实打实到手的俸禄 比汉林院普通黄门郎还要低些 所以当陈旺横空出世继任秦缅房少保后 太安城也只当是出了个阴茂春第二的小处像 少不得要按部就班打熬个十几二十年 才能真正的进入中枢重地 可很快就传出了一个天雷滚滚的小道消息 此人不但要马上赶赴门下省担任要职 甚至有可能从执掌汉林院十数年的阴茂春那边虎口夺食 仿佛是为了要佐证这个不知从京城哪座府底吹出的风门 谈谈翁与国子剑左祭酒姚白峰连妹登门探望陈少保 据说相谈甚欢相互引为望年交 一时间太安城内皇亲国戚天皇贵胄扎堆的王俊杰 这栋原本不起眼的小小郡府顿时是车水马龙啊 陈旺与郡主早已搬出了王府 新宅邸倒是相聚不远 他妻子想要回娘家一趟也就一盏茶的时间 因为陈府常年闭门谢客不见生人 这是陈旺在未发季之前便立下的规矩铁律 许多想要烧热灶的投机客就只好退而求其次 协礼前往少保大人的老丈人府邸 暮色中早先在郡王巷中门槛高度只能屈居末流的陈府 宅子的年轻主人破天荒的主动领了一名陌生客人回家 府上的门房是世代为老郡王府接人待物的老人 小心打量着那个与主人一起跨过门槛的家伙 总觉得此人身上的气态有些矛盾 明明是文官却像是才从沙场上走下来的功勋武将 但又不似早年经常出进兵部 顾炉闹出笑话的那些操人 主客两人落座后 一名中人之姿的高挑女子闻讯感知 他入屋的时候 丈夫正在亲自煮茶 陈旺抬头看了眼妻子 微笑介绍 是兵部许侍郎 无论尊卑郡王相中就没有孤陋寡闻的人物 被赤丰常乐郡主的女子立即就知道来者的多重身份了 龙襄将军徐拱 姑母许侍的顶梁柱 李扬军中威望名列前茅的青壮将领 时下被郡王相上上下下调侃为泰安城的新人小媳妇 他还听说这位许侍郎好像不太受待见 虽说算不得名声暗扁 可要想象唐熙剑仙卢白杰那般迅速成功融入京城庙堂 难如登天呢 本名赵颂的宗室女子对朝政一向不感兴趣 不过来者失刻 他自然清楚应该如何应对 总不能舍了自家男人的面子 于是与徐拱不温不火打过招呼后 赶紧接过陈旺手上的烹茶伙计 替两个男人倒了两杯茶后又立即告辞离去 少保有福气 我等 伟师羡慕不来 拙金在赵家那么多金枝玉叶里头 性子确实算好的了 说到这里 陈邦略作停顿 脸色柔和 下意识补充了一句 我很珍惜 莫眉问一句啊 虽然在下家族多年来一直希望我能够某天进入兵部 可不知为何家中老人对于这次召见入京有诸多惊奇啊 尤其是余老供奉更是临行前给了我祸福参半四字赠言 言谈之中亦是有些世事难测的莫名感慨 显而易见 江南道那边希望我徐拱进京 但是我能否进京 却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 敢问少保 京城中是否有人帮我说了好话 能言之言且言尽 这才是君子之教 徐拱清楚 自己这么开门见山询问 不服为官规矩 只是自认与陈旺相交诚挚也就不屑遮掩了 陈旺笑了笑伸手指了指自己 虚公愕然 陈旺正了正神色 起先羽家上主国进京 毫无疑问当时确定是存了引进许兄入京的念头 也有所布局 不知为何后来就没了下门 就我看来 应该最后关头还是觉得 暂时不让许兄来泰安城躺昏水 我当时还没有进入其面房担任少保 仍是坐在吏部考工四郎中的位置上 在齐卫谋其政 就跟太子殿下说了些言语 当然 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若非许兄自身能耐摆在那里 任由我说的天花乱坠 太子殿下也不会生出什么想法 徐拱有些哭笑不得 上诸国语健康有他的考量权和 我也有我的想法 时局动荡 我总觉得以许兄的文桃武略 此时不出山更待何时 难道许兄希望错过了一次春秋战事 还要再错过一次 试问 许兄还有几个二十年和几次机会可以错过 当然 上诸国那边处于谨慎心思 我同样理解 将许兄当作奇祸可拘 静待局面再灭烂上几分 说不定到了那个危机关头 就不是一个兵部侍郎可以打发你这位乾隆在冤的龙襄将军了 少保的话我听进去了 所以这次连累许兄被赶去了两辽寻边 被台安城市当作笑柄 可别怪罪我的话舌添足啊 要不然我以茶代酒 自罚三杯 哈哈哈哈 陈老弟这番话可就矫情了呀 喊了我那么多次少保 才喊了一声陈老弟 还敢说我矫情啊 到底是谁矫情才对 身材魁梧坐如山巒的徐拱后脸皮道 赶紧少保大人 恕罪个 陈旺喝着茶水 问到徐拱有关广陵道战士的走势 徐拱忧心忡忡 与其有些沉重 兵部最早 与其半年即可平乱 其实也不全是盲目乐观 如果杨慎姓和严正春 当时不说大盛 只要撑下来 那么西楚复国 就无疑于一场慢性自杀 可是两位老将的失利 促成了西楚这把心刀的开封 才使得谢西锤和寇江淮两个年轻天才 有足够余地去一战养战 欲战欲勇 现在西楚羽翼见风 就很难速战速决 加之主帅卢生相始终有名无师 他真正的敌人 除了西楚叛军 还有朝廷的勾心斗角 军中山头的争权夺利 西楚那边却重置成城 死消彼仗 这仗难打 好在朝廷啊 总算没把罪过 都推到卢生巷头上 没有振前换帅 否则 太子殿下说了 他已经做好西楚余孽大军 杀至荆棘内的心理准备 徐公大惊失色 赶忙环顾四周 放心 就算这种话传到了殿下那边 你我都不会有任何事情 殿下这点胸襟度量还是有的 这陈少保简单一句话 可真是泄露太多天机了 粗看是称赞太子赵钻 极有容忍之量 以及对西楚战局抱有消极态度 更深层含义 则是陈旺在传递一个隐蔽信息 太子殿下是一位宽容的储君 值得你虚拱投降 若是再往下深入挖掘 这太子还只是监国的敏感时刻 皇帝陛下还健在 就劝说或者说提醒一个兵部侍郎明确站位 是不是研制过早了 难道说这里头有什么玄机 要知道这些年台安城 可没有传出半点陛下身体有样的害人密信呢 难道说 就在许巩内心剧烈天然交战的时候 陈旺好像不过是拉了一句再不嫌不淡不过的家常 很快就跳到了下一个问题 那北梁能守多久 万一西北蒙户守不住 接下来怎么守 许巩何等老辣呀 对于这类分内事自是早有复稿 立即答复 一般情况下 光靠北梁边军能守个两年 但是这建立在双方不出现大纰漏 或者是大阴谋的前提下 可事实上两军对垒 你永远猜想不到 对手的下一步是惊艳还是荤溃 历史上许多经典战士 也有许多是阴差阳错造成的 有将错就错的 甚至有以错着圣庙算的 以至于还有某些人说的莫名其妙 某些人赢的自己都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是寻常的两军对峙 领军之人用兵平平 那无非是比拼双方抵运 没什么悬念 可两枉大战不能以此类推 因为双方拥有太多太多的名将 徐公有些神往 眼神出现一抹恍惚 北梁有楚禄山 袁左宗 阎文鸾 陈云垂和仲乎 哪一个不是一场场硝烟熏出 可独挡一面的大将 北蒙有拓跋菩萨 董卓 柳归 黄颂蒲 杨元赞 几乎每一个人 都可以让整个战局 发生无法预测的变数 徐公渐入佳境 画匣子一打开 就完全关不上 一手持杯 却不喝茶 一手抬起 在空中指指点点 在北梁被纳入黎阳版图之前 北方游牧的南清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以中原投井之地的北梁 作为首选 大军居高临下 往往势如破竹 缺点是战线稍长 哪怕一路达到了 中原之妖旅的相反 也再难更进一步 往往只能大略而返 第二条 则是由冀州边防 钻西南下 先遣游骑兰子马 分批搜索 荡平闲散零碎的关外阻碍 一方面掩护大军 一方面掳掠村庄 逼迫中原王朝退守据点 城池与城池 城池之间如岛孤悬 边防瘫痪 北方蛮族其军 则顺势南清 畅通无阻 如今北蒙啊 看似选择了一条 不明智的路线 其实取静忧而弃远律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北蛮子决心要打本朝 没有上侧可言 只有中下两侧可以选择 北蒙脱不起啊 我朝则是最能脱得起 如果等到广陵道西楚覆灭 那时候北蒙再开战 那才真是没得打 一个内部安稳的中原大地 一个锐意进去的中原朝廷 无疑是北方游牧的恶号 假使北蒙先打他们的西线 即我们朝廷用半朝国力 打造出的两辽防线 门外汉也许会觉得 这条线路距离泰安城最近 北蒙理应如此用兵 但真相是北蒙到时候 根本做不到亲历南下 因为北蒙三十万边军 注定会呼应东线两辽 对北蒙南朝展开主动攻势 一旦让北蒙铁骑 肆意插入腹地进入草原 届时北蒙大军 就算侥幸一路 推进到了泰安城脚下 那也是有来无回的下场 说不定南朝没了不说 连北部王廷都给捣乱了 既然现在北蒙选择了 硬骨头的北梁作为突破口 不妨退一步说 假设北蒙凭着伤筋动骨 真打掉了北梁 也没有到可惜歇口期的时候 因为接下来 很快就有两场恶仗死战要打 最知名的就是 这两场战争是同时进行的 元气大伤的北蒙 不得不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 西蜀有陈芝豹作战 东线上有大将军顾建堂领军 搁在北蒙面前 依旧不是什么软柿子 若是再退一步 陈芝豹没能牵制住北蒙 顾建堂那条号称顾若金汤的东线 也给彻底冲散 这又如何 太安城 让给你们北蒙好了 我朝依旧有一战之力 说到这里 徐拱那只手 由北往南猛然以落 我们大可以一口气退至广陵江以南 别忘了 还有烟炽王赵炳的百战之师 以赵炳大军作为核心战力 陛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笼络其五十万大军 绝非难事 话说回来 北蒙真能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 也算他们本事 他们要是最终赢得天下 别人不说 反正我徐拱 心服口服 反正大不了 就是战死罢了 这一切也有个前提啊 正是 前提是 北梁愿意死战到底 我知道那个人愿意的 没办法 谁让他是徐霄的儿子 谁都可以退 唯独他不行 我很难把当年那个花钱 跟我买试的年轻公子哥 跟如今那个说打就敢真打的 北梁王联系在一起 徐拱有些不知如何应对 北梁雪花大如席 想来泰安城都这样大雪纷飞了 我家乡那边只会更加酷寒 徐拱有些佩服这个 比自己要小上十多岁的读书人 一个北梁出身的年轻人 进京赶考 进士极地 在京城官场上 竟然从来没有骂过一句北梁的坏话 竟然也从未遮掩过 自己跟当时还是北梁世子的那点香火情 哪怕是这样 还能依旧减在地心 一步一步走上高位 甚至有望充顶却争取一下未来文臣领袖的交易 这期间的故事 徐拱不敢相信 也不奢望陈旺会主动说出口 而且即便陈旺愿意说他徐拱胆子再大 也不敢听啊 除非将来某一天 陈旺果真将处乡二字去掉了前坠 成了第二个张巨鹿 并且他徐拱还需要成为黎阳王朝的第二个 顾剑堂 两人这番交谈正如饮茶 尽兴了七八分还留有二三余味 再说下去也许都要自觉面目可憎了 徐拱起身告辞 陈旺也起身相送 一直送到门外 明日许兄就要前往北线 我还要准时去前面房就不送了 无妨 你我以后有的是机会相聚 徐拱乘坐那家不起眼的马车 于风雪中缓缓离去 车轮财亚出的痕迹 迅速被鹅毛大雪附上 陈旺转身踏上台阶 抬头看了眼夜色 突然对那位老门房吩咐了一声 老宋 回马车 想去赏雪了 啊 还有 记得让人跟他知会一声 夜进 跟徐拱一样 来不及拖去官袍朝服的陈旺笑了笑 不换一出城便是 老人立马倍感自豪 会心一笑 老奴这就去 没过多久 一辆马车出南城门 在一处小渡口停马 陈旺 陈旺走下马车 不知为何 他站在前往南方的渡口视线索望的方向 却是西边 陈旺掏出那常年携带的一小片物件 轻轻秀了秀 年轻时读书 陈旺 曾见古语有云 三世修得善因缘 今生得闻 齐南乡 他手中正是一片万金的齐南梦 他那时候不过是个寒窗苦读十年书 依然前途未卜的穷酸青年 他经常坐在那个卢尾丛生的阴凉渡口读书 而他往往会一边倒一一边听他读书 他说以后科举成名一定会衣锦还乡 一定会给他捎带些这齐南乡目 还有一定会娶他 然后他千里迢迢来到了这座天下首善的泰安城 在千军万马独木桥的科举中成功跳过龙门 只是到最后他成亲了 掀起了红盖头可烛火中的那张娇艳脸孔 不是他 他只给那家乡女子送去了 悟念悟等四个字 这么多年 他最怕的不是那位天心难测的皇帝陛下 也不是那位锋芒内敛的太子殿下 更不是那个无孔不入的赵沟 他最怕自己说梦话 怕自己喊出他的名字 更怕自己当时满腔热血选择的道路 会连累那位远在北梁的婉约女子 他曾羞红着脸却一本正经地跟她说 以后若是成亲了 田间老物就不许他碰了 为何呀 因为他是读书人 陈旺捏紧那片疾难 嘴唇颤抖闭上眼睛 隆东大雪浮了海满尖头 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理会那些落选 这位当之无愧的年轻处像缓缓睁开眼睛 你找到好人家了吗 就算没有 你千万不要再等了 如果嫁人了 应该也会是找一个 比我更懂得珍惜你的读书人吧 你肯定在怨恨我这个复心人吧 他不知道的是 渡口良人还在等着他 只不过曾经是站在渡口 如今是躺在了芦苇丛中 会永远等下去 人已死却不愿 未归之人却不知啊 在下余地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九十四集 太安城从来不缺热闹 时下就有传言 接替晋三郎的国子健新任佑季九 要开课讲武 先任李布侍郎的晋兰廷 在国子健中颇有口碑 不但在任职期间 为国子健争取到了诸多朝廷恩赐 还创办了京城内 最负盛名的诗舍 与舍中七名才子 并称泰安八郡 一举囊括了心科一甲三名 状元李吉辅 榜眼高亭树和炭花吴从仙 其中有诗鬼美誉的高亭树 在一次饮烟聚会上 做出了快智人口的最八仙 一下子就让在座八人 一夜间明动天下 明眼人都看得出 八郡之首的晋三郎 虽说在中书阁臣们那边不是很讨喜 但是他一点一点凝聚起来的气势 已经不容小觑 一个叫孙吟的门下省小卒子 破格补上了又记久的清贵空缺 就显得格外的突兀且无理 更奇怪的是 此人并没有传出什么有结实的靠山 所以孙吟的横冲直撞跟地方官员许拱入朝出任兵部侍郎 加上还有陈旺的一步登天 就成了降服元年尾巴上的京城官场 三大惊奇 可有姑母许氏身份的徐拱 毕竟之前有龙襄将军的弟子 陈旺陈少保则有太子世奖和考公司郎中的双重铺垫 这就衬托的孙吟愈发奇了又怪了 何况孙吟狂妄至极 公开扬言自己要讲的内容会是一场大演舞 他将作为攻方 手中拥有两支兵力 北蒙百万铁骑和广陵道的西楚复国余孽 所有听客之人都属于首方阵营 有朝廷新风票逸大将军的南征主帅卢生相所率大军 有大驻国顾建堂的两辽防线 有所有参与靖难的藩盟势力 最后当然还有那支被中原刻意遗忘多年的北梁铁骑 这场可谓前无古人的唇枪舌剑言语交锋 光是参与旁听的国子剑学子 便浩浩荡荡去了六千人之多 其中为首之人 正是那位三十年来离阳朝廷的第一位宰相 中书省主官齐阳龙 中书令左手边是执掌门下省的坦坦翁桓翁 右手是没能在权力变迁中 接任白国礼部尚书的诗艺人 继续执掌国子剑的理学宗师姚白峰 还有从清水衙门礼部 转去十全户部的白国 更有时值隆冬时节 却尤为春风得意的某位皇亲国戚 就是那位借着家序的光 大摇大摆撞入京城事业的柴郡吗 这场漫长的讲舞 从午时一直进行到黄昏 都还没有收官的迹象 但是没有一人退场 期间更有监国天下的太子殿下 携手太子妃悄然半途加入 很快又由老立部尚书新中书省府臣赵又龄 不掩身份的破开人流 参与其中坐在了一张临时新增的蒲团上 相较赵又龄 由汉林院长院升任吏部尚书的处向殷茂春就要含蓄低调 许多了 轻车简从到了国子健 跟年纪轻轻到令人发指的门下声 左散其尝试陈望 并肩而立 国子健持续的喧嚣热闹 称为京城上上下下的热议焦点 国子健外的九四茶坊更是人满为患 等着那场辩论结局的水落石出 不断地有世子书生跑到街上 大声地汇报及时战况 然而 在几乎人去楼空的汉林院 出现了两张风尘仆仆的老命空 一位是欲于不得志 潦倒多年的袁先生 另外一位让当职官员差点忍不住 当面翻起白眼 宋家奉出 这名从七品清流官员 倒是没太拿捏过架子给脸色 终究 先前出门访亲的袁朴袁皇门 还在汉林院挂着职呢 还头不见低头见的 没必要 为了一个宋克里 损了多年八面玲珑点滴积攒下来的功德 黎阳帝师袁本熙 在自己屋内落座后 半寸蛇的口齿自然是含混不清 我去国里见看一看 那也是你宋家的兴起日地 跟随袁先生结伴走过大江南北的宋克里 摇了摇头 不了 就地重游 无济于事 陈旺 分明 以后 就是你的阵敌了 他们无论事工学问 都不输你 不过两人在先游暗短明 这是你最大的劣势 也是你唯一的优势 宋克里点点头 暮色中 相距汉林院不远的赵家翁上书省衙门 高大自然碧眼的张巨鹿 独自走到玉街上 站在这条天底下 最雄伟宽阔的街道中央 背对皇城大门 望向南方的天空 老人没来由 记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一场偶然相逢 那时候 那人也很年轻 骑马 腿就没缺 当时自己被恩师故意压在汉林院 而至交好友 已经在兵部担任私家主事了 其余童年近世也都各自有了一份锦绣前程 那是一个文人被武夫压得喘不过气的世界 往前推十年 文人便如灵人 在朝堂上只配给武将当应生虫 若是再往前推一个几十年 王朝内处处翻阵歌剧 人人风将裂土 读书人连应生虫都难做 马屁没拍对 或者拍得花团紧簇 但是被武人误会了 或者听不懂 说不定就会直接咔嚓一下 砍掉脑袋 这么一个王朝 不说中原正统的大楚了 就是给大楚心甘情愿当奴作弊的冬月 也有资格笑话 这个北方的邻居是一群未开花的蠢蛮子 而他因为生得自然闭眼 连中原人眼中的黎阳北蛮子 都要冷嘲热讽 在某个读书人 日子终于略微好过些的深秋季节 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 他去兵部衙门 找好友开后门 戒约一份有关两辽疆土的渔徒 等他如愿以偿拿到渔徒 结果滂沱大雨 昼致 不敢让雨水沾湿 渔徒 只好在衙门口 沿下躲雨 可那场肃杀大雨始终不停歇 他就只能老老实实等着 然后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撑散而止 手里拎个小木箱子 对这个人 他见之不喜 因为此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五人气焰 观其身上装束 大概是个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杂号校尉吧 兵部衙门庭院深深 有树重树进 他猜测这人恐怕也就在第一进院子上就止步了 果不其然 那家伙被阻在了第一进的院子里 他就没有再去伤心在意了 只是等雨的时候偶尔转头瞥一眼 看到那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五人孤零零站在大雨中就这么一直淋着雨 雨伞放在脚边 还有那只打开的箱子白画画的应该是银子 只是这丁点的银子在胃口能吞天的兵部老爷们眼中算什么呀 同僚三四人喝上一顿花酒的事情而已 他依稀听到那个吃了闭门羹的年轻人的话语 点来倒去就是一个意思 我徐晓拿脑袋跟诸位大人保证 只需给我一千兵马一个月 只要一个月 下次拜会大人就会让人扛来十箱 十箱黄金 雨一直下 他听到那个院中年轻人不断地大声说话 不断地妥协 从一千兵马减少到八百再到五百 而箱子也从十箱增加到二十再到三十箱 当大雨终于渐渐转小的时候 兴许是在里头悠哉游哉饮茶笑谈的兵部老爷们觉得差不多可以出门返家了 陆陆陆续续有三三两两的大人物走出了重重庭院 含笑风声聊着天目不斜式地跟那个年轻人擦肩而过 可能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他看到一位身穿虎豹补子的老人副手走出院子 身边有一位兵部署官殷勤地帮忙撑着伞 散面全都倾斜向老人 老人经过那年轻人身边的时候停下脚步 用脚踢了踢箱子 因为雨小了许多 他听清楚了那场身份悬殊的对话 哪里人哪 末将徐霄 来自辽东锦州 打败仗了 是 那是末将兄弟七百人 吃掉了红城锤两个主力营 其中一营还是齐军 什么主力 什么齐军的 都是废话嘛 输了就是输了 本官只问你一句 本官就当消毒移情一次 给你点人手 但是你小子真能赚回本 能 那行吧 本官给你个虎符 可以去由伪军调遣三百人 至于箱子 对了 你先前说是扛来多少只 回大人 是三十 三十 五十 哟 还挺上道 行 本官就给你三百人 记得回头把箱子直接搬去本官府上 谢过大人 末将定不辜负大人恩德 呃 差点忘了 你叫什么来着 本官可不希望到时候想杀人都不知道找谁去 锦州营 徐霄 最后 那名兵部大佬走出了衙门大门 身边跟着那个屁颠屁颠一手为其撑伞的官员 一手卖力的拎着那只箱子 年轻时的张巨鹿看到那个年轻武将双拳紧握站在雨中腰杆始终挺直 不过手中多了一枚虎符 随即将虎符放入怀中弯腰捡起雨伞转身走向大门 年轻的张巨鹿在年轻武将捡伞的时候就已经收回视线 眼观鼻鼻关心 面朝南方 年轻武将没有急于撑伞 而是在门口眼下停下脚步 似乎看见了他主动开口笑问 还在等雨停 然后那家伙朝他咧了咧嘴 很干脆利落地把伞抛来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拿着 说完他大步走下台阶踩在泥泞之中渐行渐远 那一天 年轻的张巨鹿记住了那个年轻武人的名字 徐骁 那一年还没有用上永辉这个年号 偶遇的两个年轻人 一个还不是权倾天下的当朝首府 一个还不是公武可封的大将军 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在这个降服元年的末尾 只剩下他这个已是老人的张巨鹿 站在玉道上的老人缓缓回过神 笑了笑自言自语 我不喜饮酒 要是能在地下能遇见你得请你喝一杯 不过在这之前就让我为北梁撑一回散吧 我为你徐骁只为北梁百姓 于是黎阳百姓 降服元年末 皇帝赵敦寻边回京 御史台和六科几世中联名弹劾一人 黎阳首府张巨鹿下诏狱 朝廷公布天下十大罪 皇帝下旨诸九族 广陵道和南疆岛接壤处的祥州 因一条年岁并不久远的姓子巷而著称于是 这条巷子两侧都是江南庭院 虽不宏大却精致 住客也不是达官显贵 而是一些当年没有参与宏家北奔的落难门人 既有顿氏的西楚移民 也有上阴学公心灰意冷的先生 范家府邸 便在姓子巷的最深远处 范氏曾是南唐富可敌国的豪法 这一方范氏先辈 在当年逃难前的分家时 不要珍宝 唯独要了那一整楼最不易携带的藏书 这二十余年捉襟见肘 若不是靠贩卖新楼内的古籍 否则就要沦落到揭不开锅的境地了 黎阳昌盛 国运兴齐运一兴 好在范家出了一个不外功名的奇痴范长后 与黎阳朝廷星科探花吴从仙 并称为先后双九 两人不到三十岁就已是打遍广陵江以南无敌手 尤其是后来成为京城八郡之一的叹花郎吴从仙 登科后被皇帝陛下钦点 与黎阳齐代赵四位大国手交战 四战全胜 获得了匪夷所思的战绩 而在先后之争中略胜一筹的范长后 就顺势成为隐约的黎阳棋谈第一人 心或饭时段的美誉 今天是个冬日温序的好天气 事宜晒书驱除梅诗 一名相貌清雅的青山男子 把一捧捧刻本模本取出阁楼 摊开放在求术阁前的天井青砖地面上 亲力亲为并没有让仆役呆劳 一个脸颊被日头晒得红扑扑的少女 蹲在地上随手翻开那些书籍 不是看得津津有味儿 而是眉头紧皱 看了眼她的背影 男子晚耳一笑 伸了伸懒腰 瞥见一个巨大身影 坐在天井边缘 日光与阴影交错的台阶上 莫不作声 男子的愉悦心情浮起了一抹阴霾 这个魁梧巨人拜访范家的方式极为震撼 没有递交明帖 也没有扣向门飞 而是从天而露 砸在了范家后院的池塘中 当时范长后正与人下棋呢 陷入担惊劫律的场考 对异之人 让他把那个访客带来 范长后叮嘱家那听闻声响的下人 不要声张 然后这个魁梧如天庭神人的家伙 就跟那一老一小形影不离了 从不说话 范长后走到老人身旁 老人坐在一根小板凳上 身前摆放了一张金丝楠木棋盘 手边有一盏白盐 一叠脆生生的白萝卜 还有一碗白米饭 在那个肌肤金黄的魁梧客人出现后 老人就摆出了眼前这局残棋 然后也不落子 不言不语 除非是那个少女跟老人说话 哪怕是范长后说什么 老人也都懒得搭理 范长后此时站在老人身后 对着那副大事已成的官子局 心中满腹狐疑 黑白妻子犬牙交错 是典型的斗力之局啊 很不讲究其形 但以范长后的眼光来看 这局棋远远不值得老人如此用心对待 老人盯着棋局抓起一撮盐 撒在萝卜上 月天啊 还记得当年我跟你下第一局棋的时候 我说了什么呢 自月天好福子的范长后 毕恭毕敬回答 师父说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真正功夫在棋外 一句话是棋下的再好 也就那么回事 会下棋和会做人 天壤之别 嗯 所以我除了教你下棋 更要你不可耽搁了做学问 现在吴从仙在京城一举成名 你不争什么 反而比吴从仙更出名 将来立阳朝廷不管谁坐龙椅 是姓赵的还是姓什么 那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师父为何要我跟烟炙王世子殿下交好 是因皇上杀首府张居禄而失望吗 嘿嘿嘿嘿 月天 你难道觉得碧儿不该杀呀 就算皇帝要为太子召战铺路 杀张居禄一人足矣 朱九族 火候则过了 先不说火候大小 你先说说 看碧儿为何是必死之举 范长后走到棋局对面 正襟危坐 首府张居禄 纳心苛举 为寒门弟子打开龙门 前门下勇回宫卿 出现了阴茂春 赵又玲之流 不但是能臣 而且在张居禄的庇佑下 得以庙堂上顺风顺水 禁营官场多年 愈发熟忍帝王心思 和朝堂规矩 既知道如何明哲宝身 又知道如何仰望叙事的同时 赚取青史留名 这等臣子 比起春秋之中 那些君要臣死 臣情愿赴死的骨梗忠臣 不一样了 即便君要臣死 臣可以不死 心底也不愿轻生 以后不断涌现的韩氏仲臣 既然出身侍尽 几十年积攒的家底 丢了便丢了 在某些时刻 不似根深蒂固的门发弟子 要更富有舍得一身多的气概 张巨鹿是永辉之春的缔造者 更是满朝韩氏 川子皇的始作俑者 这是意思 嗯 远远不高 太子赵传要登基 不出意外 会是一位太平盛世皇帝 身无军功 但是朝堂上 若是文有张巨鹿 无有顾剑堂 新帝赵传便难以扶重 当今天下对首辅大人 不断下出适应手 靳兰庭的弹劾 对冀州中烈寒家的旧式重提 破格提拔柴郡王的女婿陈旺 召其阳龙进京 重新启用中书省门下省 用于抗衡上书省 诸斗手段 一直在步步紧闭首辅 张巨鹿看似从头到尾 都是选择步步后退 自行裁撤张卢势力 接连舍弃赵又林 阴茂春和白国 仅留下公认 最无载辅器格的王雄贵 甚至在张禄最后一根栋梁的 户部尚书王雄贵 被贬为广陵道金掠使 离开京城 张巨鹿依然没有出生 但是 只要张巨鹿不死 哪怕自己引旧辞官 这位文官领袖丢了官后 返乡隐居山林 那么本来就是用作抗衡张巨鹿 作为过渡的大忌酒齐阳龙 就会很尴尬 而且张巨鹿是几岁 齐阳龙又是几岁 到时候天下格局 亦有风吹草动 不在庙堂 而在江湖的张巨鹿 反而会有机会 成为众往所归的旧事之人 今时今日 张巨鹿和齐阳龙的悬殊待遇 以及在百姓中的地位 届时恰好就要颠倒过来 皇帝陛下齐会不明白 其中的道理 齐会留给太子一个烂摊子 若是仅有此论 没有我先前说的张巨鹿第一死 还可以作为君王 驾驭臣子的制衡术 可是 既然将来是一个没有大战士的王朝 加上朝中越来越人才积极 皇帝的降伏之春 比起张巨鹿的永昏之春并不差 赵家为何要留你张巨鹿何用 没错 没错 张巨鹿这二十年是雪中送炭不能杀 以后就只能做些锦上添花的勾当 伟大不掉 确实可以早点杀 这也算是一死 两死两死了 你继续说 先前两死是当今天子要考虑的身后事 此时两莽大战和平定广陵 则是迫在眉睫的眼前事 张巨鹿生前四面树敌 其中三面死敌分别是皇室勋贵 门发文臣 地方武将 这三只一直对首府大人憋着口 滔天恶气 皇室宗亲这二十年 过着过节老水一般的苦日子 当初原本以为 黎阳肇是先帝一统天下 他们都是功臣 又是肇姓人 理所应当可以与皇帝共享江山 不料被徐霄和张巨鹿两个人 一文一武就分走了全部功劳 如何能忍 有张巨鹿这刻来路时 站在庙堂一日 那些士族身份的臣子 如何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张巨鹿越是大公无私 这群人为家族谋取利益 就越难下手 当时张巨鹿要大刀阔斧 治理蓄力 严正和草运三世 磕磕碰碰 公布老尚书 不惜冒着惹怒首府大人 也要替人出头 从中作岗 老尚书为谁出头 自然是为这一大帮家族 盘踞地方的文臣 文武之争 是历朝历代的惯例 张巨鹿可以凭借手腕 摆平党政器眼 但是用广陵近南的杨某 趁机不断削发和义武 严正春 杨慎信 几大藩王 都成为实力折损的棋子 那些手握兵权的武将 亦是不能忍的 皇帝杀恶人张巨鹿 让三方势力出一口恶气 可谓一箭双雕 事后由新天子来安抚众人 便可算一举三得了 这也是意思 不过有件事你没有点头 这一死的必死之处在于 张巨鹿在权势巅峰时 他们再想跟这位碧眼儿争斗 也就很难再有不死不休的决心了 抱着这种心态跟碧眼儿斗 就算新皇帝给他们撑腰 肯定还是会被张巨鹿 随手弄垮青党一样 分而置之 徒儿受教 这就没了 你比你在香坟城的那个小师弟呀 可要差了太多 张巨鹿不结党 自断语义也就罢了 还故意跟最大必住的坦坦汪 分道扬镳 彻底沦为孤家寡人 若非如此 那些无知世子 哪里有胆子在张巨鹿门口 投掷罪状书来孤名钓鱼 这副景象 跟当年是个公民在身的读书人 就得骂上一骂人徒徐霄 如出一辙 若是桓温坚定站在首府身侧 别说他们这一帮热血的读书人 就是晋三郎也没这份气魄 少了桓温的张巨鹿 又是一死 黄龙氏不置可否 只是岔开了话题 明是风流多一事 这些流传朝野的义士 就像读书人的盐 光吃白饭就没滋味了 死不了人 但就是缺了那股精气神 早先偏君异于翻阵陵里的黎阳 闻人成天被五人欺负的半死不过 自然屁大点的一事都没有 碧眼儿啊 确实了不得 才短短一个永辉 就有了汉陵院当之黄门狼 勋罪而眠 天子亲自为其批求 更有坦坦翁 在镜中温酒一壶论天下 所以说呀 天下读书人 膝盖虽说还弯着 但是腰杆子 终于还是直起了 而是那场丧家犬的颠沛流离 记忆犹新 那些驻守关卡的武将 只认金银 处处刁难也就罢了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 是他们用长矛挑起书箱 满箱子读书人 命根子的孤本真本 就那么散落满地 被肆意践踏 我想一个书籍 能安然晒太阳的世道 就是我们读书人的好世道吧 反常后 唏嘘之后 深呼吸一口 张巨鹿科举舞弊 长子侵吞良田 地方上家族与民夺利 证据确凿 真是滑稽的证据确凿啊 后两者应该是真 可若说张巨鹿泄露考题 恐怕谁都觉得荒诞吧 不管真相如何 加上那桩牵连到 老首府的寒家惨案 这又是一死 这也就罢了 十大罪中竟然还有 私通边君一事 私通谁啊 倾斜半国赋税 打造东县以狱北马 那是先帝定下的国之大纲 张巨鹿和之罪有 这条罪状说得最为晦涩 你猜错了 这条不是顾建堂 是在说北梁啊 当然 这里头 也有顺便敲打 顾建堂身后 北地数十万边关将士的意思 张巨鹿掌权后 看似不顾为盈 竭力压制北梁徐家 但其实那都是表里现象 北梁边关 该拿到的好处 没有减少 换成其他人来当首府 朝廷这边 也许会无烟瘴气 但起码北梁那边 会更加难受 这是张巨鹿 在拿损耗君臣勤奋的代价 为王朝西北 换取一份隐蔽的安稳 这嘛 当然是一死咯 反常后恶然 继而站起身 面朝北方 重重 作了一议 是不是愈发觉得 碧儿不该死了 别看当下好像有无数人 为首府大人的倒台 偷偷偷拍手称快 其实真正的明眼人 尤其是像你这种 大心底认为名为重 军为轻的读书人 一个个人 一个个都在咬牙不语呢 你以为当时好像所有人都在骂徐瘸子 就真是所有人在仇视北梁了 哎呀 碧眼儿 坦坦翁 顾剑堂 严震春 卢白杰 卢生相 还有徐拱等等 真是只有仇视而无由衷静扬 要知道 当时徐霄带着北梁青旗 披甲策马南下 率军前往边境 阻截徐凤年的顾剑堂 嫡妻大将蔡南 整整六万人马 面对那个老瘸子 别说与之一战了 而且直接心服口服地跪下 只说了句很多将士 都清清楚楚在耳中的 末将参见北梁王 不但是他这个被朝廷寄予厚望 用以压缩北梁生存空间的大将军蔡南 六万甲士都一样的心思 把远远见着大将军徐霄一面 视为一生中的莫大荣耀 结果到最后 成了徐霄代替顾剑堂 巡视顾家铁骑 妙堂文臣 私下说起来愤愤不平 但是黎阳各地的武将士族 那可都不觉得有啥丢人现眼的 徐霄如此拔护而霸气 是他应得的 张巨露有你这样的读书人默默记在心中 同样也是闭眼儿应得的 故而这又是闭眼儿的意思 黄龙世面无表情 从棋盒中碾起一枚棋子 太子赵传 对这位首府肃无好感 曾经试图结好张巨露 幼子张边关无果 乱世杨武将 志士众文臣 此人注定会是一个文人皇帝 但为了文武平衡 必然要延续先帝赵敦 留下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相互彻肘的棋局 隔尘会比当下更多 但文臣领袖绝对不能要有 赵传要坐稳龙椅 张巨露又是一死啊 张巨露看事情比所有人都要远 以自污导致身败名裂 且不留退路警醒后事 碧眼儿无比清楚 以后形成文人治国的格局 行不上大夫这个礼 会被文臣反复提起 自永辉元年起 尚书省独大 不说六部尚书 就是侍郎也没有一个被杀头的 若是按照当下的势头 离阳以后就更难死士大夫了 这其中有件事的苗头很有意思 那就是宗室贵宙和毫发子弟的贪毒物 多少讲究一个吃相 可韩氏出身的文臣 抖落掉身上的泥巴后 就要更加没皮没脸 手段也更加隐蔽 碧眼儿显然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这一死 是他自求的 只不过在我看来 此一个守府 对待适风日下的后事 实在是有处不大 但是正因如此 张举鹿这一死 最让我黄龙氏佩服呀 皇帝赵敦要他死 张举鹿愿意死 又是一死 又是一死 这一死呢 是读书人祸与帝王家的最无奈 但也是读书人问心无愧的最风流 双指拈棋 始终不落于棋盘之上的黄龙氏不再言语 盐米饭和萝卜早已吃得一干二净 张举鹿有九死了 都说九死一生 你觉得碧儿还有那些生机吗 众人要他死 他又不想生 如何能活 黄龙氏把那枚白旗敲在东北旗盘泥处 而且还重新正了正位置 翻诚后十分惊奇 师父与我博弈 向来落子如飞 更不要说刻意去摆正已经落子的棋子的位置了 师父说过 落子即生根 事实从来如此无情 世上就算有长生丹 也不可能有后悔药 今日此举 又是如何 黄龙氏弯腰伸手从棋盒中抓起一枚黑棋望向棋盘上偏膝的位置 握棋子的两根手指在那里画了一个圈 先前你看我一起合成摆成这幅棋局 别看此地貌似大战震撼 黑白双方对杀极其距离 但其实很可笑 很有可能无关大局 范长后心头一跳俯瞰棋局接连问黄龙氏 是黎阳北莽对质局 这里是北梁 北梁拥有三十万铁骑 怎么可能无关大局 师父 我真的想不通 可以帮徒儿解惑吗 黄龙氏将那枚黑棋丢回齐盒 你一个犯时段怎能猜到北莽太平令的下一步 别费脑子了 给你一百年也想不出来 下棋能有你这份功力差不多就可以了 以后就想着怎么在新潮局中博取功名吧 其力越高 为人越虚啊 范长后小心翼翼看了眼自己的师父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凡夫俗族 师父和那位北莽帝师不在其中 那西楚曹长青 一半一半 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呀就是个傻子 曹长青整个后半辈子 其实都在争一口气 毫无意义 远处传来 喝的一声 似乎是在嘲笑这老头 胡吹牛皮指点天下 黄龙氏有些尴尬 范长后看到师父吃瘪 则是想笑不敢笑 黄龙氏站起身 走到还在那翻书的 小姑娘身边 揉了揉她的脑袋 很心疼的叹气 闺女啊 以后别找那同人的麻烦 也杀不掉她 老人拿起一本书 走向正是被齐玄珍 一把丢到广陵道此地的 北莽同仁师祖身边坐下 但是很快 被和和姑娘挤在两人中间 黄龙氏不得不 往边上挪了挪屁股 伸出手掌 放在书本上 感受着日光残留的温暖 我年轻时候 去展摩台拜访过齐玄珍 那位大真人说了句 自己提笔写书 不如行风翻书人看书 我黄龙氏是不信 也不答应 否则这一遭就白走 同仁师祖一言不发 黄龙氏转头问同仁师祖 还有多久啊 同仁师祖依旧双目无神 望向正前方 求书阁的这一方天井 重归寂静无声 一日复一日 全天下终于都知道 当朝首府张巨鹿死了 死在狱中 那时候世人才记起 一个该死却不死的老王吧 好像很早以前 就送给当时如日中天的首府大人 一句晦气的称语 难过除夕 那时候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好像大魔头黄三甲所有的断言都一一应验了 除夕 月穷碎尽 故而与新春首尾相连 旧岁至子而除 另换新岁 降伏元年的除夕夜 性子象不论老幼都在燃灯首夜迎新年 范家也是如此 宽新阁前 同仁师祖站在天井中央 举头望天 小姑娘和范长厚坐在石阶上 小姑娘板着脸 范长厚则是像个孩子低头哽咽 白天里师父破天荒 耐心跟他说了许多事情 许多道理 说了几位仍然在世 大幕僚的各自谋划布局 说了黎阳太子赵转和烟尺王世子赵柱的优劣 说了他应当如何侧应小师弟陆许 如何在几大股势力的血腥绞杀中脱颖而出 甚至连如何功成身退都说与他听 最后师父跟他说了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 就像是后世史书上给他范长厚的一句盖棺定论 范长厚喜功名善权术文才斐然 内酷劣而外温和 黎阳忠心六臣之一 善终是文真 阁内独占春秋三甲的老人手持一盏油灯 安静走在书架与书架之间 灯芯渐燃渐短 随着新春将至灯芯越短 灯火飘摇就要熄灭了 黄龙氏走到窗口望向夜空 笑容洒脱 泥南低语 很高兴遇见你们 叶白魁 徐晓 张巨鹿 原本西 你一山赵长林顾剑堂 纳兰又辞 环温 齐阳龙 曹长青 李当兴 老人举起那盏油灯 敬你们 敬春秋 敬你们金戈铁马 敬你们血一风流 老人打开窗户 将游进灯窟的那盏油灯 随手丢出窗外 我这一生何其壮灾 泰安城 爆竹生生辞旧岁 只是比起以往缺了那份喜庆气 就这样 黎阳朝廷迎来了降服二年 新的一年 第一次早朝 皇帝赵敦坐在龙椅上 他透过宽阔的殿门 透过宽阔的宫门 直直望向了那条一览无余的玉道 帝王自当难面而听天下 向明而至 兴许是敏锐察觉到当今天子的走神 四里见掌印太监宋唐路没有按时喊出那句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和殿外的臣子们都恭敬地低着头收敛视线 秉气宁神 安静等待 皇帝一点一点缓慢地收回视线 从那条好似没有尽头直达南疆的玉道收回到宫门 他还清清楚楚记得当年召见先灭大楚在平西蜀的两位武将 年长的那个瘸子 步子不急不缓 不是那种因为瘸拐的慢 而是一种走在这条为人臣子 最该郑重其事的道路 却还不当回事的那种散慢 此人配有一柄那名震天下的徐家刀 他的一步一步走近 让身为九五至尊的自己 感到一种倍感耻辱的窒息感 而瘸子身后的那个年轻人 相貌堂堂 一袭白衣 让人见之便心生亲近 尤其是他这个坐拥江山的新军 恨不得放低身价 与之把臂言欢 在新帝 新帝认为 先帝可以有那个瘸子为之 南征北战 那么他自己也该有一个 又过之而无不及的白衣兵胜 他一样可以像先帝那样富有魄力的 给予一个年轻武将最大的权柄 最多的兵马 为他牵马送行 让他放开手脚去扬边塞外 君臣联手建立前无古人的变故 只是当年那个白衣年轻人拒绝了 皇帝有些失望 但没有生气 再后来 皇帝看着那些日后熠熠生辉的年轻读书人 也是在这般沉沥中 他们带着难以掩饰的拘谨和兴奋 一步步地走入自己的视线 阴茅春 赵又玲 白国 王雄贵 郑真贤 前右剑 琳琅满目 他们共同缔造了 黎阳王朝的永辉之春 而他们注定会与他一同 在清史上流传千古 永辉末年的朝会 庙堂上没有那两个桀骜难逊的爱眼藩王徐霄和赵炳 但是有顾建堂 杨慎兴 阎振春这样的功勋武将 还有卢生相卢白杰 有足够年月去积攒战功的轻壮将领 有张巨鹿 环温 姚白峰 这些渐渐老去的文臣领袖 有殷茂春 这些正直壮年的名士 更有那些好似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一家三名状元狼 榜眼 叹花狼 先帝曾经深深遗憾 自己最早置在天下时 用人处处捉襟见肘 但是他照顿不一样 真正感受到了 左拥江山的那种豪气 皇帝又收回了一些视线 看到了那座店门 那座门口就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龙门 天底下所有官员都想要跨过的龙门 他亲眼看着一位位官补子秀白贤露丝或是熊皮的年迈文官武将 年复一年跪在店外广场上 颜巴巴看着这座老百姓口中的金鸾殿 一直跪到躺进了棺材 还没能进入其中 皇帝再次收回视线 放在了大殿内 西楚老太师孙希记的那把椅子没了 这个老头子当下应该是在西楚皇宫内站在那个小丫头身前吧 皇帝对这位老人谈不上憎恶 几次君臣对话 皇帝都佩服老人的渊博学识 甚至私下名言 暂时只有西楚的水土才能赋予老人这种独到气态 当然只是暂时而已 老人也是真诚地点头认可 这样的老人哪怕去了西楚 皇帝觉得就算日后朝廷大军平定广领道 只要老人还愿意活下去 那么黎阳王朝就应该有让老人安享晚年的兄弟 皇帝最后看着背对自己而战的年轻人 身穿正黄蟒袍 是他的儿子太子赵转 对于这个已经监国一段时日的儿子 皇帝没有什么不满意 只是看着他就难免对敌长子赵武有些愧疚 所以他打算将那个据说风华绝代的陈瑜远嫁给边关的赵武 而越过太子的头顶 皇帝看到了一个刺眼的空位 那附近有站在那里有些年头的门下省欢温 还多了一个新任中书令齐阳龙 另一边还站着从两辽返回的大祝国顾建堂 就是唯独少了那个人 皇帝双手下意识握紧龙椅的扶手 他去过一趟赵狱 但始终远远站着 一直从深夜站到清晨 却没有走进去面对那人 他怕 怕那个子染碧眼儿在狱中会狼狈不堪 怕自己会看到当朝首府尸魂落魄的模样 但心底真正怕的是 怕这个叫张巨鹿的读书人 根本就没有半点颓然 只会笑着骂他 赵敦是一个昏君 嘴唇轻轻颤抖的皇帝 悄悄松开了手 而宋唐鹿几乎是同时朗声开口 有事起奏 无事退场 在下余地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95集 寒气轻骨的夜色中 一对夫妇携手走在万籁寂静的宫中 走到一座雄伟大殿前 神采异异的男子转身帮妻子紧了紧胡球的胸前绳结 然后抬头望向那座殿阁的顶部伸手指了指 肝胆相照 君臣共分秋月 一起相投 兄弟共作春风 这是先帝与徐霄杨太岁在那儿的情谊 男子侧身温柔握住妻子的双手 低头帮他喝了一口热气 大丈夫当雄妃 安能赐福 这是赵恒七岁就在先帝跟前脱口而出的言语 我万万说不出 地院无恙者有四 青山藏书 美人与兄长 这是赵姨那个大胖端说的 所以天下是我这个兄长的 但我乐意送给他一个广灵道 赵炳那家伙少年时 经常自称可以听见床头短剑乌乌坐龙虎音 这是越年长 越沉默寡言 我就把他打发去了南疆 打背马 没他的事情 至于赵英赵衰 我对他们一直没什么感情 但是赵英既然死得其所 我也不会吝啬什么 陛下 男人看着眼眶泛红的妻子 突然笑了 我知道 我这是回光返照 时日不多了 他的妻子 母仪天下的皇后赵志 把脑袋轻轻搁在他的肩膀上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 就是觉得陪你的时间太少了 说来好笑 也许我面对那几位队臣 面对那些奏章的时间 都要比在你身边的时间更多 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把戏吗 那时候你只是皇子 我是皇子妃 自然记得 赵敬天下的皇后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片刻后赵敦捂着嘴仍是不停的咳嗽出声 赵志帮着轻柔垂背 赵敦缓过来后握紧了他的手 走了 陛下 知道吗 能嫁给你 我很开心 能跟你白头偕老 更开心 我知道 你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 但其实啊 你已经不能再好看了 瞧瞧 你都有白头发了 我一样还是看不眼 还是跟当年 初次看到你一模一样 一眼看到 就喜欢得不行 喜欢到 此生再不会不喜欢了 原来你也会说这些情话呀 情话自然是会说的 只是以前总以为 天地下最好的情话 就是跟你一起走到了今天 还能让你知道 我比初见钟情更喜欢你 被紧紧牵着手的妇人停下脚步 乌液抽气 很没有一位女子母仪天下该有的风范 而她也跟着停下脚步 试图伸手帮她擦拭泪水 但是她最终倒向了她 她摟着她 虽然泪痕尤在可眼神异常坚毅 压低声音 我会帮你看着这大好江山帮你看着坐在龙椅上的转儿 才步入降服二年就传来一个天大的噩耗 黎阳王朝的开春举国上下接稿速 偌大一座泰安城更是处处可闻哭声 然后一名当了二十多年皇子和只穿了才一年太子莽服的赵姓年轻人 名正言顺的穿上了那件王朝独一份的衣服 君临天下 年轻的异国之君穿着无比和身的崭新龙袍 勾勾坐在那张椅子上 他在满朝文武行跪拜大礼之时 面无表情的跟历代皇帝一样 举目望向远方 皇帝这时候本该是虚手一台不识礼仪的缠声说一句 众情平身 但是他没有急着开口 他眯着眼尽情欣赏着店内店外黑压压的跪拜身影 他不说话就没有人可以起身 因为从现在起 黎阳皇帝就是他照转了 他有意无意瞥了眼西北方向 嘴角不易察觉地畏畏较急 在幽州边境的燕之郡 陶家是可以称为郡旺的名门大族 祖宗子弟在幽州官场文武兼备 而且陶氏家风谱后 陶氏家主陶锦枣 积附善明建造一仓储粮多次开仓震灾忧众 在北蒙百万大军压进北梁的时刻 燕之郡许多大族都遵循小兔三窟的治家理念 让年轻子弟携带财产偷偷转出北梁 唯独陶家没有任何动静 一行人时数起于这个开春时分的深夜赶赴陶家大宅 年过五十的陶锦枣先前得到一封措手不及的密报后 慌忙披衣而起举驾出动 打开一门 一家白鱼口一起毕恭毕敬地跪在门外时阶下 为首一起是个全身笼罩在厚重球袍中的年轻人 身后是一名两缕雪白长眉的独臂老人 一名身材由胜北地健儿的白衣女子 之后失于护其皆是副短弩配梁刀 清一色的白马 徐凤年跟淘金早快步走入大门 见一名妇人怀中的志童生得清秀灵气 便摘下腰间的一枚玉佩 笑脸温絮送给那孩子当见面礼 然后徐凤年先让淘家老幼妇孺都散去休息 只剩下淘金早淘文海父子相随 徐凤年压低声音直接了当地问淘金早 从灵州赶来的最后一波浮水房碟子都安置妥当了 这一波二十六人都已在各处安插完毕 三拨人马总计八十一人 再加上先前从王府秘密派遣到燕之郡 那四位二品小宗师和十五位三品高手在暗中可以相互侧应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潜入境内的北蒙死士自投罗网 如今边境各个关隘都已关闭门户 又有边军精锐游弩手和游州当地赤猴大举四处游业 就算有些漏网之鱼越过防线 也很难深入幽州腹地刺杀官员 徐凤年点了点头 坦台平静 随斜谷和白马一丛自然不会参与密谈 只剩下徐凤年和陶家父子在一间雅室落座 窗外可见重重茂盛绿竹 很快就有一名身段恶诺的女子端来热浆茶 放下后又去房间角落屈膝坐下 弯腰娴熟灵力地打开剃盒 数十种珍贵香料放在他身前一方紫檀质地的小鸡案上 坛案上先前陈设有典型的主臂三件 一瓶一炉一盒 炉为主平和为臂 徐凤年双手捧着姜茶喝了一口 顿时寒气驱除几分 浸润的心脾温暖 徐凤年一眼望去就知道那只黄铜香炉是出自男著名家黄庸之手 炉子极富古裔冲淡刚见 经过多年养护散发出一种鲜红的色泽 徐凤年有些心不在焉的神游万里 视线一直停留在那年轻女子附近 淘尽早会心一笑自己这个年龄最大的孙女这么多年一直不愿嫁人 害得他被一些个联姻不成的老友嘲笑为淘家游女其祸可惧 不同于心眼活泛的父亲 陶文海始终在偷偷观察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北梁王 由于陶家有个在浮水房挂名的隐蔽身份 陶文海很早就参与到北梁 尤其是幽州军情谍报的传递 相比寻常北梁大族子孙 陶文海对徐凤年的好奇心要更丰富 也更深刻 徐凤年收回思绪 失礼了 那女子奄然一笑 徐凤年重重喝了口姜茶放下茶杯 按照楚庐山从南朝那边挖来的情报 北蒙女帝很早就让李密碧布置了一个兵马未动刺客先行的计划 北蒙江湖势力分为两块 绝大部分顶尖高手和所有墨留五人都进入军中效力 而中层高手则划分给李密碧这个北蒙碟子大头目 用以精准暗杀我们北梁的边军将校和境内文官 他们不会去楚庐山所在的北梁都获府自寻死路 但是像陶文海拟这种北梁不可缺的同时又相对匮乏贴身护卫的中间官员是北蒙死士的最佳刺杀对象 徐凤年伸出手指轻轻转动茶杯 梁州以北的边军皆是城池军阵拥有很大的纵身 对方很难找到机会 幽州就要复杂许多 葫芦口一带虽然有织网密布的大小树谱封碎 但初中还是主要用以组织北马大军的急速推进 对付这种秘密前行的诸王死士和江湖高手 就力所不待了 就算燕文鸾大将军和幽州将军黄府平已经派出十六只五百人左右的精锐游骑 在边境线上捕杀漏网之余 相信还是很难奏效 幽州方向真正的战场还是会发生在境内 因此吴同院和浮水房的游损英室 主要还是要盯住如同胭脂郡这样的边境郡线 不过别看有损英室都以清朝出动 真正计算起来到时候注定会手忙脚乱 陶温海轻轻看了眼父亲淘尽早 后者点了点头 陶温海这才开口 王爷下官现在最担心的是北莽在入境后将队伍打散 每支队伍各自有一名或者数名顶尖高手领先 就算我方有有损英室暗中保护 用性命作为代价在死前传递出了讯息 我方附近死是在第一时间 闻讯赶去那处战场四周围剿 怕就怕在对方在之前袭杀中隐藏了实力 其实根本就没有要一击得逞变撤的意图 到时候我们反倒可能出现第二轮惨重伤亡 等到我们回过神不得不集中几股主要势力前去堵截 说不定敌方其余尖端势力又开始悄悄动手了 我们自然故此失逼 直说无妨 毕竟我们北梁只是人口稀薄的一鱼之地 这种相互比拼消耗高手力量的战争并不占用 尤其是北莽道德宗 齐剑岳父 公主坟和提冰山四大势力都已派出精锐加入其中 更有许多成名已久的北莽魔道枭雄也为李密必取策 我方在二品三品五道宗师的数目上肯定处于绝对劣势 但恰恰是这一类角色 在刺杀和反刺杀的较量中可以发出最为一锤定音的效果 我们的大量亲戚尤其则很难发挥 说难听点 也许就会从头到尾被牵着鼻子走 连他们的一脚都未必抓得住 嗯 事实上 北莽那边明确身份的一品高手就有五位 分别是道德宗长律长老 齐剑岳府的大岳府 公主坟的小念头 还有两个榜上有名的魔头 所以说这次北莽江湖的整个老底都给他们皇帝陛下刨出来了 咱们幽州就是那位老妇人整顿江湖的第一块试金石 陶温海和陶金藻这对父子面面相去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深沉忧虑 当然好消息是除了那位半面庄的小念头 其余都只是金刚镜和纸玄镜 在这二品小宗室中以旗剑岳府居多 这里高手境界是不低 但要说生死相搏 未必就比得上北梁的三品五夫 陶温海苦笑无言 敌人反正都如此强势难敌了 这似乎也不算什么值得庆幸的好消息呀 角落处那屈膝而坐的女子缓缓搅拌均匀香灰 将沉香切成小块 点叹和弱香都充满恰到好处的婉约美感 因为今夜谈话肯定不会短暂 他的动作便不急不缓 王爷下官斗胆提议 你是想让吴家摆齐摆剑来幽州救火 是 不可 吴家见识要留在楚庐山那边以防不测 现在还不能动 淘金早 陶温海知道北梁王身边那位长眉独臂老人 是先前在梁州城内一战成名天下之的剑仙人物 只不过他们当然不会觉得这种高手会离开北梁王身边 关键是他们父子哪怕眼力再差也看出眼下 北梁王很古怪 像是大战之后只获得一场元气大伤的惨胜 如果不幸猜中 那么那位剑仙老者就更不可以擅自离去了 事实上 徐凤年倒是在身边有澹台平静的情况下 很希望随斜谷能够触把力 但老人家完全就没把幽州局势当回事 为老不尊的一塌糊涂 说澹台平静在哪儿 他就在哪儿 俩人家在一起都两百多岁了 用随斜谷的话说就是如今还能与他相互看几眼呢 当然是能多看一眼是一眼吗 但徐凤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任由北莽势力在幽州耀武扬威 除了吴童院扶水房的调动以及听朝阁高手进出 他还让纸旋境界的沉浅枯主迷凤杰来到了幽州 跟那个曾是旧北汉镇国大将军樊宝山孙女的樊小柴配合 前者已是纸旋境界 而樊小柴如今的实力 面对什么齐剑岳府的二品小宗师 哪怕是一对二也可以稳胜 以他那种畸形的执拗性格 说不定对上三个都能够玉石俱焚 加上观音宗炼气势都已经悄悄赶赴幽州 并不直接掺和这趟浑水 但会尽量盯住那些大战之际 昙花一现的一品高手 会把军情传给就近的有损英式 以便幽州有地方是 这场战争肯定是一场有很多小规模接触战的血腥战役 串线组成的一旦双方遇上注定是非死即上 没有什么全身而退可言 比拼的就是哪一方的转移更迅猛更隐蔽 陶金枣陶温海只是猜测这位北梁王身受重伤 可北蒙李密碧却是明白五五知道的 因此随邪谷这个存在会是北蒙需要重点针对的一个点 在徐凤年看来 除了那位公主坟小念头会是随邪谷看作假想敌的后手 应该还会有一位隐藏更深的顶尖高手 当然徐凤年眼中的顶尖自然不会是跟陶金枣陶温海这些文人在同一条线上 这里有比较详尽的幽州形式渔图吗 哎有的有的 我这有幽州疆域图 也有郡县图 小王爷您看 陶温海将最大的那幅幽州全州形式图摊开放在桌案上 然后将小的那四五幅分开放置这些东西可不是谁都敢民间私藏的 一经官府发现那绝对是要抓进去吃饱劳饭 徐凤年站起身 陶金枣和陶温海也赶紧起身 徐凤年详细询问了有关幽州各个郡县的死士分布 想着查漏补却 三人自然会偶然谈及各处郡县的地形 陶温海惊讶的发现 这位藩王连许多烟制郡本地人都讲不清楚的地理也是了如指掌啊 对于各地驻兵和领军校尉更是随口说出 甚至连那些品质不过六七品的武将 履历和治军性格都是一清而出 陶温海难免怀疑自己这个小县位也是难逃法眼 一时间好不容易放回肚子的心又提了起来 生怕给年轻藩王留下半点不好的印象 三人这一聊就是整整两个时辰 那名年轻女子除了天香天茶天竹 就一直安分守己的屈膝坐在角落 他叫陶潭湘 他不是为了北梁王而如此得体的献殷器 即使他很早很早就开始关注徐凤年 那时他还只是那个声名狼籍草包至极的世子 殿下 又过了一个时辰 徐凤年笑着让年迈的淘金早先去睡觉和陶温海继续挑灯聊天 话题也更广了些 不再局限于幽州 甚至是北梁 而是囊括了 黎阳和北莽的朝政军事两个王朝的乡土人情 陶氏家主先前在离去时走到孙女陶潭湘这边 让他去烹茶和准备一些糕点吃食 所以之后搬去窗边小榻的闲聊 他就坐在北梁王和叔叔陶温海之间的座位上 有点三足鼎立的挟去意味 当天空泛起鱼杜白 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睡意的陶温海仍是起身 陶温告辞离去 他请求北梁王准许桃檀香与他一起在桃家大宅内随便逛逛 徐凤年微笑着点头大意 两人散步走向桃家书楼 两人之间从头到尾都隔着两间距离 没有任何若即若离的感觉 桃小姐辛苦了 不辛苦啊 就是祖父可能会有些失望 不过我不失望 很知足了 徐凤年会心一笑 也直言不讳 哼 你可不丑假 如今赴梁为官的巨念世子一抓一大把 品性才学兼具的也不少 诗人藏书看重版本和权制 例如版本精良的凤版书籍就有一页百两银一套值千金的说法 但我们家书楼不挑这个 祖父觉得什么都不如书上的先贤言语来的重要 与其花一千两银子买一套凤版 还不如买一百套寻常书籍 所以这座书楼藏书数量并不比中原那些大书楼要少 而且若是有读书人来借书看书都畅通无阻 我听说过你们陶家还会全权负责那些求学韩式的饮食住宿 北梁世子的富籍游学之风远远不如中原 很难得啊 但是燕之骏因为有你们陶家 不熟江南 我爹说过 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之家 就像是一个肌肤充盈之人 但若是阳气过盛不去调理 必然有一天会伤及脏腑 因此我们陶家年复一年的赈灾 借书和善待相邻 都是一种必须的治病 治病不能等到病入膏肓才去亡羊补牢 嗯 就凭这一席话 你爹就可以去当个绰绰有余的郡守大人 徐凤年走向陶家大宅的大门 跨过门槛的时候对陶潭香开口 你先回去吧 女子熬夜很伤的 我还要去排风那边等人 没事啊 我很想知道天底下谁能让北梁王等候 徐凤年一笑置之 两人站在一座排风下 不知等了多久 事业尽头的远处 终于出现了一辆马车和一队百鱼骑的白马一丛 陶潭香转过头 正好看到他笑了 他看到他快步走去湘营 他没有跟上去 站在原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马车和骑队整齐停下 陶潭香看到 从马车上走下一名看不清容颜的年轻女子 徐凤年看着从梁州王府一路赶来的女子揉声问道 冷不冷 女子摇了摇头 跟白马一丛一同前来的某骑十分僭越嫌疑的没有下马 只是跟徐凤年视线交错后点了点头 然后拨转马头策马离去 这名骑士没有配刀也没有妇弩 只有一根沉重铁枪 但有这一起一枪 整个幽州就乱不了 徐凤年跟白马一丛要了一匹战马 先把那女子抱上马 然后自己翻身上 抱着他两人共乘一起 以前答应过你 要看遍北梁风光的 他靠在徐凤年温暖的怀抱中不说话 徐凤年一家马赴 沿着白马一丛来时的路途策马狂奔 除了两人一起四下已无人 容颜焕发的他举起双手放在嘴边 很孩子气的笑了笑 徐凤年代路承宴 白马走北梁喽 哈哈哈哈 白马走北梁千里快栽风 从前有座山叫武当 山上有座风叫莲花 风上曾经住着一个想下山却又不敢下山的年轻道士 他叫洪喜相 只是那位年轻掌教一趟下山返山后 听说就离开了世界 然后更为年轻的新一任掌教李玉甫 带回了一名眉眼灵气的幼灵志同 他叫于福元宵是大节日为了迎接降服二年的元宵佳节武当山上的道士不论辈分人人都在批竹打造竹制登笼 然后湖上宣旨 哪怕临近元宵天未亮的时分仍是有许多的善男信女开始登山烧香 失职北莽大军南下之际整座北梁三周就像个漏斗人口锐贱 衬托的这些入境的外地相克颇向那逆流而上的鲤鱼足以可见如今武当的盛况 更有传言朝廷很快就要将龙虎山的道教祖庭称号转赠武当 用以安抚北梁 在烧香大军中有一对儿小夫妻模样的年轻男女 他们跟山脚偶遇的另外一家老小结伴登山 一路借着那家人的灯火好走山路 年轻人介绍时自称徐奇是地道的北梁人士 妻子姓陆老家在清州 用他的话说是驾鸡随鸡驾狗随狗才到了北梁来吃苦 跟他们同行的那一大家子 足有祖孙四代十六口人 老人姓延 八十岁高龄 说是广陵道人 当过京官也做过地方官 去年才治世还乡 老人言谈风趣极为贱谈 一路上跟着徐奇聊着大江南北的建门意识 为枯燥的登山之旅平添了许多的欢声笑语 而那徐奇虽没有什么惊奇言语 但也次次都能接上老人的话头 距离武当金鼎主峰 南神道长达十二里 又是山路 严家有老小有妇孺 脚力孱弱走得缓慢 等到山上响起第一声沉钟 他们才走到一半的路程 在那专攻旅人相克歇脚的亭子里休息 老人趁着沉溪举目远眺 徐奇和妻子并肩而立欣赏着山下风景 老人收回视线坐下后 马上有幼灵的曾孙子跑来帮他敲腿捏脚 老人开怀大笑 宠溺的把孩子一把抱到腿上 用手指着东方 这幅景象叫天开清白 大爷爷山上真的有我娘说的神仙吗 那神仙可以腾云驾雾吗 严家老家主哈哈大笑 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转头看了眼云遮雾绕的山顶轻声感慨 不敢高声雨 恐惧天上人 没有得到答案的孩子 一个劲的撒娇纠缠 老人只好开口继续讲了起来 我被读书之人 都需恪守圣人所言的不与怪力乱神 不过呢 太爷爷跟你这个小娃儿还是可以说一些题外话的 太爷爷我呀 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曾打着腹肌游学的旗号 去偷偷做那青山仗剑登高仿仙的事情 兴许没有机缘 就没有寻见过世人眼中那些刻发童颜的高人 只是中年时跟许多人一起去过龙虎山天师府 跟那一辈老天使有过一面之缘 但也不曾有机会深入交谈 毕竟那会儿太爷爷的官帽子太小 竟陪陪莫作而已 当时只觉得围观不如修道啊 天下读书人何其多 生前太夫死后文正何其难 天下修道之人则不多 做到那一品宽深的羽衣清香 也就相对容易了 太爷爷 那咱们千里迢迢来武当山做啥呀 我爹说他乘车都要颠簸得骨头散架了 附近一位年纪不大的儒氏顿时难言 老人捋着雪白胡须微笑出声 太爷爷是没见过神仙 但牧首一方的时候 见过一位路径辖境的同龄道士 有过一场相谈圣欢的交谈 那道人教了我一套养生之术 太爷爷能活到这个岁数 都归功于那道士的恩惠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记得很清楚那道人的模样 身材高大 仁义而又豪奇 有古代尤世之风 比起天师府的皇子贵人 实在是没有架子可言 那人便是武当山的上上任长教 叫王冲楼 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他是北梁武当山的长教 所以趁着身子还没完全埋进黄土 赶紧来这里看一看 顺便也想看一看 北梁的西北天高 到底是怎么个高 因为太爷爷以前在太安城当官的时候 有颜官亲时弹劾一个人 说那人到了北梁后 打开宴席的时候 竟然就指着屁股底下的椅子 对众人说 这张椅子不是龙椅 但比京城那张要高许多吗 老人的儿子也快有甲子高龄了 闻言后笑了笑 多半是无稽之谈 老人点点头 那个一直看着老人抱着曾孙子的北梁徐奇 没有说什么 转过身 默然望向远方 他妻子握住他的手 侧过脑袋 轻声问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正是徐凤年的徐奇 揉声回答 真的 当时我还小 当时就坐在我爹腿上 这句话其实是他对我说的 大概是想告诉我 当皇帝其实没意思吧 徐凤年握紧陆承燕微凉的小手 低声倒破天际 官员七十治事 是黎阳朝廷的规矩 能够在七十九岁才治事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老人是严松 当金官最大做到礼部左侍郎 跟首府张俱禄正见不合 后来被排挤到了江南道卢州 心灰意冷 便在地方上安心做起了学问 这次张首府身败名列 朝野上下静若寒蝉 严松是少数几个 敢为首府大人打抱不平的 可见他当年跟张俱禄 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之中 所以我之所以跟他同行 是因为徐霄对此人观感不差 说那么多骂他的人里头 严松骂他徐霄 骂得很凶 但有理 老人突然对徐凤年笑了笑 我进入北凉境内来武当山之前拜访过几家书院 那里的情景让我大出意料 好像你们新凉王比老凉王更殊胜气些 实在难得啊 陆承彦看了眼破天荒 流露出些许汗颜神情的徐凤年 他会心一笑 徐凤年转过身 肯定是明知武功不如徐霄 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文字上查漏不缺吧 小孩子一头雾水 扯了扯老人的袖子 太爷爷 我大伯不是说那北凉王的武功 很厉害嘛 一位中年人哭笑不得 文字武功的武功可不是说打架的本事啊 闲聊过后一群人重新开始登山 如今来武当山烧香 有一件事情成了访客乡客必须要做的 就是亲眼看山上许多道士 不分年龄 不分辈分集体参加的早晚两次功课 严家老小之所以如此赶早登山 就是想要去欣赏那一幕场景 数百上千道人在广场上一起练拳 传言 那套拳法由上任长教洪喜相手创 谁都能练 谁都能学 谁都能获益 当一行人终于来到山顶武当主观的广场外 果不其然 如外界传言那般 无数战位 疏密得当的武当道士在广场上一起练拳 便是在门外汉的老百姓也看得出那套拳法的舒服 好一个行云流水 坐在附近脖子上的孩子指着远方 好似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神仙人物 满脸惊喜雀跃 那里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也在打拳呢 那里那里 他在赚钱呢 老人虽然看不清楚那边的情况 听到后也有些讶异 不是说领拳之人是现任长教李玉甫吗 李玉甫收了个徒弟 在那些道士身后位置上 还有许多的乡客也都跟着打拳 也许不得其议甚至连行四都称不上 但是一个个的都很起劲 只是他们看不清楚领拳道士的身法 只能跟着前方或者附近的乡客一起打拳 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但所有人都很认真 然后严加老小就看到一个看上去辈分不高的年轻道士 从前方缓缓走到后边 一路走来 不断对学权的乡客们进行细心指点 有哪些动作太过用力了 或者有哪些手法没有到位 又或者是他玩不够 或者是误解了八倍 都会微笑着帮忙纠正 徐凤年看着最前方的那个每个动作领拳都一丝不苟的小道士 神情有些异常 那年轻道士看到了徐凤年 微微一笑快步走来 你也要打拳吗 你想看 陆承晏笑着点头 徐凤年缓缓走上前 在队伍最后站定 然后悠然开始打拳 那年轻道士愣了一下 然后就站在徐凤年一起 两人动作如出一辙 远转如意赏心悦目 徐凤年闭上眼睛 当年有个倒霉蛋 每次见到自己 知道自己会挨揍的他 都会苦哈哈挤出笑脸 说上一句 你来了 徐凤年轻轻地自言自语 哼 七牛的 我来了 在下鱼帝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96集 武当山与徐凤年有缘 更是徐凤年的福定 这已经是北梁的工人 都说徐凤年这个新梁王 能够成为天下第一 归功于当年在山上练刀期间 跟前后两任长教 砥砺修行 这才有了之后 在武道境界上 一日千里的惊艳光景 如今武当山腰处的喜相池 变成了新的武学圣地 瀑布后的那间石屋 每天都有各地五人 前来打坐面壁 拥挤不堪 只为了沾一沾 人间无敌之人的仙气 不过 武当虽然将喜相池 对外开放了 但距离深潭不远的 那座小茅屋 和一方小菜谱 武在北梁王府受益下始终藏掖起来 不许外人靠近 小道士渔福 偶尔会去茅屋那边玩耍 原本荒废的小菜谱也重新看见了绿意 跟颜家老小分开后 徐凤年跟着李玉府来到喜相池盘 就地重游 当徐凤年看到熙熙攘攘 一大帮人钻出帐篷 剑搭棉筋去池边洗树的壮观场景 有些哭笑不得 转头问李玉府 整年都是这么个光景 是啊 这些习武之人大体上也不闹事 一时住行都自理 每天除了早晚两次去广场上跟着练拳 就都在这里修行 武当山总不好赶人 也不知道谁把小师叔 木剑斩瀑布的事情传了出去 半年以来 光是从池子里捞出来的折断木剑 就有一百多把 后来又有一个说法 说王爷之所以神功大成 是从水潭底找到了一部武学秘籍 于是这么多人 哪怕上山的时候是汗鸭子 如今也都一个个水性熟忍得很了 不过秘籍没找到 倒是从水底取出许多光洁如玉的鹅卵石 零零散散加在一起也有几百克 后来他们一合计 在山下找了个手巧工匠 打磨出一套尚好棋子 送给了武当山 理虽不重但情义重 如此一来 咱们武当就更不好说什么了 徐凤年无言以对 他所熟知的江湖本就是如此 越是市井底层 便越是既可怜又可爱 他见缝插针 找了个空档 蹲在喜相池边上 身边是两位倒春寒时节里还穿着老旧单衣的江湖汉子 徐凤年知道 这可不是什么到了寒暑不亲的境界 只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 徐凤年蹲着 他举起一盆冷冽清水洗了把脸 左手边那个魁梧汉子孔大虎瞥了眼 有些惊讶一个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为何也来凑热闹呀 用行话问徐凤年 新来的 有山头吗 山头 清凉山应该勉强能算一座吧 一大堆人挤在这里 别说吃饭睡觉 就是放个屁拉个屎也不爽利呀 敢问这位前辈 难道当真有人在这儿突破境界 咋没有 前两天 还有个哥们在这里一夜之间突破了三品境界的门槛 本来挺稀松的手段 结果破境后 一手见花 那叫一个泼水不进 在这之前 还有位最早来这里悟到的灵州老前辈 在三品境界上熬了二十多年 结果在这里静坐了不过三个月 愣是给他闯过去了 我听人说 那位前辈在成为小宗师后 意气风发 在月圆之夜清月长笑 钟气十足 连山脚几里地外都听得到 足足半个时辰 跟打雷似的 你说选不选 徐凤年忍住笑意 郑重其事地点头附和 咱们常人扯开嗓子 别说嚷半个时辰 一盏茶功夫都难 而且肯定当个把月的哑巴 这位前辈高人能长笑半个时辰 肯定内力浑厚 小宗师境界跑不了的 右手边那位大侠冷水洗脸 还偷偷打了个哆嗦 小兄弟 别听孔小毛瞎掌唬 什么清月长笑什么半个时辰 都是没眼的事 谁吃饱了撑着没事让半个时辰 再说了 那老头就不怕打扰了武当神仙们的睡觉 我许世音什么武道小宗师都不服 就指服这座山上的道士 是真有本事的 我爷爷的爷爷就亲眼见过黄老祖师爷 我爷爷也受过王老长教的恩惠 当年王长教一指断疆 我爷爷当时就在江边上看着呢 如今那李长教也是个高人 光是看到那副裙甲子 不想心服口服地伸出大拇指 本名孔大虎 但被人取笑为孔小猫的汉子 转头看了眼束大拇指的哥们 拉倒吧你 许世音 你成天就在那里吹嘘 跟北梁王有关系 除了徐徐两个字谐音 你们一个天一个地 有半颗铜钱的关系 老子的爷爷是最早追随大将军 来到北梁的老族 老子家里头还留着爷爷传下来 那副铠甲和那张八斗弓 如果你爷爷 真是跟大将军一样是外体人 那你说啥爷爷的爷爷 见过武当祖师爷黄满山 追牛皮没打好草稿 反正我爷爷是正儿八经的 第二波辽东老字影出身 朝廷用永辉这个年号之前就跟了大将军南征北战 我爷爷不设晚八斗弓十发八重 不设开六斗弓可以十发七重 爷爷说当年连大将军也亲口夸奖过他的剑术 说以后到了北梁啊 要让北莽蛮子你知晓辽东奖儿的厉害 哼 我可听说别人都讲神剑手 那都是百发百中什么的 要不就是百步传扬 你许时营的爷爷才十发七八重 也能让大将军称赞 许时营啊许时营 你小子就不怕说大话把自己给噎死了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徐凤年顿时对许时营是刮目相当 因为黎阳朝廷早期有五举颁发的 市分马一夜出官法 案例 许时营爷爷的剑术确数上乘 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提什么百发百中百步穿扬 才更真实 徐老哥 怎么没有投军入目 我爹年轻时也想读书靠去功名来着 我爷爷不喜欢 说什么读书没用 我爹拗不过我爷爷 就只好去投了边军 在仙林牧场里当个小官 结果不知怎么惹恼了上头的大人物 大人物的靠山更大 好像就是那位怀化大将军钟鸿武 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半条面 我爷爷是死要面子的人 到死也没说什么 只不过就想着让我这个孙子念书 可惜啊 我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 只想着练武 好跟爷爷一样宰下点军功 给家里多添一副铠甲 给后人当传家宝 我还有个哥哥 就在幽州边境上参军 去年春节回家 听说他很快就可以当上正式游弩手了 我哥随我爹 读书许我都了不起 你爹在边关上受了委屈 怎么还让你哥去投军 何况北梁现在闻风见掌 读书一样能有个好前程 再说北蛮子打过来了 当兵不安生啊 我也不知道我哥是咋想的 起先他确实不太愿意当兵的 后来过了几年 反倒是不乐意在家读书了 亏得家乡还有个挂念他的小娘 都快要成老姑娘了 不过去年我哥跟那未来的嫂子打包票了 说只要他成了咱们北梁三十万边军中 最难当上的游弩手 下次回家 就一定风风光光的取胆 至于我爹刚从边关回到家那会儿 成年就知道喝酒 我哥投军后喝得最凶 不过这两年倒是喝得少了 也不出什么风话了 尤其是春节后还把酒给窃了 上次跟我哥一起给爷爷上坟的时候 我爹敬酒的时候 许时莹不再说下去 低下头狠狠地多喜了巴黎 孔大虎虽然跟许时莹平日里相互拆台取笑 但交情其实不错 来喜相池沾光的北梁五人也分三角九流 山头林立 像他们这些没有家世背景的小人物 别说去瀑布后头的食屋打坐面壁了 就是池畔风水好些的地盘也挤不进去呢 一些个有门有派的宗门子弟相互抱团 而个个眼高于顶 在这边每日大鱼大肉不说了 还有许多庙陵女侠 贴靠上去夜夜在帐篷内下折腾 每天晨起之时都是荣光焕发 像孔大虎许时莹之流 就只能是远远的眼馋了 胆子大些的就去听墙脚跟 当然前提是不怕被名门正派的少侠们揍得鼻青脸肿 三人身后一阵喧闹 原来是有人认出了武当长教李玉府和徒弟渔福 纷纷上前套进户客套寒暄 武当道士不分辈分不分道观 都有初一十五替老百姓解签 甚至是代写书信的功课 在这件事情上 从屡族起就定立了雷打不动的规矩 黄满山给人解过签 写过信 王重楼是这样 红喜像是如此 李玉府也一样 也许以后那个小道童渔福也一样 武当修行 修仙先修人 修道先修己 这才是武当山真正的气脉 徐凤年三人一起转头望向那位年轻长教 孔大虎轻声介绍 这位便是武当李长教了 是老神仙于兴锐早年在东海收的徒弟 李长教的脾气顶好 江湖上有传闻他在道教第一伏地地废山斩杀过一条恶龙 以身修为高神莫测 还有人说北梁王专程为了武当山给朝廷上书 要求赤丰武当为道教祖庭 我看这事靠谱 以往吧我对那王爷印象不咋的 后来陈兵边境拒绝圣志进入北梁境界 大快人心 又在灵州搞死了飞扬跋扈的老军头中洪武 我就觉得新梁王没让人失望 这次北蛮子打过来 听说王爷呀更是直接去了边境 根本就没有躲在清凉山 这事办的让人解气 否则都成了天下第一的高手 还躲在家里 也太丢北梁的脸了 咱们这些行走江湖的 除了北梁也没面子不是 徐凤年无奈一笑 要是边境上打了兄 我就让我哥介绍个门路杀蛮子去 杀一个回本杀两个就是赚了 就你那点画架子 去了铁钉是赔本买卖 你真当北蛮子好惹啊 那些蛮子自小就跟公马相依为命 剑书骂书真不差 你去了也是白搭 王爷有件事不地道 把厅朝阁武库里的好东西都一股脑送给灰山那位武林盟主了 看来喜好穿紫衣的婆娘应该姿色如传闻那般美若天仙 否则咱们王爷也不至于这样出手阔座 话说回来给咱们北梁练武的人留下点残羹冷制也好嘛 不说什么上城秘籍 二三留的随手丢给咱们来一两本都成了 就你孔小猫那点骨气也想练成绝世高少啊 王爷就算送你一堆米集都是做梦 你许是赢骨气多 送我几斤尝不尝啊 武当时下那套人人可学的无名拳法大有深意 蕴含着红喜相对大道修行的体悟 我敢说哪怕一辈子只学这套拳 无论之前是练拳还是练剑练刀 都可以避意终生 咱也不去说什么正道非生 什么一品高手 那毕竟得看个人机缘 但要说让席拳之人强身健体 一手延年 跟延往多讨要几年光阴 肯定可以的 在我看来 听朝阁一百本被数之高阁的秘籍 也比不上那套人人可学的拳法呀 小兄弟 这套拳法果真如此不俗 那是自然 就像一篇文章写得盲风色雨 截躯熬牙 瞧着很有才学 其实在大家眼中也就那么回事 算不得真正好学问 同理 一套武功入门越难 门槛越高 也未必是好武功 这道理好听 可未必在理呀 世间武功哪有门槛不高的 小兄弟 你说老剑神李纯刚的两袖青蛇难不难学 尤其是谁都能学的 新剑神邓太阿的剑术 随手一个架势 那更是让连小宗师看都看不懂 哈哈哈哈 这正是武当这套拳法的高明之处 也是红喜相所修大道的真意所在 世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天道如华山之巅的险路 仅是一条阳长小道 虽有脚步 但人烟罕至 可红喜相的大道 却是世间内平坦易路 人人可走 只要坚持 哪怕资质平庸也能走得远 听着想歪理 但还是挺有道理的 许时莹一本正经拍了拍徐凤年的肩膀 小兄弟有误息啊 以后肯定能成为阳明立万的高手 借你接 三人起身后 武当长教李玉甫 还是被众人重重围绕脱不开身 那名在去年龙东大雪时分上山的小道童 站在外边 小心翼翼打量着徐凤年 就在徐凤年跟小道童渔幅视线对碰 然后后者赶紧转头的时候 一名锦衣雕球的世家子郡哥 捏手捏脚走到了徐凤年身前 在五六步外就不敢上前了 双拳紧握 手心满是汗水 身后还跟着一帮同样 纯粹是吃饱了撑着来武当山赏风赏月的狐朋狗友 他们这伙人对什么武当长教什么拳法都不上心 但时下 北梁旧三州的官场以及官场子孙 对某人的观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在那群当年跟那人比拼谁更顽固败家的年轻人 加油添醋之下更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觉得天底下最爷们的事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那个一脸不敢置信的年轻公子哥停下脚步后怯生生试探性地说道 在下柳玉坤家父是灵州淡阳郡守柳公权 哼 你家大哥是龙象铁骑的萧綦校尉柳玉山 当时跟着龙象军长驱直入一人斩获首级十二颗 刘玉坤竟然一下子就眼眶湿润起来浑身颤抖如遭雷迹 刘大公子正要下跪却看到眼前那人轻轻摇头 顿时硬生生伸直了已经弯曲几分的膝盖不知所措 去年灵州官场那场闹剧诸多功勋武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个顶着灵州将军头衔的年轻人逼得卸甲 一个个露出满身伤疤柳玉坤就在长远观 起先也没觉得那一幕如何震撼人心 只是当他后来见到从边境返回的大哥 一向瞧不起他的大哥因为文官出身的父亲在饭桌上发了几句冷嘲热讽的牢骚 差点跟父亲和整个家族决裂 后来又跟他这个弟弟一起破天荒喝着酒断断续续说起了边境上的战事 说他的袍泽们是如何坦然战死他柳玉坤才开始知道那份沉甸甸的意义 所以柳玉坤这才在春寒撂窍中登上武当山 只想知道那个新凉王当年是如何习武的 徐凤年不想在这里泄露身份跟柳玉坤闲谈点道极致 然后跟孔大虎许时莹告辞给了李玉甫一个眼神只和陆承燕走向了茅屋 等他走后孔大虎和许时莹面面相去啊 这家伙怎么跟堂堂郡守公子扯上关系 看情形最不济也是家世在一个级数上的人物 怎么还能耐着性子跟他们俩人扯老半天的蛋呢 柳玉坤先前壮着胆子观察了半天 看到北梁王跟两个穷光弹五人蹲着聊了许久还有说有笑的 这会儿可不就屁颠屁颠走上前做了个举杯的手势主动套进口 哎 两位老哥兄弟我凌州柳玉坤相逢吉士园 我那儿有酒最地道的绿衣酒要不咱哥仨一起做一个 这位公子哥不收钱吧 哎哟 打我脸不是 孔大虎和许时莹懵懵懂懂的去了柳玉坤那顶 豪舍绸缎帐篷 懵懵懂懂喝上了煮热的滚烫绿衣酒 四周还有一群衣衫鲜鲜亮的顽固子弟用崇拜的眼神望向自己 那几名年轻貌美的女侠更是眼睛发亮了 当两人最终得知内人身份后呆若目击 降伏四年 两周骑族许时莹战死于边关 死在担任游弩手标掌的哥哥之后 降伏六年 幽州部族孔大虎 战死于北蒙保平州 两人死前有孝 即死而无憾 在离开茅屋前往小莲花峰的山路上 徐凤年和陆承燕竟是又跟严家老小相遇了 如此缘分让老家主严松也颇感奇妙 言谈之中也就淡了几分娇浅延伸的顾忌 其实李扬刚刚登基的新帝赵传也早就见过 不过是严松在担任礼部侍郎的时候 那时候赵传还不过是各个方面都不出挑的年少四皇子 见照经常去勤勉房授业的老人也要职学生里 严松是何等的眼光老辣呀 自然不会将徐凤年认作是寻常的北凉相可 后来武当掌教李玉府的招待也坐实了老人的看法 只不过双方心知肚明都不需要摆在桌面上说得太敞亮 至于这个年轻人是北凉的哪位将种子弟 已经见识过黎阳庙堂最高处风景的严松 跟北凉把杆子打不着 更不需要去计较 两人登山时的聊天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那位碧眼儿首辅大人 对于张巨鹿站在敌对阵营的严松是心怀遗憾的 说张巨鹿距离圣人还差半步 做到了奸济天下 可惜却没能独善其身 翻网 外戚 宦官 武将 文将 这五种人 如果立身不正 是最容易引来天下大乱的 我朝皇后贤德 外戚素来不成气候 是天下莫大的福气 宦官先后有韩生轩 宋唐鹿两日四立金掌印领衔 人品不去多言 但都对赵家天子忠心不二 对权柄一事也很谨慎 我朝宦官恪守本分 故而不用担心宦官干政 先帝在张巨鹿竭力辅佐下大力血返 悄然义武 刚如禀气颇有成效 上一代称得上风墙裂土的几大藩王里 交通王赵虽早已锐气尽尸 淮南王赵英更是战死沙场 静安新王赵巡也一心一意为过尽忠 广陵王赵义也没有什么野心 你们北梁就被北莽牵制 就算有心也无力 那么就只剩下手握金兵 又善于藏桌的烟尺王赵炳了 南疆天然没有大敌 赵炳可以缓缓续世 这必定是我朝的心腹大患 至于我们这些文官嘛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 皇帝最好打发 生前太傅死后文政 一直是文人一辈子最高的追求 就算做不到太傅 还有那么多二品三品大员可以当 而事后除了文政 也还有一大串可以带进棺材里 对不说当宽没出息 还能力言传世轻视流明 所以我说我们文官是最有野心的 也是最没有出息的 但是 言松突然停顿了一下 神情肃默 有了张巨鹿为天下读书人做了整整二十年的榜样后 不一样了 那位青云直上的靖三郎难得说了句捅破窗指的大实话 名为贵 君为轻 这正是张巨鹿交给他的 也正是靖兰廷这句话 递交给新帝的投名状 让先帝下定决心 赐死守抚大人 那个小王八蛋子 不当人子不当臣子 探探瘟打得好 徐凤年看似一笑置之 但是陆成燕却凭借直觉 察觉到了他流露出的一丝杀迹 唉 永惠之春的那帮文臣公亲 几乎人人的羞奇制品都是上家 挑不出大毛病 但跟着张巨鹿而入默然多年 一旦没了首府的心胸气魄 就会有过犹不羁的结果 越是太平盛世 君子之称越是容易沦为义气之城 而且可怕之处啊 在于连皇帝都要束手无策 老夫有不少学生 得以门生也有一双手的数目 不是老夫自夸 却是一直按照圣人教会的有教无类 前十年二十年还看不出什么 等到老夫差不多至世 就分出天壤之别了 不论是士族身份还是寒族出身 都算干尘能力至正有方 但除了寥寥两个学生做到了善事善众 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贪度 可那些世家好的吃相也好上许多 骤人权贵起来的就难看了 老夫也纳闷 后来思来想去 还是其中一个两袖清风的韩式学生 道破天际 是他们怕穷 也穷怕了 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子孙后代积攒家底 唉 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 为官 让子孙一使我忧才是人之常情 但让子孙十辈子都坐拥金山银山嘛 就过了 这兴许只是老夫一人的管中溃报 前年有个被老夫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殿戈重臣的学生 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在东窗事发后 在老夫书院外跪了几个时辰 老夫倒是想让他去死 可只要一想到他当年与我讨教学问时 那张年轻脸孔 那双清澈干净的眼眸 老夫就如何都狠不下心了 最后只是让他丢官了事 听说如今心底等级 他又心思活泛起来 在京城大肆运作 试图起伏 要知道他一知千金的对象 恰好是他当年偏激认定为国之说术杜宠的宗庆勋轨 唉 还记得老夫当年还开戒过他来着 成功了 有大把银子开到 又有我严松这个首辅政敌的学生身份 自然是成功了 官拜礼部郎中 时候还给我这个老师写信 说定要继承一波当上李布侍郎呢 哼 这家伙脸皮不薄啊 要是来咱们北梁就好了 这是为何 哎 他光是厚如城墙的脸皮 就能帮忙挡下好几万的北莽大军 严松顿时开怀大笑 身旁那些严家子弟也跟着笑了起来 山路漫长终有尽头 上午时分他们来到了小莲花峰顶 鸟看远方心旷神怡 严松对站在身旁的徐凤年由衷感叹 实不相瞒 老夫之所以来到北梁是有人请 他刚好也是老夫的学生之一 他说北梁是个能让人意图雄中灼气的好地方 老夫不信 但那家伙一口气写了八封信 老夫不胜其烦 想着临死前走一遭西北边塞也好 写了一辈子织粉器的婉约式词 说不定零了零了 还能写出一两首传世的边塞诗吗 老人的孙子打抱不平 爷爷的青词妙笔神话 先进赞不绝口 当年连那春秋三甲黄龙氏也佩服的 哪里有半分织粉器啊 心情极佳的老人笑着反驳 屁类什么佩服 少给老头子戴高帽 他黄龙氏不过是点评了有气无力尚可六字 虽然嘴上反驳 可见老人心底对这个听上去包少于匾的苛刻点评 还是有些自豪的 哼 能让从不夸人的黄三甲这么说实属不易啊 这才对嘛 这话得徐公子这个外人来说 老夫才能坦然孝纳啊 自己孙子拍马屁算哪门子事情 陆成燕会心一笑 这位老人也是个大庙人哪 陆成燕犹豫了一下 老先生之前说 藩王之中北凉有心无力 小女子不敢苟同 哦 出人意料陆成燕只是说了一句有牛头不对马嘴嫌疑的言语 我却以为只要大将军在天下就不会乱 北蒙不敢南下西楚不敢起兵 南疆还要继续折服老先生以为 言松久久沉默不语 恍若失神的言松轻轻叹了口气轻轻点头 唉原来如此老夫受教了 不敢 老人神情复杂的转移视线望向徐凤年 如果没有记错 你曾在泰安城扬言要为中原百姓做件事情 严老师怎么猜出来的 女子能有这般见识必是大家闺女 又有清州口音 恰好老夫当年与身为亲党主心骨的上主国 洛飞驰在朝中共事多年 那么他的身份 你的身份 也就自然而然水落石出 哼 老人冷哼一声率先转身离去 严家子弟大多都不知道老祖宗为何脸色骤然有情转阴 只是忐忑不安的跟着下山了 就当是武当山之行是成性而来 拜性而归 是我化舌天族了 放心吧 咱们北梁到精略使大人的恩师 其实已经准备留在北梁了 一个不是隔沉 却胜似隔沉的国之洞梁 判处中原进入北梁 这对黎阳朝廷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严嵩这是为世子赋粮收官了 宋冬明很聪明啊 哼 没你聪明 徐凤年伸出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陆承彦展颜一笑 我不全是陪你来上山烧香祈福 这里是我的福地 准确来说 这儿就是某个我的地盘 当时我跟王先知一战 若不是武当清净全力 摆下一座真武大镇 我连一分胜算都没有 自我出生起 因为这个身份福祸相依 福气是我 或是家人 我习武之后 有过许多场命悬一线的死战 但次次都没死 而且即便大伤元气 事后也都能找不回来 先前我还奇怪 后来逐渐在武道上登高望远 才明白一个道理 叫殿大欺客 我就像是个去下饭馆子的客人 虽然身份特殊 可以经常吃上山珍海味 但还是难逃老天爷这个店家 给你吃什么就得吃什么的命 王龙氏曾经泄露过天机 说我大概在这几年里头 就得吃上一顿断头饭 然后就没下一顿了 这大概就是那个我 在这一世命中注定的下场 镇守西北国门 但战死了 北梁没了 三十万铁骑没了 在史书上留下些 我不知褒贬的枝言片语 然后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我后世如何 就又得看老天爷如何提笔写书了 但自我练刀起 就没想过要认命 那时候我一个狗屁世子 就是奔着跟杨太岁柳浩师这些高手报仇去的 后来在山顶则是奔着斩龙斩天人去的 现在的我则是奔着宝珠北梁去的 老天爷那碗断头饭我不乐意吃 所以你就也看到了 老天爷也不是好商量的 很快就出现了北莽三线押境的最糟糕局面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了 陆承燕握紧徐凤年的手 跟这个男人肩并肩冷风拂面吹开徐凤年的额头 嫁给我吃了很多苦吧 苦中有乐余味无穷可我吃好几辈子了 此时李渔甫带着徒弟渔甫来到山顶 这里用茅屋树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朴素却毫不杂乱 他们只看到徐凤年站在山崖侧 陆承燕身子骨弱 不堪山巅大风便去了一间屋子里休息 李渔甫走到徐凤年身边 小道童却死活不敢走近 离这两人得有好几丈远 省心吗 李渔甫回头看了眼徒弟后笑了笑 比想象中不省心 这孩子认死李还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前些天贫道替一位来山上烧香的老人解签 是下下签 孙子要死在边疆 这个徒弟埋怨我当时的做法 跟贫道生了好几天的闷气呢 你是如何解的签 贫道没有跟老人说实话 只说是中签 俘获参半 得看造化 那孩子埋怨什么 怨我要么就不该说谎 要么就好人做到底 替老人的孙子换签 徐凤年想了想没有多说什么 他不是小道童渔甫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复杂门的 看来当初老长叫王重楼摊上那么个小师弟肯定也吃足了苦头 李玉甫笑而不言 武当山的灵气都给我挥霍得七七八八对不住了 道袍大秀轻轻飘摇的李玉甫摇了摇头 自古山川有人几灵 嗯 不是有仙则灵吗 黄龙氏说过世间有过仙人 然后身边再无仙人 世人越知敬畏 越中峡谷 到时候自有侠义二字成为江湖和天下的脊梁 在贫道看来修仙太难远在天边 做人则意近在眼前 一件难事做不成人人有借口 若是一件异事都做不成 别的不说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也要难些 嗯 以后我可能就不登山了 贫道倒是会经常下山 以后那孩子该揍就揍 谁让他上辈子没打招呼就拐走我大姐 还欠我一回的 李玉甫笑着没有说话 徐凤年没有急着下山 而是夜宿于小莲花封顶 陆成燕陪着他在龟驼碑那边坐了会儿就先去睡觉 第二天他醒来时不知自己是否做了个梦 他似乎在昨夜迷迷糊糊看到了一幅场景 却又不敢确定 他睁眼后看着坐在床边的徐凤年 后者笑意温暖 但是没有给出答案 那一夜一对父子并肩而立 老人双手拢袖背微微驼 老人看着北梁疆域 还年轻的年轻人微笑开口 爹 我才知道 没了你 这天下就是山中无老虎了 扛不住的话别硬扛 爹以前只说了半句话 天底下没有谁的儿子不能死的道理 后半句是 但天底下同样也没有谁的儿子必须死的道理 嗯 我这个北梁王 不是为赵家天子守国门 也不是为中原百姓镇守西北 爹你也说过 以前娘在那里 就是你徐霄的家在那里 后来是我们子女在那里 你的家是那里 那么对我徐凤年来说 爹娘的坟在那里 我的家就在那里 我怕死 但真要有死的那天 唯独不怕死在北梁 呵呵呵 看 这大好山河 我徐霄带着麾下铁骑 踏遍了春秋九国 小年 最后替爹去北梁走一遭 好 在下鱼帝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二百九十七集 黎阳新科进士基地后 往往并不立即受关 在正式全部官职之前 被派遣至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正事 这集是所谓的进士官政制 新帝登基后 在先帝亲手定立的兵部侍郎寻边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开创了兵部官员官政边陲的先河 此次令朝野上下瞩目的兵部出京临边 兵部官员的品质都不高 其中车架四园外郎孔振荣 五选清利司主事高亭树 武库司主事严池吉等人 在京城官场上都是典型的嘴上无毛的年轻面口 之所以让朝中一干大佬都上心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官政边陲的首选地点竟然不是意料之中的两辽 不是已经有了个兵部侍郎许拱在当地遥相呼应的东线 而是在大漠狼烟的西北边塞北梁道 第二原因呢 则是兵部精心筛选出来的官员极为耐人寻味 其中新科榜眼高亭树和官场童年吴从仙等人能够在泰安城名声雀起 若不是有那位晋三郎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诗词畅和 他们至多风光个两三月就会在官政中泯然失色 是人谁不知晓 对高亭树有知欲提携之恩的当朝大红人晋兰亭 这些年对北梁徐家父子示弱仇寇啊 除此之外 颜池吉和孔振荣的随行寻边更是让人玩味 而那个入京初始经常被泰安城顽裤细耍欺负的颜池吉 如今一跃成了当朝国舅 而孔振荣也是地道的北梁出身 父亲孔大和当年因公入京为官 投了二皇子门下 这个孔武痴和颜池吉那可都是年少时与当今北梁王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加上唯一一个留在北梁的李汉林 四人当年在北梁一起逛过的青楼即便没有一百座 那也有七八十了 如此一来可就大有脚头了 兄弟四人不说徐凤年这个世袭网替的边陲藩网 李汉林就算有个官至黎阳正二品精略史大人的老爹 如今又是什么官职小小的游奴手标掌而已 且那公认为官有数的李公德才当了几天功夫的方将大力啊 屁股还没雾热椅子很快就给宋冻明这么个外人排挤掉了 反观京城这边不说身份超然的延迟级 孔振荣都已是兵部内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了 既然是官政边陲 当然是走幽州而不走有小江南美誉的陵州 在他们入境没多久就得到了北蒙大军三线并进的惊人消息 兵部几位老人本意是在相对平静的幽州边关绕一圈 就算给了朝廷交代 然后呢马上动身去济北跟那个新进崛起的袁廷山大声招呼 再到两辽见过了大祝国顾建堂和兵部右侍郎徐巩 这一路本该是平平安安无风无雨 不曾想才进入幽州东部就是这么个棘手处境 天晓得那个姓徐的西北蛮子会不会觉得被朝廷扫了脸面 恶向胆边生一怒之下就干脆让北梁边军装扮成北莽游骑 把他们这批兵部官政官员来个一锅端呢 官政官员中几位见识过换了海险恶的老人 赶紧在一座边境驿站停了下来 连夜合计来合计去 也没能商量出个万全之策 倒是一路上都温文有理 待人和善的小国舅爷严池吉说出了一个主意 国舅爷提议不去幽州 也不去北梁北县而是直接去北梁王府去清凉山 主持直方清丽丝具体事务的郎中梁石湖捏了捏胡须 心思打定 眯眼笑着说了一个字 善 去那明冻天下的清凉山好啊 北梁王不管何等桀骜不驯 就算当初连圣旨也敢出兵抗拒 可总不至于胆大包天道在自己王府杀人的地步嘛 再说了 有延迟吉孔振荣跟那北梁王攒下的那份辞事交情在 就算所剩不多了 去北梁王府应该不是什么鸿门宴 何况谁没听说过 听朝湖那万里翻滚的壮观景象啊 太安城那么多的京官 有几个人有机会亲眼见识啊 当关政队伍在优良两周接壤的驿站停下休息 自入京后是投回返乡的孔振荣找到了挑灯夜读圣贤书的延迟吉 坐下后闷不吭声也不说话 孔振荣不说话 延迟吉也不主动开口 室内只有他的翻书声和偶尔灯心裂开的细微声响 到底是孔武痴沉不住气了 延迟吉你说凤干会不会生气啊 不见咱们 不会的吧 京臣才刮去满脸落腮糊的孔振荣摸了摸糊茶子 叹了口气 唉 你还好 好歹和汉林那家伙跟凤干多出了几年 我可是早你好几年就跑去了京城 上回凤干去京城 我爹老糊涂 早早把我骗去了京畿南 最后也没碰上面 延迟吉你读书多些 你说凤干真不会觉得我不讲义些 唉 早知道是这么个赌心光景啊 当年我就算离家出走 也不该跟爹一起去京城的 延迟吉没有再翻书 停在手头那一页上 漠然无语 唉 你怎么不去利部或者里部 跑来兵部做什么 你不是自小就最讨厌打仗流血吗 唉 就是因为讨厌才要去兵部呀 哼 就你们读书人花花肠子多 说句话也不直接说明白 别人都是脱裤子放屁 你们是穿裤子拉屎 延迟吉突然眼神锐利了几分 看了眼窗外 你回去后 与孔伯伯说一声 与那旧翻江南道的唐王 不要再出现来往了 见孔振荣一头雾水的模样 接下来延迟吉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 从牙缝间蹦出 尤其是那唐王派人 进京进县祥瑞白露之事 让你爹务必不要颤和 啊 这不是好事吗 哼 你什么都别管 只去跟你爹说一声 就说是 我在一场家宴结束后的无心之语 你爹知晓轻重厉害 以前都是他帮延迟吉党风党雨的孔振 吼了一声 看着延迟吉的脸庞 延迟吉 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延迟吉原本紧绷的脸色柔和几分 重新拿起桌上的书籍近乎自言自语 我也不想的 接下来的梁州之行 让职方清丽四郎中梁大人在内诸位老人 那颗已经悬在嗓子眼的心慢慢放了回去 不但梁州地方各处军武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还有一名去年新上任的校尉亲自领军为他们护卫送至周城外 虽说多少带着点监视的意味 但起码在桌面上是给足了这趟兵部官政的面子 当被梁州百姓当猴看的观政队伍来到清凉山山脚的王府门口 当他们亲眼看到那对足有两人高的石狮子 饶是见多识广的兵部老人也是面面相去啊 不约而同的倒抽一口冷气 好大的气派 延迟吉和孔振荣深情有些复杂 而高亭树则冷哼一声 吓得梁石湖赶紧重重咳嗽几声 生怕给北梁王府上的人听进耳朵 北梁王徐凤年从头到尾都没露面 是北梁道经略副使宋栋明出面带的课 说是王爷在边关主持军政为时脱不开身 梁石湖几个老狐狸巴不得那个人徒之子顾不上大理他们一行人 说了一大堆花团锦簇反正不要钱的漂亮话 恭维那位北梁王真是日理万机鞠躬尽瘁 甚至还要去第一线为朝廷来把守西北国门等等 宋栋明这个北梁自封的精略副使则笑着 替北梁王全盘接纳下来 大概是因为副使大人身上的中原名士气度实在让人如沐春风 梁石湖等人立马都觉得心情舒畅了许多 还有些由中晚西宋栋明真是明珠蒙尘哪 若是去京城庙与当朝公卿并肩而立 那才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宋栋明给兵部官政官员接封洗尘后出人意料 没有任何糊弄人倒江湖的企图 饭桌上筷子才放下就起身带领所有人去他那位于清凉山山腰的办公雅所落座 主动将北梁道境内校尉任职和边军升迁变动在内的敏感军机药物一起和盘托出 兵部官政多少有点带天寻寿的意思 但梁石湖随后去冀州敢这么觉得在北梁道哪敢有如此拖大呀 本以为他们能吃上几顿饱饭喝过那几壶绿衣酒就算是万幸了 甚至都做好了被人冷脸冷雨晾智的打算 梁石湖在内的老人是坚持只听不说话可那高亭树就不讲究了 数次询问北梁境内兵力分配和一些边境具体军物 宋栋明也不见有任何的不快神色都是找些借口跳过 梁石湖呢原本倒也是乐意高亭树 这不知死活的愣头青当一次出头鸟 如果真能刺探到虚实终究也算是一桩锦上天花的功了 可在年轻主事三番五次不依不饶的追问后 宋栋明眯着眼低头喝茶 梁石湖已经彻底坐不住了 胆战心惊的斜瞥了眼门口 就怕惊略副使一摔杯子就会有五百刀斧手冲进来 把他们按倒在地咔嚓嚓全剁了喂狗 梁石湖是赶忙打圆城呢 说久闻听潮湖的红礼逾越风景冠绝天下 想要携带同僚去见识见识 宋栋明这次没有起身 只是微笑着让下属领着兵部官政人员去了听潮湖 然后宋栋明独自来到山顶 看着风尘仆仆专程转道赶回王府的徐凤年 既然都回来了 我许许旧 徐凤年摇摇头望了眼听潮湖 宋先生陪我去山后一趟 我们一起去把那两百九十六个名字刻上杯 宋栋明点了点头 跟徐凤年一起走在后山的精略副使大人 显然是憋气了半天了 终于忍不住怒容出声 好一个富贵不还乡若锦衣夜行 可我们北梁这两百九十六人 我们北梁自己记住就行了 山后有碑成林 石碑遍地还有更多再见 绝大多数还是无自卑 但是外围已经有数百块石碑 已经有种 一律书丹而成都是降服元年末 在刘州截杀北蒙枪齐一翼战死的龙象齐军 为这些石碑提笔苗珠的人士 是两位享誉已久的北梁书法大驾 因为米穷彭赫年两老分住北梁南北两地 有南金北谷之术 两位古稀之年的书法名宿因为南北之争 摆出了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且在大将军徐骁在世时 对北梁军政颇不以为然 只是当北梁王府传出要立碑三十万后 米穷只身率先到达清凉山 问了几个问题 得到答案了后就住了下来 然后给彭赫年写了封信 大致意思是说姓彭的孙子敢不敢来跟爷爷我面对面的比划比划 之后彭赫年就带着视若命根子的那套文房四宝也跑到清凉山来 跟米穷杰鲁比邻而居 一对老冤家 林了竟然成了邻居 然后就在两老的切磋 或者准确说是面红耳赤的吵架声中 经略父使宋栋明亲自送给他们一份单子 上面写了一个个名字 以及简简单单两件事 生于何时何地 死于何时何地 两位老人在书单初时还心存一较高下的意图 后来当米穷写到一个名字时 突然间就老泪纵横了 柳红义是我灵州春水县的年轻人 他小时候仗着匠重家史 顽劣不堪 老夫还骂过他白瞎那么个名字 这玩意才21岁呀 怎么说死就死了 那以后米穷 彭赫年就越来越沉默 除了跟那几个负责书单后刻字的石匠 还有些言语交流就不太爱说话了 今日米鹏两老听说好像有人到了碑林顿时是心中意紧呢 心情复杂的带上行囊 结果跑去一看竟是北梁王亲礼 老人不习惯给谁行礼 所以作医的动作十分深处 徐凤年赶忙将二老扶起 但也没有什么客套寒暄 犹豫了一下 将那一落宣旨分成四份 他和宋栋明各一份 米鹏两位书法宗师 平分却另一半四人默然地开始在石碑上书单 四人身后又各有两到三名能工巧匠 早已准备好工具等着书课 黄昏中很快有金石声铿锵作响 徐凤年和宋栋明要比两位老人早小半个时辰写完 等到最后的米穹完工天色已黑 满手单珠颜色的米穹也顾不得擦拭 老人神情疲惫地走到徐凤年身边 言语中有着不加掩饰的责备意思 游州腹地为何也处处都有战事 北莽蝶子死士渗透进来了 大肆刺杀幽州官员 米穹直接就指着徐凤年的鼻子跳脚破口大骂 当年你爹在世时北莽也有刺客偷袭 怎么的就给挡在关外了 你这个北梁王是怎么当的 你徐凤年不是天下第一的高手吗 成天就指的干瞪眼眼睁睁看我良人送死 你事后给人收尸 然后假情假意写几个名字而已 宋栋明刚要说话 披着后球的徐凤年摆摆手 阻止了傅京略使的解释 是我没有做好 彭赫年的性子没有米穹那般急躁 但也有些怒意不过仍是扯了扯后者的羞涩 当徐凤年走出去很远 脸色阴沉的米穹朝着那个背影重重呸了一声 将手中的那方价值连成的蟹壳青色明艳 自了汗狠狠砸在地上 老子不邪了 这北梁也不呆了 去江南 这辈子能活几天就写几天 西凤年是个王八高子 这八个大字 没过多久 宋栋明 远路折回 看到米穹闭着眼睛站在原地 彭赫年蹲在地上长须短叹 谁都没有去捡那方艳态 宋栋明 万腰捡起名艳 也不急于物归原主望向清凉山顶那边 两位老先生大概没听说过北蒙 剑气近黄青 齐剑岳父同仁师祖是谁 又有什么能耐 更不会见过一条真龙 事实上 我宋栋明也没见过 但是我知道两件事情 一件事黄青死在了刘州 北蒙养出的真龙也没了 顺带着数百个躲在北蒙 西京的炼气室也死绝 第二件事 就是这里有两块碑 差点就得刻上两个名字 恰好都姓许 许龙相 徐凤年 宋栋明转身把那方谷宴交还给米穹 如果北梁那天真没了 背上头肯定少不了他徐凤年 当然还有我宋栋明这个外人 到时候还希望米老别不乐意写啊 说完 宋栋明就缓缓离去了 彭赫年故意不去看 帐红一张老脸的米穹 扳着手指头像是在自言自语 徐凤年是个王八高子 哎 不对啊 哎 老米你算错了 是九个字 啊 可不是你说的八个字啊 米穹小心翼翼收起那方谷宴 米穹是个王八高子 行不行 刚好八个字 嘿嘿嘿嘿嘿嘿 行啊 怎么不行 你不是没过几天就要过大寿了吗 哎 我就给你写副字 哎呀 写你个锤子 之后两位老人并没有马上离开碑林 而是像上次一样却仔细打量石匠的克字以防出现披露错误 米穹提着展灯笼一块一块石碑检查过去突然听到不远处彭赫年火急火燎喊他过去 米穹以为是哪位工匠刻错字了 跑去一看不曾想彭赫年站在一排石碑前 碑前并无石匠老祖只看到彭老头正提着灯笼蹲在一块石碑前恨不得把眼睛都贴在杯上跟发现数胜真迹一般 米穹凑凑过去一瞧是北梁王徐凤年的书单 乍看之下法艺皆是不俗 但在米穹看来虽然的确属于上乘 但离仙品还有很大距离 远远不至于让彭赫年大惊小怪才对 彭赫年头也不转 伸出手抚摸着刻痕 很快就一个亮枪后仰跌倒在地 双眼紧闭 泪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丢了灯笼双手捂住脸 神情极为痛苦 指着石碑大喊 阿米啊 你凑近些 灯大眼睛瞧瞧 但千万记得别看太久啊 切记 米穹举起灯笼 细看之下 只觉得有一股灵力寒意扑面而来 让人如临甚冤 这显然不是因为徐凤年书丹的缘故 而是那刻字之人的画龙点睛使人 米穹果然很快就眼睛一阵刺痛 闭上眼睛后使劲地摇了摇头 收起果绝如昆刀切语 这哪里是世间高明石匠 可以短时间内雕刻出来的 真可谓亏负神功了 彭赫年坐在地上揉了揉眼睛 是有人以手指写旧的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只做刀剑 大多数武道宗师都办得到 可树叶有专攻 当时绝对没有谁能写出这份风雨 唉 难道是鬼神不成 米穹站起身提着灯笼望向夜空 曾经不信鬼神之说 如今倒是希望世上确有鬼神 能够避佑我北梁大破北莽 哎呦 赶紧让人把这事跟王爷说一声 可别横生枝解 很快徐凤年就步履匆匆地赶来 身边帮着他提灯笼的一男一女年龄悬殊 一位是境界依然在稳步攀升的沉渐枯主 弥凤杰 一位是旧北汉勋贵之后的死士 樊小差 徐凤年蹲在一块杯前 身边是一位兼任北梁王府护卫领袖的中年人 后者心中忐忑 查到了 这名石匠叫吴江应该用的化名 是已经府上认识了十六年四个月的三等仆仪 绰号老江快 因为老人平时不论饮食喝酒都喜欢吃上一块生姜 去年贝林招收工匠 吴江由王府转入此地 王爷 是属下办事不力 识人不明 请王爷责罚 跟你没关系 不用自责 徐凤年缓缓站起身 转头问弥凤杰 如何 我只看到了一字一锦 渐气纵合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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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江 江家大楚 已吴江了吗 这人没有恶意 此事你们不用追杀了 徐凤年返回清凉山 然后走向那座陵墓 他的爹娘就都睡在这里 在徐霄去世后 后来徐凤年在一侧见了座师父李一山的衣冠中 徐凤年独自走入领导记起了许多往事 师父说 世上文字以卑字最北 因为世间墓志明 都是阳间活人写给阴间旧人的 下笔之人用情越深 下笔越苦越是有神 按照遗愿 李一山的骨灰被洒落在西北边关的黄沙大地上 原本师父是不要什么坟营的 但是徐凤年还是自作主张 做了衣冠中 只是没有写木之名 与清凉山山后碑林如出一辙 只写名字以及生死于何时何地 相信师父的在天之灵对此也不会太过生气 徐凤年感觉到黄龙氏死了 只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但是深信不疑 春秋三大魔头 人毛韩生轩死在他徐凤年手上 人徒徐霄走了 三寸蛇乱春秋的黄龙氏也走了 三人都已不在人世 春秋十三甲 黄龙氏独占三甲自诩十九道第一 草书第一 阴阳称伟第一 故而占据奇甲 书甲和算甲 剑甲李纯刚死了 冰甲西楚冰盛叶白魁 死在西磊壁之战成就了陈之报 绝代风华的瑟甲 那位大楚皇后也香消玉允 秦甲旧南堂那位目盲秦师在国破后抱秦沉江 西蜀画甲周虞福临终前画了一幅蜀国山河的长卷 躺在长卷之上大醉而亡 帝甲司徒神策精通堪于旺弃寻脉典学 黎阳一统天下后就被暗中赐死 法甲寻平被百姓碰而封饰 道甲齐玄珍在斩摩台上兵截 世甲龙树僧人死在了北莽道德宗的门外 春秋十三甲 已有十二甲明确无误的不在人世 只剩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刀甲 多半也是死在天下大势所去的积极无名之中 初春的夜晚 天空竟是飘起了雪花 又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徐凤年不禁停下脚步 抬头伸手去接住雪花 徐凤年明天清晨就要动身前往幽中 之所以不见颜池吉和孔振荣不是对他们有意见 而是为了他们好 但哪怕被误解 哪怕不相见 徐凤年还是多此一举的赶回了清凉山 这就是兄弟 徐凤年这辈子只认了四个兄弟 李汉林 颜池吉 孔武痴 还有温华 突然风雪中缓缓前行的徐凤年看到一个陌生背影 背对自己正站在那两块墓碑前 这一幅画面不合情更不合理 如今的北梁王府 比起早年世子殿下故意造就外松内井以便钓鱼的情景 可谓是戒备森严 更别说要进入这陵墓禁地了 那个身影转过身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 风雪夜归人 徐凤年凭借极好的记忆力 一眼就认出了老人身份 正是那个临时成为石匠的清凉山老仆 洗食生姜的吴江 徐凤年不退反进 缓缓前行 这才发现腰杆执起 不故作畏缩状的老人风仪极甲 竟然有一种殿阁中枢元老的强大气势 这就让徐凤年肯定了先前的猜测 化名吴江的老人 哪怕不是西楚王朝那位被誉为 转立草行楷 戒千年榜眼的书胜齐炼华 也是跟书胜有莫打牵连 毫发出身的齐炼华是公认天资卓绝的书坛巨子 但在大楚朝尽官至汉林边修 只做些帮江姓天子书写 告命文章和卑文记文的小事 修转过半部无疾而终的前朝史书 因此当时又有齐半部和天花郎的外号 后者暗讽齐炼华只会锦上天花 无法雪中送炭 西楚覆灭后 广陵骑士 家道就此衰落 齐炼华也不知所踪 愈发坐实了齐天花的说法 李一山当年对齐炼华的书法是推崇被制 称其行书 不愧为古今之冠 所以徐凤年自然而然的要被殃及持余 年少时练习形凯 都是临摹那几份真迹传世极少的齐天 不知骂了齐炼华多少次 对于老人折服徐家这件事 徐凤年并不感到惊讶 江泥作为西楚皇室的唯一血脉 自然能让国家仰视两百年不死 不足以报王恩的西楚人士前赴后继 但真正让徐凤年心生忌惮的事情 是王国公主江四 被徐霄接回北梁是一件天大机密 否则曹长青也不会在黎阳朝野暗访多年却无果 眼前老人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此时此刻 徐凤年身边拿得出手的高手 就只有弥凤杰和樊小差两人 而且还都在陵墓外 不得善入禁地 吃剑老祖宗隋邪谷和吴家百骑都在梁州北线 以防北梁不计代价地刺杀北梁都护府内的楚禄山 徐远兵还在单枪匹马追杀那伙连妹渗入幽州的北莽顶尖高手 澹台平静和观音宗弟子也在配合徐远兵 务必要将那位小念头和大岳府留在幽州 要是在以往这天下徐凤年何处去不得呀 但是耻慕老人不知为何似乎没有任何的敌意 徐凤年的巅峰境界暂时已不富有 但敏锐直觉仍在 所以当意识到灵墓内有变故的 迷凤杰樊小差急入园内 徐凤年也只是抬起手 示意两人退出去 迷凤杰默默离去 樊小差则犹豫了一下 依旧站在远处原地 一山简朴的老人双手负后 徐小那辈子就没做过一件让我喜欢的事情 倒是生了个好儿子徐凤年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不过很快释然 此人极有可能是隐姓埋名的西楚孤臣 对北梁对徐霄有套天怨气也在清理之中 敢问老先生可是西楚奇书胜 老人的脸色有些古怪 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就这么直直看着徐凤年 徐凤年被打量的有些不自在 世人看他从未有过眼前老人这种莫名其妙的眼神 先前见你舒丹于悲 看得出下过一番苦功夫 你自武当练刀起能够在武道上一路勇猛精进 需要感谢李毅山 炼子和下棋两世到了境界 一发通万发通 虽然不是每个书法大家和其他国首都可以成为智势能臣 或者成为李毅弟子那样的武道宗师 但对于一个人的心性塑造大有弊异 性子造人的徐霄在封王就藩之后 心性变化很大 跟他晚年学起 关系不小 徐凤年没有说话 眼前这位老人虽无丝毫杀鸡流露 但终归是一等一的隐藏高手 两莽大战一触即发 要是自己死在这里 死的地方还凑合 可时间就大错特错了 别的不说 北莽恐怕至少可以少死十几万人 所以他不得不谨慎应付着 你以为我是那西楚齐炼华 徐凤年点了点头 老人缓缓伸出一只手掌 提笔之时当聚精会神 有如前朝先贤书胜 书仙百人同喜而作 心正气和 方能起于玄妙 近于大道 其道如国妙重器 须则齐满则负 为忠则平 老人首饰一变 古人云万中浮贵 下必如有神助 故而风筝则四面是权 刺中十指 指食则竭力均平 再次须掌 掌须 则运用如意 何乐处乐 是自是也 大厨 杨氏两百年 国破二十年 有有一股事情不可辱 唯环必欲 唯拨必折 这须占笔发外 得意须乃出之 随着老人 娓娓道来 满缘风雷 陵墓外的 弥缝结 脸色苍白 背后 侠中间 是颤鸣不止 如遭雷击 乌烟哀嚎 园中的樊小柴面无血色 摇摇欲坠 但仍是咬牙 倔强的不后退一步 老人手掌 缓缓翻覆 看似不过是提笔徐徐勾勒 像是个迂腐老夫子在传授私书蒙同如何一笔一画的写字 但是在徐凤年眼中却是惊讨骇愣 甚至让他想起了当年在泰安城大殿外 顾建堂 以天下第一福到南华 以一世风寸雷环 原理曹长青的手法 两者是殊途同归 都有画腐朽为神奇之妙 真与画镜 风雪飘摇 徐凤年神情凝重 先前他跟剑道宗师弥凤杰都认为石碑残留是手指刻画出的剑气 现在看来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 这位老人用刀 徐凤年 不去看如遭刀割的漫天蓄乱风雪 齐老先生原来是春秋十三甲之中的刀甲 老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五指微微弯曲做了个合拢自食 何策出策 以战力位置为原心 四周树杖内无一片雪花的徐凤年无奈回答 啊 年字是也 是啊 年字 徐凤年 老人收手后 吸血 满原风雪 终于归于正常 又有雪花速速落在徐凤年的头顶和尖头 哼 春秋刀甲 刀比利 刀比利 刀甲变刀甲吧 书胜齐恋华竟是那只留给江湖惊鸿一瞥的刀甲 这个真相实在太让人动容了 更让人不得不艳羡西楚当年的鼎盛景象 不愧是中原文脉正统啊 有李纯刚仗剑过广陵大江 有文豪散发偏周斗酒诗百篇 有女子姿色倾国倾城 有国师李密与曹家得意师徒联手二人 雪骑雪亭一举棋 也难怪有人说西楚国灭 罪不在天子世子百姓 要恨就只能恨天时在离阳而不在江处 老人朝徐凤年招了招手 老人率先蹲下身 看着王妃无数的墓碑 一胎不复先前风发神异 只有世间最寻常孤苦老人的萧索落寞 低声嘻喃 徐霄算个什么东西 一姐粗鼻无夫 娶个姿色过得去的女子也就罢了 哼 老先生当真以为你我生死相搏 是我徐凤年必败 你这辈子还没有去过锦州老家祭祖吧 徐凤年没有答话 事实上不但是他 徐霄在封王后就没有去过锦州了 徐凤年的爷爷很早就去世 当时徐霄刚出辽东 在黎阳南部跟几大藩镇势力厮杀的如火如荼 徐凤年出生后根本就没见过爷爷奶奶一面 徐霄又是独苗 因此后来也没有什么徐家的亲戚 早年倒是有些锦州远亲跑到北梁跟徐霄攀亲戚 年轻时受尽白眼的徐霄也算是人质易尽了 给了他们一份汗唠饱收的荣华富贵 至于娘亲那边的长辈老人 王妃无素几乎从不提起 徐凤年小时候只是偶尔听娘亲说起 外婆是位与人相处将心比心的大好人 可惜去世的也早 至于外公是谁 娘亲没说过只字片语 徐霄也不肯多说 只有一次在酒后气呼呼地说了句 那老头早就死翘翘了 徐凤年猜测 肯定是徐霄当年求亲 在吴家剑种外吃了闭门羹 被姓吴的老丈人拿剑 打得屁滚尿流 从此结下了梁子 老死不相往来 而徐凤年对那个外公也有怨气 后来在青城山的姑姑常年富甲遮灭 就是吴家当年刁难娘亲 才害得身为见识的姑姑 脸上被凌厉剑技割裂的面目全非 虽然不是外公亲手所为 但徐凤年觉得 如果那个外公有说几句公道话 对待娘亲的离家出走 吴家剑种也不至于如此的残忍狠辣 尤其是在得知亲舅舅吴起 在北莽故意相见却不相认 最后又转去西蜀辅佐陈之报 徐凤年对姓吴的亲戚长辈 可真就没什么好感了 哪怕本该喊上一声太老爷的吴家当代家主 在北梁边境上主动有过一次弥补 徐凤年难免还是会有心结 老人常呼出一口气 我曾替大厨修转前朝史书 遍览书籍 当时我刀法虽无宗师之名 却有宗师之识 但修转之识 仍是经常在夜间甘胆悚然 吴他 只因书中处处可见那 人相识三字 天下兴亡交替 虽是常态 可每一次动荡 民间疾苦之苦 实在是苦不堪言 交官之外 取路旁 弹幕返街 如曲阳 玄乎朵夷 则飞劫 快刀一落 争取将 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 死者一满路 生者为鬼林 天下苍生半游魂 这可不是乱世诗人 在做无病深言之语啊 我亲见春秋之末 贩卖男孩 不过几文钱 女子价值 不过一鹏宿米 再后来 有些父母不仁 便与别人换子而始 到最后 这世上人不当人 犹不如鬼 我如何能不恨李扬 不恨那一路南下 屠城灭国的徐霄 九十王侯家 糊涂出末地 其实 又何止是王侯之家如此 徐霄说过 做人要本分 头等文人修其置评 四等文人 也能为苍生诉苦几句 而他作为提刀的五人 那就是打仗 也只会打仗 给他几千人 那他就打一城 几万人 就打一国 等他有了几十万铁骑 不打天下打什么 所以后来那么多人骂他 他从不还嘴 也没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对的 北梁军中 老一辈的燕文鸾 钟鸿武 何众乎等 年轻一些的 楚露山 李莫帆 曹小娇 哪一个不是世人眼中臭名昭著的老兵痞 但是不能否认如果说必定有人会做那个帮离阳一统天下的人徒那么由徐霄来做肯定是最好的结果此事我还真没有想过 黄龙氏有句诗广为流传 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 黎阳那位宋家老夫子便点评 身子不如生 若用生字动静结合大和诗道 黎阳朝文台士林纷纷拍案叫绝 你以为然 我二姐曾在上阴学宫说过 宋老夫子改的狗屁不通 那你就不好奇 徐卫雄到底是谁家女儿 关你屁事 徐凤年啊徐凤年 你还真是跟你爹徐霄差不多德行 我敬老先生对西楚忠心 在北梁王府潜伏多年守护王国公主江泥 但老先生别以为真能在徐家为所欲为 哦 不知何时 两人所占位置 变成了刀甲齐恋华背对着陵墓大门 徐凤年背对两块墓碑 然后两人几乎同时踏出一步 然后几乎同时踏出一步的脚背就被对方另一只脚踩住 徐凤年双指作剑戳中老人眉心老人竖起手掌看似轻描淡写拍在徐凤年的胸口 老人身形旋转如陀螺 卸去指剑的同时大秀飘荡 卷起 满天风雪 形成地龙积水的景象 徐凤年被掌刀推向雾碑 一手绕后贴在墓碑之上 轻轻一推 借力前出 身形在空中的徐凤年双指 并隆依诱在老人头顶处倾斜一抹 磅礴剑气顿时登空 扑洒而下 老人痴笑一声 他两脚稍稍内清 一手负后 单手握拳 在一条直线上踩出了连串碎步 悍然前踏 躲过了那抹剑气 刚好一拳砸在徐凤年的肚子上 拳柱如雷鼓 戒势反弹后 鼓指立即松开 又是一掌推去 徐凤年倒飞出去的身体 在血液中炸出了类似磁碎爆竹的刺耳声响 刀甲齐恋华的拳也好 掌也好 步伐也好 其实都很简单 干脆 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曾经自负与世为敌的王先知 快如奔雷 竟如炸雷 这一徒手迎敌 不屑天下 神兵力气 徐凤年其实没有如何重上 只是被老人一招击退 心潮起伏 体内本就蓄乱的契机 愈发跌宕 如同废水添油 这让他对春秋刀甲有了重新的认识 原本以为齐恋华智多跟随斜谷在一个水准上 现在看来应该起码还要高处一线 如果在刘州斩龙之前 徐凤年自信就算刀甲倾力而为 自己就算再大意也不会如此狼狈 徐凤年落定后 嘴角渗出血丝 只是根本就不去擦拭 顾不得也无所谓 啊 就你现在的糟糕处境 只多也就用上三招来拼命 遇上一般的金刚 甚至止玄高手 三招差不多也够了 可惜遇上我 不用三招 就一招的事情 就算死也要护着身后两块碑 人都死了 碑有什么用 你徐凤年不是北梁王吗 不懂取舍 小子 世间美人 那是雨后春孙年年出 便是冰原 也是野火烧不尽 一差复一差 但有两件东西很难补充 一是沙场上的铁甲重旗 少一个就是少一个 很难迅速填补 再就是江湖高手 每一人都是需要天赋 北梁以一帝之力 以一帝之力占一国 你要是死了 北梁有没有北梁王 我根本就不在意 但是徐凤年死不死 我齐恋华又怎能不在乎 徐凤年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茫然 被刀甲齐恋华一拳一掌击中后 体内契机竟然在经历过初期的剧烈震荡后 竟是有了匹极泰来的迹象 开始趋于稳定 老人一脸气恼 小子才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小子不是浑身心眼的灵力人吗 怎得如此不开窍了 在下余地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98集 徐凤年也火了 怒目相视 看着倔强的年轻人 老人好像记起了一些往事 跟这个世道强硬了一辈子的执拗老人 也心软了几分 怕你小子猜不出 我不是取了个化名吴江吗 我不是猜说你是齐恋华和春秋刀甲了吗 火帽三丈的老人突然重重一跺脚 整座陵墓上空的风雪都为之凝脂停顿 徐霄就没跟你说过 他老丈人不姓吴 就算徐霄那王八蛋没说 素儿也没跟你提起过 没跟你说过 当年有个姓齐的刀客 在吴家剑种为了个吴家女子大打出手 差点拆了半座剑山 徐凤年转过身 看不清表情 语气听不出感情变化 没有 没有 老人是真动了肝火了 指着徐霄的墓碑破口大骂 好你个锦中蛮子 当年为了娶我女儿 你说不跪天不跪地 就给我这岳父跪上一回 好嘛 屁大的小校尉 手底下几百人就敢威胁要是不答应 将来一定带兵灭了大楚 老子当时就该一张劈死你 当老人沉默后 只有满园风雪乌野声 老人眼神慈祥 只有满脸愧疚 凝望着那个比徐霄要顺眼太多太多的年轻背影 我第一次偷偷见你 是徐家铁骑赶赴北梁土中 也是这般的风雪夜 在一座小寺庙内 你被你娘亲责罚通宵读书 你小子就手捧书籍 坐在大殿内的佛像膝盖上 就着佛像前的长明灯 一直读书到了天亮 旁边四尊天王像迷宿 或带刀佩剑 或面目猙獰 灯火悠悠 殿外隆冬风雪 似女鬼如气如素 成年人尚且要发出 你这孩子独独不怕 我就在梁上看了你一夜 真是打心眼喜欢哪 不愧是我骑恋华的外孙 老人心胸间涌起一股因子孙而自豪的豪迈气概 我不认徐霄这个女婿 却喜欢你这个外孙 哪怕素儿不认我这个爹 我仍是厚颜来到梁州 等素儿病逝后 便隐姓埋名 当个下等仆役 我齐恋华是谁 能与大楚国师李密 在棋盘上互有胜负 能与太父孙希记逐酒而谈指点江山 能与叶白魁在沙场上并驾齐驱 能让齐代昭曹长青竟称为半师 徐凤年蹲下身望着那两块墓碑 为什么当年不明媚正娶了外婆 而是让外婆跟我娘亲 在家族白眼中相依为命 老人默不作声 眼神满是哀伤悔恨 江山美人 江山美人 江山在前 美人在后 是不是你觉得江山设计更重 或者觉得大丈夫和换武器 你这位大名鼎鼎的春秋天花狼 觉得女子 只是那人生仪式 那锦上天花的点缀物 为什么京城白一安 你不护着我娘亲 所以我不知道我有个外公 只当他早就死了 他是姓齐 还是姓吴 是大英雄还是小人物 根本不重要 九九后老人溃叹一声 无言以对 徐凤年在坟前盘膝而坐 弯腰伸手拂去杯前的积雪 齐恋华走到杯前 低头看着徐霄的墓碑 等我文讯感到太安城 已经晚了 你不认我这个外公也好 觉得那个叫齐恋华的家伙 冷血也罢 我都认为 不管如何 不忠于自家女儿挑中的男子 但嫁出去的闺女 也就等于是泼出去的水了 而且那个时候 三个刀家 也杀不死正值天命所归的 黎阳皇帝 少敦 既然如此 至于原本息 韩生轩 柳侯师之柳 只要徐霄再世一天 那都得是他徐霄应该挑起的担子 徐霄做不到 还有我女儿无数的子女 老人转头 看向不断用手扫血的徐凤年 道教圣人有言 生死如睡 睡下可起 为生 睡后不可起 为死 苦儿 此间有大恐怖 人人生死 人生死不孝反哭 便是此理 佛典野云 悉心得寂静 生死大恐怖 也许你是对的 徐霄比什么春秋刀夹 大出殊胜墙上许多 只是我不愿意 也不敢承认而已 老人看着徐霄的墓碑 徐霄啊徐霄 到头来 终究是没能喝过一杯 你敬的酒 完了 你先从想不明白 为什么徐霄那床底箱子里 他亲手缝制的布鞋 会有一双徐家人谁都不合脚的鞋子 老人愣了一下 随即老人哈哈大笑 双拳紧握 搁置在双腿上 哈哈哈哈 春秋一梦 梦春秋 人活一世 不过就是生死两世 来时极枯 去时当笑 人后 老人伸出一手握杯子撞 五指间便多了一只 晶莹剔透的白雪杯子 杯中落雪 老丈人 敬你续一杯 杯雪做酒 能饮一杯五 小年老头我要回一趟广陵 离香太久了 送就别送了 老人敬酒之后转过身 拍去外孙一侧肩头的鸡血 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册子 轻轻轻放在徐凤年的身边 最后轻轻说了一句 老人起身后 双手猛然抖秀 开始大步走向陵墓大门 出门之后身影便一闪而逝 慢了一步的徐凤年全然拦不住 梁州城外老人愈行愈远速度之快便是北梁甲等大马也远远难以媲美 老人手中多了一柄白雪锻造逐渐成型的梁刀 世人皆知大厨天花郎生平炼字最喜好书写速年春三字 女儿无数美浪 可外孙徐凤年还在 而且出息得很 此生也无神挂念 是时候该把齐半部的绰号给去掉了 也不妨把齐天花的名头给坐实了 小年就当外公最后自私一次 好叫天下人知道 你爹死后你还有个长辈在世 有我齐炼华 还没谁能恶心北梁 却不付出代价 大祝国顾建堂不行 赵家新皇帝也不行 小年你只管守好中原大帝的西北门户 徐凤年身形飞速长掠 孤单站在城头 但视野之中唯有白茫茫一片 站了一夜 天亮时分 徐凤年记起老人的最后那句话 真的可以吗 降服二年春 一个悚然消息从两辽边线传回京城 顾建堂输了 而且还是输给了一个用刀的人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那个横空出世的武道宗师没有报上性命 这当今天子正恨不得如何摆脱束缚 那老人的出现就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 借刀杀人手不沾血 所以京城进军不得调动一人 今天见练气室不得调动一人 依附朝廷邀选李渔带的江湖高手 也不得调动一人 得此信息的原本息已是心灵神会 一朝天子一朝臣 赵敦抛开记恨北梁不说 帝王心术已经登峰造极 原本息当初看好赵敦愿为之效劳 赵敦也愿意为之做牵线木偶 可谓是君臣祥和 反观赵传 羽翼未封却一心想着推翻父亲留下的原班人马 实行自己的理想报复 那么原本息作为帝王师就断无可以活的理由 以原本息之才 当时除了黄三甲 纳兰又辞李一山等几个人可以与之抗衡 尤其是黄三甲与李一山 一位书生义气之争 一位庙堂天下之争 而如今两人皆死还有什么乐趣呢 最终原本息让宋克里斩杀了自己 并把头颅献给赵传派来的司礼剑掌印大太监为宋克里能够在君王侧铺平了道路 正是这一日一位无名老人进入泰安城后 静止杀入青天剑 杀尽了青天剑炼器士和那八百侍卫 这个老疯子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言语 只在临终时只对自己默默说了一句 我齐恋华这一生眼高手低所求甚多 求书法超过古人 求家族兴盛 求大楚国座绵长 求苍生福祉 结果一事无成 两手空公 最后一球倒是所求甚小 只求做一个能让自己问心无愧的长辈 小娘啊 别忘了外公跟你说的那句话 记得要相信自己相信有你在的北凉 幽州长庚城三里外的一座驿站 一位披有后求以欲风寒的年轻人站在路旁 身边站着个孩子正站着口水翻越一部泛黄书记 远方一路上扬起阵阵尘土 马蹄声越来越近 年轻人收起思绪 当为首一起身穿北凉境内罕见的紫袍官服要知道精子不如地匪说的就是紫袍经官的权柄 不如身穿匪袍却能够目守一地的地方官员 那位封将大力翻身下马就要下跪时年轻人笑着摆了摆手 急着赶路 免了上车说话 来者正是幽州将军黄甫平能让他跪拜的当然也就只有北梁王徐凤年了 两人坐入马车厢内徐凤年的大徒弟于帝龙小心翼翼收起那本册子做起了车夫 背负长霞的剑道宗师 弥凤杰和腰佩梁刀的死士樊小差 这两位高手分别护驾在马车左右 徐凤年跟黄甫平相对而作 只是一个随意盘腿 一个跪坐的是一丝不够 让王爷久等了 徐凤年没有说话 根据最新谍报 渗入幽州境内的猪网踢杆 补亭狼和捉蝶士都以斩杀殆尽 北莽江湖高手除了六人不知所踪也都处理干净 其中策反两人 其中一人用以调出那六条漏网之鱼 其中一人用作暗棋遣返北莽 徐凤年点了点头 他并不会掺和具体事物 对楚禄山苦心经营起来的浮水房更不会去指手画脚 所以转移了话题 许远兵那边如何了 还在追杀途中 当时截杀燕文卵的十人除去铁骑而口渴而当场毙命 其余八人一起向北逃窜 六日前提兵山峰主管义拉率先被其余高手当作妻子 为徐远兵杀余凤起官 四日前北莽魔头阿和马死在幽州边境以北三十里处 但也成功托住了徐远兵 好在三天前官英总练起事发现蛛丝马迹 才发现那六人竟然折回了幽州西北的射流郡 差点就给他们逃脱 两天前又有两大北莽高手死在徐远兵枪下 哼那就只剩下公主焚小念头大岳府那个听说是诸王李秘弊的老乡好 还有记剑气敬皇亲之后最有希望成为剑仙的铁木蝶儿 十大顶尖高手连妹出动 而且之前机关算尽到头来落得个这么个凄凉下场 恐怕那老玉和李秘弊都想不到吧 对了 传言铁木蝶儿很年轻 北莽江湖一直说他是草原上的邓太阿 而且在逃亡途中境界暴涨 不断迅速晋升纸旋 凤且关最后一剑还有了几分剑仙风采 是不是真的 是 铁木蝶儿与其他境界停滞的北莽高手不同 五道修为一日千里 几乎每经历一场死战就有收获 蝶包上记录 此人年岁至多二十八九 中等身材 但夜下掌险似龙林 传言深具真龙气象 铁木蝶儿祖上却是草原雄主 大奉王朝最后那点元气 就是被他祖辈给折腾没的 至于夜下生有龙龄你说 想来是好事者的无稽之谈 没那么简单 黄青死后的气数 他这一小步比起别人连破数个境界 那可都要来得恐怖 旧的江湖在战马铁蹄之下 很快就要成为绝响 也不知道以后的江湖是怎么一个景象 在这之前 北凉鱼龙帮也好 灰山大雪平也罢 都是昂花一现了 道德宗 齐剑岳府 提兵山 公主坟 武当山 徐衍兵 随邪谷 弥凤杰 吴家 百骑百剑 加上已经无法抽身的南海观音宗和西域烂陀山 接下来还有多少高手会死在北凉呢 北莽不过是随随便便调动了两万余骑军 那既被塞外八十宝寨就净数内签 这帮有恃无孔的酒囊饭带 有本事 干脆把恒水 吟耀两城也给让出去 吟耀城守将刘燕浪是出了名的强头草 京城一有风吹他的动作能比京畿官员还要更快 有原亭山在的济北边关要故意给北莽放水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抱有希望了 如果刘燕浪果真丢掉银药的话 那么恒水城也就等于孤悬关外了 何况手握恒水城的武将魏敬堂还是首府张巨路少数前往军中攀升的得意门生 此人这么多年对北梁始终抱有强烈敌意 如今张巨路一死 魏敬堂自保都难 就更不会跟兵部对着干了 说不定撤得比刘燕浪还果断 如此一来 即北门户大开 北莽一旦持续投入兵力 加上顾剑堂的辽西边军纹丝不动 那么我幽州葫芦口就真的有父辈受敌的可能了 玉兰刀内支幽州骑军的处境不妙 当初游掠于葫芦口外 拦腰截断北莽东县粮草的经历也就成了空谈 哼哼 没事 若是刘燕浪魏敬堂不愿意镇守国门就让玉兰刀的一万幽州骑军去帮他们守 高空中一头神骏飞禽 猛然间破开云霄 倾斜坠落 临时充当马夫的余地龙笑脸灿烂的抬起手臂 他停在了孩子手臂上 余地龙欢快地喊了一声师父 徐凤年探出帘子 结果这头毛损 亲密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才解下绑在他腿上的细绳 然后轻轻振臂 六年缝随之展翅高飞 在主人头顶盘旋几圈 才骤然拔高飞速离开 传来的情报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为死守 意思很明确 魏敬堂会死守恒水城 唉 其风知境草 魏敬堂为何拼着性命不要也要守住恒水城 难道是楚都护的暗中谋划 浮水房的手腕再厉害也不可能买通魏敬堂这种读书人 徐凤年想了想 大概是他恩师张巨鹿的死 让魏敬堂下定了决心吧 皇甫平仍是愤愤不平 可惜 诺大一个冀州才出了一个魏敬堂 怎么不说弱大一个黎阳王朝 才出了一个张巨鹿 短暂沉默过后 徐凤年笑了笑 哼 看来得你独自去幽州了 我去一趟济北 找玉兰刀 顺便见识见识那位魏敬堂 王爷 你难道要以身射险 亲自上阵带兵前往葫芦口外 不等徐凤年说话 黄甫平跳下马车身形略至一路前方 然后扑通一声跪下 一言不发就那么跪在那里 于地龙匆忙让马车停下 徐凤年下车后走过去 搀扶这位有失官仪的幽州将军 但是曾经被灵州官场嘲笑为清凉山下 头号看门狗的黄甫平 是死活不愿起身 起来 黄甫平若是今日不拦住王爷 明天就会被楚都护燕统领和二郡主打死骂死 一个杀敌哪怕数万代英勇战死的北梁王 比不上一个在北梁境内好好活着的北梁王 这点不需要你提醒 我比谁都知道轻重 放心 我会带上弥凤杰和樊小差 再说了 我虽然境界不如以往 但说要逃命自保 并不难 如今北莽的顶尖高手 真不读了 黄甫平显然是打定主意 一根筋到底了 抬头死死望着徐凤燕 若是拓跋菩萨亲自解杀王爷 又当如何 拓跋菩萨正在奉旨赶往刘州的路上 何况你往了幽州边境上马上就能收尾的徐彦兵 哎呦 黄甫平 再不起身 信不信我踹你 你的死剑 比起太阳城 岩关的火候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哎呀 起来吧 黄甫平缓缓起身 犹豫了一下 王爷 下官说句大逆不道的真心话 你不能死 你死了 黄甫平这辈子都做不成北凉的顾剑汤 对于黄甫平的掏心掏肺 徐凤燕只是瞥了这位幽州将军一眼 便一笑置之 然后和于帝龙各自骑上一匹马 与弥凤杰樊小差四骑远去 四骑在一路上向东击齿 于帝龙转头看了眼那只骑队 师父 这个幽州将军怎么说来着 什么油什么灯呢 哼 你想说不是省油的灯 跟谁学的 师妹王生还是师弟吕云长 孩子黑黑笑着 哎 想念王生了 那当时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北莽 孩子赶紧板起脸 他跟那个白狐脸是去北莽底里舞蹈的 我哪能拖他的后腿 他可是说了 等我回到清凉山 肯定一个打我和吕云长两个 你呀 输了一半了 这师妹果然在北莽能练成最厉害的剑法 然后他又忍不住自顾自的开心笑起来 徐凤年摇了摇头 一只言语不多的弥凤杰担忧了起来 记手毕竟不是悲凉许多潜伏的照顾眼线 王爷还是小心些为好 徐凤年点了点头 弥凤杰不露痕迹 看了眼那女子死是樊小差 这名只玄宗师不明白为何徐凤年要捎带上他呀 弥凤杰打定主意要死死叮嘱他 以防不测神情冷漠的樊小差目视前方 济州那是曾经隶属于北汉的疆土 其实不光是当初济州寒假 北汉国座长达一百六十余年 有太多太多士族豪门都曾是北汉的臣子 而他反甲更是世代赞英 满门中烈 这次你顺路去给樊家祖辈上坟 敬此酒以后未必有机会了 你要是最后决定留在济州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 你不用急着回答 到了那边再说 樊小差猛然咬住嘴唇 渗出腥红血丝 眼神疯狂 我没脸面去祖宗坟前敬酒 虽然我杀不了你 甚至都不敢对你出手 但我可以亲眼看着你死在沙场上 弥风杰侠内明剑大阵 樊小差 你寻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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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紫玄高手 我真是怕死了 够了 弥风杰深呼吸一口气 樊小差也立即收敛起那股子癫狂意味 他们两人的坐骑没来由 RO vida 一致 被忽视的那个孩子余地龙 看了眼伸手扶了扶剑侠的老头子 又看了眼握将手指有些发青的年轻女子 这位徐凤年的大徒弟偷偷撇了撇嘴 徐凤年闭上眼睛 他知道幽州葫芦口已经开始死很多人了 徐凤年进入冀州境内后 就盖上了一张生根面皮 出自南疆巫女书修的手笔 当初徐凤年前行北莽就多亏了这些奇巧物件 四骑跨境 福水房碟子早就准备好了四份无懈可击的蝴蝶露营 如今北梁道豪身像是被志同捣乱老挝的乙群 纷纷向境外逃窜 徐凤年寥寥四骑根本不眨眼 樊小柴知道 他要去济北恒水城建玉兰刀和魏敬堂 但是他们四骑虽然马不停蹄昼夜不息 可并没有走那条最近的路 反而是直插济州新复处 最终来到了那座建于大凤朝 宝华末年的大展城 徐凤年没有急于入城 而是在城外关道上勒马而停 神情复杂望向这座沉默的高城 樊小柴自幼便因国破家王而颠沛流离 但是作为忠烈樊家的后人 哪怕是逃亡 他在那十多年中大体上依旧还算安稳 也曾在大展城衣食无忧的居住过大半年的时光 徐凤年轻轻说了声进城 四骑就撒开马蹄前往城门 除了自荣足以惹人怜惜的樊小柴 给城族狠狠地多寡了几眼 并没有生出是非 在城南入城后 徐凤年熟门熟路领着他们前往城北 一路上走街过窿穿巷 樊小柴难免压利呀 他如此熟人大展成格局 四人最终在城北一处通渠闹市 叫青竹酒楼的地方歇脚 酒楼生意兴隆 一楼见缝插针 找张空椅子都难 四人只好在堆满青竹板子的柜台前等空出张桌子在落座 徐凤年百无聊赖的 拿起一块青竹签 欣赏着周板上的秀媚凯体 眼角余光 看到那名套着满身凌厉劲的年轻垫小二上了二楼 徐凤年回心一笑 多半是瞧出他们四匹马的来历了 出幽州前 浮水坊就将那四匹幽州战马换成了河州一级 进入济州境内前 暗中街头的浮水坊碟子 又给换成了四匹上等的济南军马 徐凤年看出那店小二鬼鬼祟祟的蛛丝马迹 除了余地龙 弥凤节和樊小差自然也都察觉到了这清竹酒楼的不同寻常 尤其是刚刚阴工晋升为浮水坊玄字号大当的樊小差 窃窃弱弱的表象下散发出一丝隐藏极好的嗜血气息 酒楼内众多来此一支千斤的豪客其实都挺精明 故意的酒后土真言都在嚷着什么 老板娘 来给爷敬个酒 放心 爷是四万人 只吃酒 不吃人 听徐家娘子 咋从没见过你相公露个脸 真是个王八蛋 这天寒地冻的鬼天气 也不怕徐娘子晚上难熬 掌柜的 老子在清竹酒楼连吃了十几顿饭 开销都够把大展成二刘瑶子的花魁拿下了 你倒好 手也不给摸一下 这天底下的生意 哪有你这般做的 如今冀州的世道不太平 读书人的行情也就每况愈下 愈发不景气了 要是隔在前几年 他们早就拍案而起 骂得这帮市井泼皮狗血淋头了 只是冀州动荡连连 先是冀州定海神针 杨慎姓大将军带走了所有冀州老族 然后使袁庭山那条过江龙来冀州成了山带王 不但是大驻国顾建堂的成龙快婿之后更是拐骗了冀州燕宝李家的女子作气 而且手握兵权 济南济北所有江湖宗门帮派可都为袁将军马首示战 袁庭山眨眼功夫就将冀州几条不服气的地头蛇收拾的是生不如死 如今又听说北蒙数万骑军叩关南下 济北边境上的银耀城已经给丢了 冀州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韩家陈渊得雪 当今天子亲自下旨追视韩家老家主韩北渡为五乡 不但不是世人猜想的以第二等中字打头 最多配一个中定或者是更靠后些的中列 反而在以一等五字八大美式中拿下了排在第五的箱子 更振奋人心的是在韩家被朝廷洗员之前 冀州就已经传出了一个惊人消息 有一位当年逃过一劫的韩家遗孤出现了 此时楼上楼梯口出现了一个曼妙身影 但不知为何立即打了个转一闪而逝 楼下眼见的汉子顿时是嘘声似起 用手拍桌用快敲碗 但让酒客只敢嘴上开油却万万不敢下手的理由 以及让青竹酒楼生意火爆冠绝大展成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今被朝廷破格升任南路关校尉的韩家嫡长孙 是徐氏的异地 那个店小二笑脸灿烂却是一肚子狐疑地跑下楼 毕恭毕敬地请徐凤年四人上楼就坐 徐凤年摸出一块碎银丢去 店小二笑容更胜了 谢工作厂 店小二把四人领到三楼房门外 就止步 徐凤年推门而入 弥凤杰站在门口 樊小差跟随徐凤年跨过了门槛 他瞥了眼那位站着不动满脸惊喜的富人 确实有些妖娆运智 尤其是胸口的风景能让寻常男子恨不得跑去双手托住 捡其腹的 不过也就那么回事 樊小差本身姿色就在那富人之上 走的路数更是截然相反 大体上算是各有千秋井水不犯河水 徐凤年坦然坐下 金珠娘傻站着干什么 倒酒啊 就算重操旧业做那人肉包子的行当 那也总得先把客人灌醉了不是 女子捂住嘴 不知是哭还是笑 他正是徐凤年在北莽橘子州遇见的青竹娘 开黑店卖黑酒 若不是山脚那夜他无意中吐露心扉的一句罪话 事后徐凤年也不会跟中意债大当家韩芳有所牵连 更不会一路杀上六一山长乐丰的沈氏草庐 那么 韩家嫡长孙可能就会在沈氏草庐的欺压下 连山带王都当不了 只能跟那个张秀成换个山头重整树鸡 那么冀州就不会有自投罗网等候问斩的韩家长孙 不会有之后的改天换日 韩芳突然从囚犯一许成为黎阳王朝一等一的忠烈之后 成为了压死首府张居禄的最后那根稻草 可以说这两年潜伏在整个冀州的浮水房死士和碟子都在围绕着一个人展开隐蔽且谨慎的复杂活动 这个幸运儿正是率领二十一旗重返济州的韩芳 这颗棋子是徐凤年亲手埋下的 距离开花结果还上早 但对如今雪上加霜的北梁来说 冀州有和没有韩芳肯定是天壤之别的两种格局 徐凤年这趟来冀州大展城要见的不是韩芳本人 而是那个自称道德宗外门弟子的张秀成 当时中一寨树岛湖遵散 只有此人坚定不移的在韩芳身上压住 将其视为可以帮自己鸡犬升天的得道真人 事实也证明 这个北蒙南朝秀才出身的道士不但赌对了 而且赚了个拨满盆营 青竹娘坐下后给徐凤年倒了一杯陈年花雕 心情激荡过后 他显然有些局促不安呢 徐朗 您怎么来大展城了 韩芳的韩家遗孤身份 青竹娘等他遭了牢狱之灾才后知后觉 至于徐凤年的身份 连韩芳也是进入冀州扎根后才被一名找上门的浮水坊老碟子告知 这种密室 韩芳当然不会跟青竹娘一个无亲无故的附导人家多说一个字 咋的 我不能来啊 怕蹭蹭蹭喝 青竹娘没有说话 下意识身指挑了挑并脚青丝 生怕自己哪里被挑出毛病来 张真人其实昨天就在店中住下了 吃喝睡都在这一楼靠窗的最里间 他比我更早见到公子 方才说稍后就到 得捡个没有客人进出的间隙 让我脱话给你 说是请徐公子海涵 徐凤年 摁了一声 到了大展城清竹酒楼 马上就要跟如今化名张福玲的张秀成亲自搭上线了 这让徐凤年忍不住想起了另外一条隐线 不在冀州而在倒马关外就在葫芦口外 这次他之所以说是先到冀北衡水城去见玉兰刀和魏敬堂 但真正的意图还是收拢这两条经营数年的浮现 相比冀州韩方 另外那颗名叫宋雕儿的暗棋能够更早发挥作用 当时徐凤年跟随刘尼荣带队的鱼龙帮出关走标 宋雕儿是副帮主肖枪请来借刀杀人的几股马贼势力之一 徐凤年相中了此人的心性果决手腕狠辣 让宋雕儿事后去跟当时还仅是幽州果异都位的皇甫平要钱要粮 宋雕儿果然是如徐凤年所料啊 很快在边境上是大鱼吃小鱼吃虾米 甚至连他娘的泥巴都吃 笼络起了三百号汉匪马贼 等到皇甫平当官当到幽州将军后 实力不断扩张的宋雕儿 俨然成为了幽州关外数一数二的马贼领袖 明面上手下精壮就过千 别看相比各地军武这个数目不大 兴许还比不上一个吃空想的校尉 但要知道宋雕儿当时只靠着三十六名马贼就能在关外自在逍遥了 宋雕儿麾下 那暂时没有换上精良装备的一千马贼 大概就已经可以等同于冀州三千骑军的战力 除此之外在北莽珠网和江湖势力往幽州渗透的时刻 徐凤年也借此机会将许多人马悄悄地打伞撒向关外 如道德宗长律真人崔瓦子所认为的 什么清朝阁豢养的一半鹰犬都隐藏在葫芦口宝寨啊 障眼法而已 早就跟宋雕儿的马贼会合了 那天在清凉山后的碑林徐凤年面对指着自己鼻子破口大骂的米穹 没有任何反驳 只是说了一句自己没有做好 也许他这个北梁王确实做的没有多好 但徐凤年做的事情肯定比外界想象的要更多 徐凤年喝了口先前青猪娘刚刚温过的花雕 原本还有些笑意的他突然沉默起来 十五年陈花雕酒自永辉元年起 即是江南道的贡品之一 其出产地自大凤王朝便有独特风俗 傅家生下女子便已出生时几日酿酒几坛 酒坛会采多埋入老龄贵树下 致女子长成出嫁便以此酒做头等陪嫁务 当年北梁大郡主远嫁江南北梁王徐霄 扬言要采贝一千坛花雕做女儿陪嫁之用 仓促之下 结果只凑了八百多坛 原本这也不是什么有多丢脸的事情 那会儿人徒嫁女谁敢说三道四 谁不知道骂他徐霄再凶 徐霄听过也就算了 若是有两个女儿的闲言闲语传到他耳朵里 只要不是隔着几千里外 保管皇帝都护不住 到最后是那个起仙最先拦着大姐嫁人的世子殿下亲自带着王府亲兵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几乎把梁州城内所有权贵富豪的家门都给硬闯了一遍 这才在徐之虎出嫁那天的清晨时分 两眼通红的世子殿下终于捧回了最后一坛上等的花雕酒 徐凤年不言语 青竹娘也不出生 不再身披道袍 而是身着便服的张秀成轻轻推门而入 他本想下跪行大礼 看见青竹娘还留在屋内 一时间有些左右为难 徐凤年回神后举了举酒杯 唉 都是故人相逢 坐下说话 张秀成的诚惶诚恐可不是假装的呀 他青娘嘞 眼前这位可是堂堂黎阳西北藩王啊 那只握着酒杯的手 还握着整整三十万边关铁骑 这位顶着北梁王爵和上主国头衔的年轻人 那可是正在跟北蒙百万大军跟整个北蒙王朝在玩命死磕啊 推一万不说拿走北苑大王徐怀南和提兵上第五墨脑袋的男人打死王先知的家伙 我这么个装神弄鬼的道士不是算碰到真神仙了吗 张秀成看了眼还蒙在鼓里的青竹娘 我徐公子无妨 嗯 不碍事 小的斗胆先不说正事 大当驾的让我替他先做件事情 以后见了面 他再补上 说完这句话 张秀成就站起身 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徐凤年也没有拦他 额头微红的张秀成重新坐下 迅速平稳了情绪 在王 呸 在徐公子受益下 于将军带兵在去济北的路线上 经过了南路关附近 大当家的也连夜率领三千兵马去堵截 大打出手了一番 果然 那只带有几十护从的袁亭山 侍候露头了 对大当家的少了几分戒心 于将军这一路背心 可就咱们南路关把刀了 其他几十路兵马 都缩乱得一塌糊涂 不是小的胡吹 北梁铁骑 的确不愧是天下第一的雄兵 哪怕隔了个河州 西州军 照样怕得要死 要是军州主星骨 杨慎信还在 可能就不是这幅光景了 可能 张秀成没说几句话 就觉得口干舌燥 瞥了眼桌上那只酒杯 愣是没敢去拿 徐凤年帮他倒了一杯 他这才低头弯腰接了过去 微微侧过头 一口眼镜 看得青猪娘都傻眼了 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什么玉将军 什么北梁铁骑的 杨慎信我倒是听说过 那个在靖州作威作福 然后到了别地就立马水土不服的老头子嘛 据说 在黎昂一个叫广陵道的地方 吃了赏大败杖 典型的晚节不保 袁亭山也更熟悉些 没办法 这个袁大人在冀州是富如皆知 是毁育参半的一个传奇人物 认可得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 把他夸得不行都捧上天了 不认可得恨得牙痒痒 怕他是条疯狗 还曾经被北梁王打得满地找牙的疯狗 不靠骑马杀敌争取功名 而是只靠着骑女人才有今天的地位 但这豫将军什么的 都是什么人呢 张秀成正要说话 屋外有人轻轻叩门 张秀成如惊弓之鸟般猛然起身 吓了青竹娘一跳 徐凤年放下压了压手 无妨 事宜张秀成稍安勿躁 这才看向门外 进来 弥凤劫进屋子后 老人极其厌烦嫌弃的冷冷瞥了眼翻小柴 那心软的找上门了 嗨 是该说这哥们儿阴魂不散好还是痴情一片好啊 原来在他们四骑进入冀州边境后 无意间遇到了一只四十人的私人马队 护送着一位世家子弟 马队配置不比冀州近其差 那家伙几乎只看了一眼快马擦肩而过的樊小柴 魂魄就跟着樊小柴那一起走了 什么都不管不顾 立即掉头策马狂奔 拼命赶上了徐凤年四季 原来那个叫阮刚的年轻人 少年时在大展城见过仍是少女的樊小柴 当时便是惊为天人呢 等到樊小柴离去 这个痴情中借口出门游学 都快把大半座冀州翻遍了 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娶妻 结果他觉得那场重逢就是天意 樊小柴一开始说不认识什么阮刚 也没有在大展城停留过 阮刚当时看徐凤年的眼神 那叫一个幽怨啊 误认为樊姑娘嫁为人妇 成了他人美眷 有意思的是 阮刚从头到尾 没有仗势欺人的企图 只恳求徐奇能君子有成人之美 千万要让他和樊姑娘破镜重圆 最后这位冀州副将的嫡子 甚至下马就那么跪在一路上 满脸涕泪 所幸他当时没能看到马背上 樊小柴的猙獰表情 这位浮水房第三号大当当时 真的是连把他分尸的念头都有了 樊小柴望向徐凤年 面无表情 我找个机会宰了他 放心 肯定神不知鬼不觉 你们女子能有这么个在意自己的男人 就算不在一起 也不能伤人太多 毕竟这种好男人 这个世道真不多了 要不然我把他弄进浮水房偏房 此人好歹是冀州副将最器重的儿子 用得着 你又不喜欢他 再惹你都当上浮水房排在前十的大人物了 还在乎这点功劳做什么 我看不见的地方 浮水房女子做这类事情 我不去管 但你就站在我眼前 算了 樊小柴呕了一声 就不再有瞎闻 随便跟阮刚知会一声 就说明天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让他备好美酒佳肴 就让他继续等着吧 有个念想挂在心头 哪怕挂一辈子 大概也比心如死灰好些 屋内所有人都没有接话 张秀成是不敢 迷凤杰是不上心 樊小柴是开始闭目养神了 只有青竹娘柔声开口 是这样的 徐凤年没来由想起了同为北梁棋子之一的王府 客卿戴上那张入神脸皮的书修 在下余地龙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99集 书修这枚棋子直觉告诉徐凤年 不但在青州乡凡城那位藩王身边落地圣根 而且连颜色都变了 即便离着北梁有数千里之遥 哪怕如今北梁铁骑自顾不暇 但要让一个在青州台面上见不得光的书修 一夜暴毙 浮水坊花点代价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 倒是另外那张入神面皮的主人去了北莽的那颗隐蔽棋子 总算开始风生水起了 至于在泰安城内高居门下省左散其尝试的陈少宝陈望和灵州金吕之造王绿亭的至交好友孙银 徐凤年没怎么将他们当作必须听命于北梁的棋子 顺其自然就好 徐凤年倒是更期待曹伟那家伙了 在玉兰刀尽万优其的掩护下 曹伟那只更为精锐的棋军 兴许真的可以成为一锤定音的骑兵 当然前提是北梁三线能够咬牙扛下北莽铁骑的男亲 徐凤年端着酒杯起身走到窗口 望着川流不息的闹市大街喝了口花雕酒 你太平令在北莽王宫 以百幅大段拼凑出两朝如画的锦绣江山 要为那老玉以黑白买太平 哼 技术狂 当赏不过这个赏是我北梁三十万铁骑 就看你北莽吃不吃得下了 小心烫穿了赌场 徐凤年跟张秀成谈妥事以后 很快就离开酒楼 青竹娘只在相送时说了一句话 上次离别 你送给我一句话 这次我还给你 我收下了 张秀成回到雅间窗口 望着四骑在街上远去 没有转身 女子正在缓缓收拾桌上的酒壶酒杯 和那些盛放佐酒小菜的精致碟子 青竹娘 那句话是什么 可以说吗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她上次对我说好好活着 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道理了 唉 这世道要乱了 她到底是谁 你要是不能说 就别说 还真不能说 只是 我跟她聊了那么多 青竹娘你没猜出来 我也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 反正觉得 现在好像什么都没能记住 你就当她是徐狼好了 反正她真实身份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到时候 你就算逃回北莽 闭上耳朵都没有 从她对待那婢女的细节中看得出来 不说是好人 但肯定坏不到哪里去 谁说的 她呀 坏着呢 张秀成不明就里 也不乐意掺和这一摊子事情 省得里外不是人 收敛起这些无用思绪 张秀成看了眼窗外天色 自己也该出城 大当家那边还等着自己的消息 张秀成突然坐回位置 让青竹娘放回杯快菜碟 倒了杯酒 满淫起来 她斜靠在窗口 安静望着那热闹喧嚣的异乡世界 徐凤年四起 在过大展城以北 雁庭关后 为了防止恒生之劫就骑马而行 徒步翻山越岭 在乔列罕至的山路快速北行 迷凤杰和樊小差都对那孩子刮目相看 小小年纪悟性好不奇怪 但是内力如此雄厚就完全说不通了 冀州之行 六年凤总能精准找到徐凤年传递来幽州战况 当一行四人沿着一条峡谷奔走在高处脊背上 徐凤年又一次骤然停下身形 台币撑起那只唾云而坠的神郡海东径 迷凤杰看见往常神情平淡的北梁王 这次表情有些凝重 站在崖畔正正出神 迷凤杰忍不住开口问 葫芦口暂时不利啊 早马站那边的第一场接触战 双方战损其实还在楚路山和烟闻卵的意料之中 但是就在目前我收到的谍报来看 有些战场之外的意外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杨元赞亲自率领先锋军直扑卧攻城 自古以来 一辈子得有半辈子活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 自然骑射娴熟 但大奉王朝开国初起 仍是对草原势力保持着绝对的优势 你们也许想不到 哪怕在大奉末期 哪怕不依靠城池坚固和精锐功能 凤军与草原骑兵的交战依旧是可以打平手的 双方出现胜负颠倒 也就是这两百来年的事情 无数趟夹带私货谋取暴力的边关贸易 加上两百年无数次南下游掠的大路而归 让北方草原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匠人和铁器 春秋世子洪家北奔 更给北莽带去了丰富的人口 深厚的中原文化 以及潜移默化的战争观念 董卓司军重视不足 重视攻城 重视辅兵 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 徐凤年蹲下身 抓起一袍黄土 轻轻攥在手心 北马号称在东县一口气投入三十万大军 如果往前推个三四十年 我们身处中原春秋九国早期 一定会想当然以为所谓的三十万兵马 撑死了就是十来万战兵 就算再加上运输粮草的名夫和负责保养自重器械的辅兵 也倒不了三十万 这种未战之前 先把自己胆子撞上一撞的陋袭 徐霞畅 徐震可能不是第一个新生抵触之人 但徐霞绝对是抵触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武将 从他攻打各大黎阳藩阵割据势力开始 他有五千兵马 就是五千 后来还闹出个天大的笑话 刚打北汉那会儿 北汉前线将领一听谍报 说是徐霄出征时带了两万 守城大将掐指一算 好嘛 照老规矩 不过六七千人而已 至多一万 这场仗有得打 不用撤退 最终那名北汉大将 给徐霄擒货 斩头祭其钱 还使尽大骂徐霄是个大骗子 徐霄气得一脚 就踹掉那大将半口牙齿 回骂了一句 老子说两万就是两万 童走无期 这样的老诗人 你也有脸骂骗子 于地龙原本在抓着两只靴子晃来晃去 像是想要兜些风在靴子里 听到这里也安静下来 竖起耳朵听师父讲说那些 离他很远的一样东西 战争 徐凤年握紧无止 北莽梁州中线和流州西线不许说 幽州东线上的三十万 战兵可是多达二十余万 而且其余十万辅兵其实也与战兵无异 北莽多骑少步 董卓定下规矩 此次出征作战 战兵在奔袭途中一律不许搭建帐篷 下马闭眼则睡 睁眼上马则战 之所以有十万辅兵更多是为了针对葫芦口的保债体系而设 杨元赞对付早马寨的保群就是交由各路府兵去攻城拔债 这十万辅兵中的统军将领大多父辈都是春秋移民 或者直接就是四五十岁的春秋移民本身 而杨元赞的清军和红敬炎的柔软铁骑 这些主力骑军直接绕过债保 长驱之下 力求以最快速度推进到沃宫城下 等到大军兵临城下 攻城器械运到之时 那么后方战线也差不多已经清扫干净 龙幺州负责粮草补给的征义民夫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安然南下 所以说这场仗 北莽和董卓打得很中远 如此说来 沃宫城以北的保债摆明了就是一个死字 为何幽州不干脆将沃宫 鸾鹤 霞光三城在葫芦口最北一字排开 不就将北莽大军拦在关外了吗 还不用担心各大宝群被北莽骑军缓缓残食 说到底 你们北梁为了那个雄甲天下的名头 就不把士族性命放在眼里 弥凤杰用看待白痴的眼神打亮着这个娘们 在沙场上血水里泡过死人堆里躺过的北梁武将 尤其是用春秋战士证明过自己战争才华的老将燕文鸾之流 怎么会是孤名钓鱼的傻瓜 葫芦口不是这里 我亲自走过塞外 大体上能想象得出葫芦口的口子到底有多大 且兵士上何处衣衫建成 何处断塞祝爱 何地灵水建宝 何地巨险造碎 不但都有讲究 而且也都有种种复杂的变通 葫芦口是北梁到地时最得天独厚也是唯一拥有天然纵身的防御重点 你说让宝寨士族去死 其实是对的 一旦敌军扣大志 这些巨险而守的将士 其险是不足以守国的 只能死守和守死 北梁只告诉黎阳葫芦口 可以填下十五六万的北蛮子 中原人大多不愿意相信 若是说燕文鸾一开始就是要葫芦口三成两百宝寨的五万幽州守军 要他们全部战死在葫芦口 与其始终平缓的徐凤年略作停顿后笑了笑 恐怕中原就是听说了这件事 也会假装没听见 也许哦了一声 然后就没下闻了 该喝酒喝酒 该赏雪赏雪 该清谈清谈 人生得意虚尽宽难 一人愿意死战 百人愿意 就算千人愿意可幽州边均五万人 真愿意明知要死也死在葫芦口 爹娘给了他们两条腿 不会逃 你这位旧北汉头等熏贵的遗脉 哪里能晓得北梁人是怎么想的 大将军入驻北梁不过二十来年 军心犹在 何况北梁边境这么多年 可不是啥太平日子 当兵打仗 上阵杀敌 北梁假天下 可不是光靠北梁大马和公弩梁刀 归根结底 是那股子气撑着 你樊小柴懂吗 哼 北梁一向对外宣称三十万铁骑 李昂好事者 一直很好奇徐骁到底给我攒下了多少家庭 齐军部族各有多少 边军和地方驻军各有多少 师父 那到底有多少啊 哼 你猜啊 余地龙摇摇头 徐凤年重新望向西北天空 曾经有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老了的老头子 就很喜欢说你猜 这两个字 徐凤年总抱一白眼回上一句猜你大爷呀 他就会笑咪咪的回答对吗 本来就是你爹 徐凤年收起这一点点的思绪 葫芦口幽州驻军愿意死守 有弥凤姐你说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却没有说出 北梁部族两百万户 受限于狭小地域 不管如何休养生息 人口始终不到千万 那么我问你们一个很简答的问题 区区两百万户 北梁军族竟有数十万 哪家哪户不是有人身在军武 如果北梁边军覆灭 又有哪家哪户不需要申批搞诉 其中幽州轻壮 几乎全在幽州本地军中 葫芦口三城两百宝寨 所有驻军的背后 几乎只此距离 就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多死亿人 家人也许就能多活一天 道理就这么简单 主持幽州军 我的阉文鸾 他定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徐霄在世时 就有无数幽州官员大肆抨击 等我世袭网替之后 皇商在内所有富良世子 无一不强烈要求将这条规矩废除 弥凤姐不知此事 倒是成为浮水房大碟子的樊小差很清楚 幽州边军有铁律 不论何人 临阵后退者 一经查实 全家接战 燕文鸾曾经亲口对我说过 他可以不当那个北梁部军统领 甚至可以把幽州边关军权交给别人 但是这条规矩 在他战死前 谁都不能改 我徐凤年 也不行 徐凤年吐出一口浊气 瞇起眼 啊 这就是战争 这就是北梁 山风凌厉 徐凤年站在崖畔 跟三人离着有些远 显得有些形单影致 樊小差犹豫了一下 接下来做什么 哼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来记住 这趟赶路 我就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 王爷实在试图重返五道巅峰 山穷水赋一无路 而且就算脚下真的已经没有路了 我也得自己走出一条来 敦煌城外 有巨大石佛以雄山为配 大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笑看人间怜悯世人 武当山主殿 有真武大帝 福建而立数百年 圣庙内至圣亚圣 和诸多裴济先贤 身死 气游在 自在观 观自在 无人在 无我在 问此时 自家安在 知所在 自然自在 如来佛 佛如来 有将来 有未来 救这生如何得来 你过来 如见如来 道门坐望物长生 佛家观想求放下 如叫守人克里弘异 徐凤年 闭上眼睛 伸出手摊开 任由大风 吹散手心 内仆皇上 当徐凤年最后赶至恒水城 特意穿上一席速节如山的中年男子 独自出城相迎 说了一句话 相赠一物 徐凤年策马离去时 永辉六年的榜眼狼 长一作别 我与永辉七年离开江南 曾随身携带一带家乡泥土 十四年后 泥土早已消散不存 只留下这只旧布袋 恳请我死后 北梁马蹄有朝一日能踏在北莽腹地 到时候 切取一泡北莽泥土 瑶记 未尽汤 当黎阳王朝西北第一雄镇 虎头城 在一千余座投石车的秘籍 轰杂下 距离虎头城 并不算遥远的北梁都护府上下 还是有条不紊的快速运转 都护大人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跟人在一座囊括幽和计三周 地形的沙盘前 抽空关心 鸾鹤城 马上就要全面展开的战况 如果说对于鸾鹤城的风吹草动 幽州军还不当一回事 只当做地方武将不顾全局的意气用事 但是有资格站在都护府大堂的家伙都清楚 楚都护是起了浓重杀心的 如果不是还没有离开此地的徐卫雄说了一句 楚露山真的已经懒得管阉门鸾会不会颜面扫地 都已经派人前往鸾鹤城交接边防了 为此身在梁州防线的步军副帅顾大祖 就已经跟楚露山红过脸了 周康在内许多大将也是迫不得已当过了何时了 楚露山站在沙盘前 双手十指交叉在腹前轻轻拍打手背 徐卫雄坐在椅子上 膝盖上盖了一条厚重毯子 袁左宗在场 齐当国也在 很有意思 虽然各不同姓 但都是一家人 按照沃宫城的双方战损来看 就算杨元赞的宫城方法很中原 葫芦口一样还是能以四万多人拼掉十五六万 甚至更多北莽大军 毕竟这葫芦口是越打越难的 只不过双方顶层武将都心知肚明 霞光城会是一个转折点 拿下霞光后 一旦幽州门户大开 北莽就具备更多的战术选择 是齐战还是部战 是围点打员 还是专门针对幽州有限齐军 或是干脆舍弃幽州城池 一门心思测赢他们的中线主力大军 都可以 要是北莽一开始就要勾 全力攻打刘州就好了 他们的粮草补给县 就会出现很多漏洞 不行 军要打刘州 那就不是补给县的问题了 董卓和那位太平令 有足够本事把他们的补给县变成鱼饵 反过来引诱我们上钩 嗯 百万大军全线押境 可以说北莽半座南朝 都在为前线补给顺畅而在割肉 事实上不光是南朝顾赛龙腰两个边州大出血 出动了不下百万头牛羊 橘子河西两州也早就开始动了 随着北院大王拓跋菩萨解决了后院风波 开始带兵南下流州 北莽已经等于用全国之力来打这一场恶仗 我们就算有心齐习也已经不可以称为习了 楚禄山突然盯着葫芦口某地不动 要不然 他话没说完 齐当国是根本听不懂 袁左宗是在沉思快速权衡利弊 只有徐卫雄直截了荡否决 不行太冒险了 这跟我们北梁最初的策略是严重相悖的 一头雾水的齐当国转过头望向同为大将军一子的袁左宗 葫芦口真正的存在意义 除了表面上的损耗北莽兵力 还有更深层次的特殊含义 葫芦口得天独厚的地域纵深 不光是带给幽州的 也是带给整个北梁的 当时义父和李先生做了最坏打算 设想梁州被迫 那么有三条退路 一条是率军退入西属 做属地而靠南兆 这是上侧 现在第二条是 经如今的刘州进入西域 但这是下侧 在西域我们毕竟没有稳固的根基 第三条中侧的退路 就是死守幽州西和北边的葫芦口 有必要的话 把河北冀州都握在手里 不管那黎阳朝廷的感受 我们北梁强行再度把横向战线 拉出一条来 这条策略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把葫芦口 当成中原的湘帆城 袁左松指着葫芦口 都护大人是想在葫芦口 来一场出其不意的大战 让我或者是周将军 领精锐骑军冒险奔赴葫芦口 先把西原崽的西县大军一口吃掉 如此一来 本就兵力不足的梁州和刘州 就会愈发势如雷卵 但是如果能够侥幸成功 风险大 好处当然也很大 世上没有侥幸一说 我们赌不起 北梁也没有到非赌不可的地步 我们北梁最坏的打算 说到底就是拼光了老底子 也要北网交出六十万以上的兵力 这不难 楚路山微微弯曲了其中一根手指 点了点 济北方向 魏靖堂总算良心发现 没丢弃恒水城 正因为恒水城还在 才能让玉兰刀没有沦落到拿那一万幽州旗 去攻打那座差一点点就被济州双手奉送给北 莽两万人的营要成现在局势其实还算好啊 顾剑堂好歹没明着跟北莽最西边的边军嚷嚷 哎哥们儿你们赶紧去打幽州吧 别总跟我大眼瞪小眼成天寒情默默了 你们走了 我顾剑堂保管啥都没看见 还有 碧阳那位赵家天子还没有让户部下令准许北梁百姓更换户籍 没有让河州等地像个花魁似的开门接客 不说咱们北梁的银子还倒帖 袁左宗轻轻咳嗽一事 意识到在徐卫雄面前说这个不太妥当 楚禄山嘿嘿一笑 天不怕地不怕的渡户大人赶紧转移了话题 我是不怎么会下棋 要是跟义父下一百盘 那还是能下赢一百盘的 齐当国捏了捏下巴 会心一笑 贵敬堂和横丘城是变数 咱们跟北蒙都一样是措手不及 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了 何况王爷也去了哪里 徐卫雄这一次竟是当场勃然大怒 直呼齐鸣怒斥 楚禄山 你吃了雄性豹子胆 齐当国被吓了一跳啊 更加如坠云雾 太冒险了 就算王爷带着玉鸾刀的骑军 大铺内两万长途跋涉 又无依托的北蒙青旗 也许原先也就止步于此 最多向西而去 打击场小型战役 可一旦我们额外出兵 就等于是逼着王爷和那一万幽州齐军 要在葫芦口外打一场大仗了 而此时 红敬炎的悠然铁骑一直没有动 幽州大军隔着犬牙交错的伴坐葫芦口 就算我们的齐军跟王爷会合 还是太冒险了 这个风险比起我率军奔赴葫芦口吃掉洋元赞还来的铤而走险 不行 楚禄山抬起手臂用两根食指揉着眉梢 思思看着葫芦口 你们以为这是我逼着王爷吗 不是的 是王爷在逼我呢 楚禄山拿起一根竹竿 狠狠戳在沙盘上的葫芦口外 王爷是想要告诉游州 告诉整个北凉 大战之时 他北凉王 他徐凤年就在这里 徐卫雄似乎是想站起身呢 挣扎了一下 安静坐地 闭上眼睛 咬紧嘴唇沉默不语 袁佐宗开心地笑了 细细眯起那双丹凤眼眸 那就这么办 徐卫雄睁眼后 神情平静 虎头肠能经手四十天 如果做不到 一兵一组都别想离开梁州边县 最少不等徐卫雄望向自己 白熊袁佐宗只留给他一个已经远去的 背影 当天一只万人骑军悄然离开驻地 北凉三十万铁骑雄甲天下 而这只骑军雄甲北凉军 正是大雪龙骑 一只长途奔袭的六千骑军 悍然出现在葫芦口外 为首一骑 披甲提枪 腰配良刀 在徐凤年跟恒水城守将魏靖堂见面前 玉兰刀的幽州骑军当时已经跟那两万莽旗有过一场交锋 后者是临时从顾剑堂东线那边抽调出来的青旗 本一是想打出一场快弱急雷的奔袭战 一口气将孤悬塞外 相互依托的恒水银药两座空城吃掉 便可以顺势将幽州 万骑压缩在济北一带 届时 幽州骑军 粮草不济 这只孤军 深入的北梁左翼骑兵 自然就会老老实实无功而返 但是因为魏靖堂和恒水城的存在 颇使惊疑不定的北莽骑军不敢冒失南下了 等到他们赤喉探知地理位置更西边的银药 不同于恒水已经如约撤军 两位原本暴跳如雷的北莽万副长静下心来一商量 觉得大不了舍弃恒水占据银药 同样可以对幽州骑军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慑 只是战场上机会是稍纵即逝 在他们在恒水城以北驻足不前一天后 等到他们精疲力竭的两万大军扑向银药 在距离那所编程百余里处 大军腰部遭到了五千 幽州骑军从侧面发起的突袭 两名万副长和幽州骑军主将玉兰刀都是心知肚明 两只骑军都很疲惫 关键就看谁的紧绷着的那根弦先崩断 玉布骑军先前在明确无误得知 是银药气首后 玉兰刀执意要以不惜祸害战马体力和大量骑足调队的巨大代价 也要敢在北莽获得两座边城前狠狠地打上一仗 最终玉布幽齐在三日吉池五百里的强行军途中 逐渐分割成了三股骑军 马匹角力更优其足 战力也最强的玉兰刀 清帅先锋五千七 也终于及时赶到战场 如同一枚风锐箭矢毫无征兆地支插北莽大军泪下完成了战于即北城池之外的战略意图 幽州骑军的突兀横插一下子就将措手不及的北莽骑军给狠狠地凿穿阵型之后两次气势如虹的冲锋更是让莽骑前后断裂失去了联系 玉兰刀没有率领五千骑 憨战到底 顺利展开数次冲锋后就开始有意无意的把战场牵扯到更西的位置 两名万夫长各自掂量了一下几方骑军的体力 前后被撕裂出空隙的两支大军于是出现了一种细微的战术偏差 北莽后方骑军想要让骑足换马再战 更靠近银要的那只骑军呢 则直接就嫌尾追杀过去 这种偏差其实按照最先战场上双方投入的兵力差距 北莽骑军别说致命了 甚至都不算什么失误 伤亡惨重的北莽前方骑军仍有八千多骑呢 他们的果断追杀不但可以咬住幽州骑军还可以顺势与后方骑军合拢 弥补上那条缝隙形成那条骑军封线上的绝对兵力优势 只是幽州军第二支三千余人骑军的到达战场打乱了莽骑的所有布局 幽州所有骑军都是轻骑呀 但是这一支骑军明显是以牺牲时间换取了装备上的相对突出 与济北边线持平追击玉鸾刀所率骑军的北莽八千多骑 一下子又被这支幽州骑军将腰部捣烂 瞬间收割掉了一千余 莽骑的性命 再加上玉鸾刀主力骑军恰到好处的同时展开冲锋 士气高涨的七千余 幽骑对上伤痕累累且如惊弓之鸟的七千莽骑 这后者还怎么打呀后方万语莽骑倒也凶悍迅速调转马头 想要以牙还牙给幽州骑军来上一场拦腰斩断 可就在此时战场两翼又出现了两支生力军数目不大 但是对北莽骑军士气军心的打击 那绝对是无法估量 一支是竖起一杆徐子大骑的两千优骑 一支是竖起离阳恒水城的旗帜 人数更少 仅是恒水城未尽堂的六百骑军 内明在战场后方北莽的万夫长已经是京剧的无以复加 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退堂鼓 于是那还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突围的万夫长回离率就彻底透心凉了 那个昨天还跟自己在帐内把酒延欢的万夫长他就那么跑了 好在终于被回离率和六百亲戚向北冲杀撕扯出了一个口子之后不断由莽骑尾随北窜 有意而为之的玉兰刀根本就没有回去看回离率和他身后不到三千的莽疾而是举目远眺 思思盯住了 开始缓缓撤退的另外一名北莽万夫长朗斯恩 他是故意让出那个口子的 要是朗斯恩和那一万起打定主意死战到底恐怕玉兰刀的这只幽州奇军就只能剩下个两三千起 这不是玉兰刀畏惧死战否则他也不会赶来银耀恒水以北打这场仗 而是要拿幽州奇军根本该属于固建唐寿式的两万人死磕到底 这对北梁根本没有意义 不过拿一命换两三条命是没意义 但不等于拿一命换十命没有意义 一样所以玉兰刀就是故意让回离律带着混乱不堪不成阵型的三千残棋去祸害破坏朗斯恩的那万余其 在带着生根面皮的徐凤年秘密见过魏敬堂后 在恒水城外守候的玉兰刀亲自陪同徐凤年返回银耀 此时 幽旗都以正大光明的入城接管了银耀军政一切事物 幽州葫芦口那边不容乐观 以一万对两万杀敌一万二伤亡不过三千 你这场实打实的大劫算是一场及时雨啊 你这个同将军头衔也可以摘掉那个字了 以后幽州不会有人质疑你带兵的能力 这场两军奔袭的接触战 说不定还可以被后世兵家视为经典战役 但是这种无关大决的胜利 虽然黎阳朝廷那边会视而不见 甚至会刻意压制一切纪北战况 但对我们北梁是个好消息 幽州守军也需要这样的胜利 战马粮草都不缺 可是一万其中能够马上奔袭葫芦口的兵力 这场上打下来也就只有六千 不过可以一骑三马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北莽不但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图 而且都能够做出应对 怕就怕顾建堂那边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者 魏敬堂应该很快就要丢关 总长冀州大全的袁庭山 甚至完全可以让艳家宝里家的那六千司兵来接防恒水淫耀 到时候魏敬堂就连死守恒水城都难了 朝廷和冀州这个机会都不会给他的 一直耐心听玉兰刀讲述的徐凤年突然侧头 看着这名幽州军中资历最浅的年轻将领 笑着不说话 玉兰刀转过头以为有什么不妥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徐凤年收回视线 玉兰道 幽州需要你这样既能打硬仗胜仗 又懂庙堂规矩的将领 很高兴能够在济北看到王爷 嗯 济州本来就不是我们北梁的地盘 是死是活让黎阳折腾去 可惜魏敬堂是不会答应跟我们回幽州的 否则我都想把他绑回去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稍作休整 养足精神 去葫芦口 嗯 当时战事结束 末将就已经将四百名赤猴油旗都撒出去 一方面是防止那些零散逃窜的北莽骑兵生出是非 另一方面是争取最大程度盯着顾剑堂的东线 从这两天得到了消息来看 朗斯恩残暴已经没有在战的决心 只顾着逃回大本营怎么跟北莽东线大将解释这场大溃败 就算北莽胆敢再度抽兵投入计北 给他们的战马多输两条腿 这帮蛮子也赶不上我们的脚步 不过北莽东线那边还是有几个名将的 北莽皇帝一年四季都要寻有 王正按时节成为春夏秋冬四纳波 北莽四个年轻人获此殊荣 拓跋菩萨的大儿子是四人中的春纳波 刚刚成为南朝目前军纪粮的领袖 虫神通的儿子是夏纳波 此次是幽州先锋大将 北莽最东线上则有秋冬两纳波 都不是回黎绿和朗斯恩可以媲美的出色将领 如果是这两人中的一个带着精锐骑军赶来 会相对棘手一些 说到这里 一直给人文文尔雅如将感觉的玉鸾刀也忍不住骂了起来 顾剑堂的东线大军都只会吃屎吗 嗯 行了 黎阳从来都是这副德行啊 锦上添花都别指望 咱们呀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按照他们会落井下石来做打算 暮色中 玉鸾刀一脸愤懑 阴沉点了点头 当天深夜徐凤年在收到海东清飞速传递来的一份谍报后让弥凤杰找到了还未卸甲休息的玉鸾刀告诉他我工程被北蒙先锋大军一日攻破 玉鸾刀脚步匆匆来到徐凤年临时居住的原银耀将军府一座偏院徐凤年坐在石凳上等到玉鸾刀走近 明早出发带上那六千骑其余一千多受伤较重的骑族先暂时留在营药之后不管是北卯后续骑军来袭还是那个原厅山下半走直接离开营药返回幽州 默将这就去下令 突然从背后传来一句话 我陪你们一起去葫芦口外 玉鸾刀猛然转身 神情复杂至极 有震撼 有忧虑 但更多的是惊喜 徐凤年挥了挥手 弥凤杰等到玉鸾刀离开院子 王爷 这么做真的合适吗 徐凤年没有说话 开始闭目养神 一直哭坐到天亮 拂晓时分 徐凤年睁开眼 不知为何脸色极其沉重的玉鸾刀按时来到院中 言辞间有请罪的意思 说大军启程可能要耽搁一个时辰 在下鱼地龙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集 徐凤年 问他何事 与鸾刀欲言又止 就是不说 徐凤年皱着眉头 凝视着这个在纪备一意中光彩四射的年轻将领 不管是大军启程数百里的贪攻冒进 还是强行军中的有条不紊 不论是到战场的突入时机和角度 还是之后的拉扯战线和放纵敌旗逃离战场 以及到最后扩大战果的摇尾追杀 欲加得意 都证明了 哪怕在名将会翠的北梁一样有他玉鸾刀一席之地 玉鸾刀死活不愿说出原因 那火冒三丈的徐凤年就要跟着玉鸾刀亲眼去看一看了 徐凤年 余地龙 弥凤杰 樊小差四起 跟在玉鸾刀和两名副将在内的二十骑身后 由一起幽州赤猴带头 出城向东北方位策马狂奔了半个时辰 沿途都是硝烟四起一片狼藉的保寨村落 虽然这一线不在北蒙两万大军的行进路线上 但是大战后 回黎律和朗斯安溃散残部有接近千余人 这些散兵游泳哪怕对上四五十幽旗都会望风而逃 但是恒水以北的那些沿河小村庄可就造了灾了 恒水六百旗这几日不断外出追角 但是一股股二三十的莽旗在初期的惊慌后不断汇合 其中就有一只人数达到两百的北蒙旗军 跟恒水旗军有过一场硬碰硬的遭遇战 双方都损失惨重 而且在塞外大漠 别说几百旗几十旗 就是千旗万旗 只要一旦远离城池关爱 那就真是大海捞针了 玉鸾刀的四百旗精锐赤猴 跟北蒙旗军在野外相遇后并不主动出击 只负责刺探军情而莽旗敢跟恒水骑兵开战 但是看到那些配粮刀负轻弩的幽州骑军后 就算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也是主动退让远远逃散 大体上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过若是幽州赤猴遇上了小谷莽旗 顺手转些战功 玉鸾刀和军中副将校尉都对此没有意义 多杀几个北蒙蛮子还需要理由吗 但是玉鸾刀今天之所以如此沉默 是因为义武的五人赤猴 除了先前侦探到的谍报 只有一骑返回银耀城带了个最新消息 这个消息甚至都称不上有半点分量的军情 那名赤猴说他们在城外一个村子 遇上了六十骑北蒙蛮子 按照北梁赤猴条例以义武对义标 几方只需要传回消息就可以了 因为树木悬殊不会担负那不战而退之罪 何况这五刚从更北返城的幽州赤猴 本就不该与北蒙的那些骑军作战 而是需要马上回到城中 将收集到的军情递交给骑军大赢 玉鸾刀除了对那名武长 擅自主张违抗条例而生气 更多的是心底的一种无奈 在最重军律的北梁 那四骑赤猴极有可能连先前正德的那点战功都保不住 玉鸾刀更不知道如何去跟就在幽州骑军中的北梁王去汇报 梁幽边军中战争退缩 谎报军情和杀粮冒功是三大板上钉钉的死罪 但各类违抗条例也是紧随其后的死罪啊 幽齐副将石玉卢瞥了眼队伍后头那古怪四季 四名赤猴肯定已经战死了 事后如何上报 巨石上报 作为幽齐四百赤猴首领的饭愤 若是在冀北战役之前听到这种冷血的混账话 早就对主将玉鸾刀破口大骂了 但是一场仗打下来 幽州骑军上下都对玉鸾刀是敬佩至极啊 郁将军就不能通融通融 大不了咱们不计他们先前的那份战功 只上报一个鹿狱大队莽齐 四人战死难归途中 玉鸾刀莫不作声 齐队急奔入那座灵河的村子 随处可见村民的尸体 本该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落早已鸡犬不留 在庄子北方一座村舍前的晒卖场上 他们看到了一家老幼五口人惨死的尸体 两名老人被北莽战刀砍死在门口 那名本该去田间播种春卖的庄稼中年汉子死后还钻紧着锄头 他儿子的头颅就在他眼前 那具幼小的无头尸体离着他娘亲更近些 夫人被剥光了衣服给北莽齐军糟蹋他后 四肢被砍断 吴长看不过去 说让我把军情带回银药城 然后说他站死在更伟的地方 说我别管他们三人死活 我不肯走 吴长就狠狠踹了我一脚 说五个人都死在这里 军情怎么办 晒脉场上四名幽州赤猴 两刀轻弩都被收走 甲咒也被卸走 就只剩下四具尸体了 一人死在泥屋墙下 那条持刀的手臂被北莽骑兵堕下后 故意放在他头上 两人死在晒脉场上 那名武掌尸体被绑在一条长凳上 当成了剑靶子 全身上下都是被弓箭射出的血水窟窿 玉栏刀和石玉炉 饭粪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场景 在他们北梁以北 哪年没有不死不休 直到一方彻底死绝的战争啊 他们又有谁没有为一位又一位的北梁袍泽收尸过呀 但是这里不是北梁 是济州啊 能够清清楚楚喊出四人名字的老赤猴范粪 红着眼睛 不止 你们死的不止啊 然后范粪看到那名披后球的年轻公子哥走向了五掌的尸体 范粪大步向前想要一把推开那不顺眼至极的年轻人 老子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不见你 现在大战落幕了 你小子还穿了件场中战死私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球子 撞什么好人 老子管你是几辈那位豪门市家的后代 滚你的胆 只要我们北梁没有死去 收拾就轮不到你们外人 但是范粪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推不动那个年轻人 那人背对众人蹲下身 缓缓解掉捆绑在那具尸体身上的冰凉绳索 脱掉身上那件球子裹住了尸体 反分一怒之下就猛然拔出了右肩两刀 与此同时连食欲炉都开始拔刀了 一名老人轻轻走到了年轻人身旁 顿时 一整座晒卖场都充斥着气势磅礴的凌冽 剑气 范粪 住手 不得放肆 范粪 恶然 羽兰刀的无故阻拦更让这名二十年戎马生涯的汉子感到悲愤欲绝 就在他举刀前冲的那一刻他看到那个年轻人把球子穿在尸体身上后五指如钩抓住自己的脸一点一点的剥下了一张脸皮 只听这人自言自语 对 你们死的不值 死在这几周 死在了异乡 黎阳都保护不了的百姓你们幽州骑军为什么明知是死还是要管明知道是违抗了北梁赤猴条令还是要管 那人轻轻帮死不明目的赤猴五掌合上了眼睛 哈哈哈哈 要是在三年前我也不懂 那时候我以为江湖上的大侠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处 但等我真的走入了江湖 等黎阳北盲两座江湖都走过一趟 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连江湖好汉 都不会像你们这么傻 年轻人抬头望向一五五名赤猴中紧活的活人 那个年轻的幽州赤猴 你们叫什么 年轻赤猴下意识脱口而出 范辽胡多汉 赵典 我只知道五掌姓卢 五掌从不给咱们看军牌 卢成青 从军十二年 梁州游奴手出身 本来早该当上标准的这么多年来手头只要有一点点军功都退给手下兄弟了 还有这小子叫刘涛也从来不是闹钟 世家子模样的年轻人不但搀扶着五掌尸体战绩 而且还用那根绳索将尸体与他绑在一起 掠去马背死人和活人同城一马 鱼兰刀 你们带着三具尸体先回营药城 零六千起赶赴葫芦口 我最多半点后就能跟上你们大军 记得出城市多带一副甲粥 赤猴刘涛 你需要在这里等着 我帮你们拿回弩刀和铁甲 到时候得让你把五掌和那些东西一起带回去 说话间 那老幼和年轻女子古怪三骑也纷纷上马 羽卵刀望着那个背着五掌尸体的踏 我给卢成青送一程 四骑极持远距 那四骑杀气之胜 连幽骑副将石玉卢和赤猴都尉范粪都是一阵阵的头皮发麻 骑队快速离开村庄 范粪有些郁闷 郁家军 那家伙到底是谁 黎阳王朝顶天大的大人物 北梁以外的谁配 他呀就叫徐凤年 石玉卢和范粪在内所有幽骑将领神情一顿后突然就觉得好像有风沙进了眼睛 范粪猛然间调转马头 郁将军 我赶紧给刘涛那小崽子说一声去 他说过这辈子最佩服的人 是单枪匹马就做掉王先知的那个人 刘涛还总说这辈子是见不着他了 老子这回看这小子敢不敢相信 郁将军 我也顶佩服他了 要不然让我留在村子里等半天 我保证跟得上大军 要是跟不上 我到时候自己把脑袋砍下来 你脑子进水了 接下来王爷要跟我们一起杀向葫芦口 你想怎么看王爷就怎么看 想看几眼就几眼 到时候你只要有本事跟在王爷屁股后头 我不拦着 年轻都尉一响也对尴尬的笑了笑 不用半天 四人就在黄沙大漠上一路弃马 长掠而至追赶上了六千幽州骑军 当六千骑看到为首那名年轻人后 同时抽出北梁都以示敬意 四人翻身上马 徐凤年接过一名年轻都尉抛来的甲咒 披挂在身 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了那三个字 连铜玉鸾刀在内都一次次的欢呼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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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北梁葫芦口教舞场上 徐凤年第一次在边军中露面 但那个时候也只是身穿蟒袍 所以这一次是徐凤年第一次披甲献阵 他转过头像是看到了一位老人在与自己并驾齐驱 徐凤年摇了摇嘴唇深呼吸一口气再望去只有荒沙万里他抽出那柄北梁刀策马 大筐奔 北梁死战 北梁死战 六千旗怀必死之心赶赴葫芦口外 他们不仅要斩断北蒙南朝至葫芦口间那条浩浩荡荡的补给线 还要将其彻底打了六千优旗并没有紧贴既合两大边州外围行军而是画出了一个半壶 羽兰刀这次突进依旧使用其军强行的吉尺力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三天六百余里推进 暮色中 此时徐凤年在一处冬雪消融的水源地给战马洗刷马鼻 此次他们六千幽州骑军共计有一万五千余匹马接近一人三骑 途中跑死战马四百多匹几乎清一色是当时从银耀城北战场上缴获的北莽战马 卸甲后卷起锈管的玉栏刀仔细清洗着坐骑的背脊 原本可以不用跑死这么多战马的 如果一人三骑愿意公平军摊角力顶多死个五十六匹 这样也好 明天开始接下来肯定会有连绵不断的战事 就当养精蓄锐了 我不骑军显然更熟悉幽州战马的习性 多死几百匹北莽战马总好过战场上多死人 嗯 范芬的三百多赤猴都撒出去了 多是一镖五十起最少也有半镖 毕竟我们在今早就已经开始遇上北莽马篮子 为了防止我军行踪泄漏 范芬的赤猴只要看到敌方赤猴就必须将其杀光 否则只要逃走北莽一起就会功亏一亏 我很感激王爷愿意将那三名贴身护从遣出为范芬那几标赤猴助阵 有他们同行全间北莽马篮子的把握就要大很多 哼 那年轻女子是浮水房的玄自大当幕 老人是芷玄靖的剑岛宗师 至于那孩子叫余地龙是我三名弟子里的大徒弟 哼 他们杀北莽马篮子有点用床子弄打麻雀的意思呀 哼 我先不说 等着吧 以后会北梁给北莽一个小惊喜的 这段时间 徐凤年就像一名最普通的幽州骑足 非但没有夺走玉鸾刀的军权 反而在几次短暂休息中 也都没有像几位将领那样四处行走 只是充当了几次临时的赤猴 远离主力骑军出去刺探军情 此次强行入军 尤其让以前从未深入边军底层的徐凤年是大开眼界 比如那些幽州战马根本不需要骑足如何牵引 就可以紧紧伴随主人进行机动转移 哪怕临时驻扎休息 战马不论如何饥渴 始终在主人周围树杖内徘徊 这意味着哪怕幽州骑军遭遇一场外围赤猴来不及禀报的偷袭 六千优其照样可以在半柱乡内毫无蓄乱的披甲上马 猎阵迎敌一气呵成 一彪赤猴从西南极齿而返 跟赤猴彪掌并驾齐驱的那一骑竟是个脸庞稚嫩的少年 马术已经精湛到了不用握住马僵的地步 那份双手拢袖的姿态已经跟他师父有五六分神似了 标掌让麾下四十多旗赤猴就地下马修正 他和这个名叫余地龙的孩子策马来到主将玉鸾刀和大将军徐凤年身边 下马后一个拱手抱拳 然后就禀报军情 原来他们六十多里外碰上了六十骑龙腰州某座军阵首屈一指的精锐马篮子 本以为会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敖战 不曾想被那孩子一骑当仙 率先现阵后高高跃骑离开马背 一口气用双拳捶死了二十多骑等到幽骑赤猴拔刀冲锋后就已经成了一边倒的追杀了 其中有一幕是那瘦弱少年身形仍在空中时还抓住了一只有莽骑阴险射向飙涨脸面的羽剑 给这孩子顺势插入那马篮子头目的脖子 随手推开尸体蹲在那匹北莽战马的马背上 朝那位拍马而过时抱以感激眼色的彪掌咧嘴笑了笑 结果这场本该势均力敌的遭遇战打下来 幽猪斥猴只是伤了九人 而且伤势都不重 此时身材魁梧的彪掌忍不住伸手去揉那孩子的脑袋 不曾想孩子身体猛然后仰躲掉了彪掌的手掌 孩子双脚定入黄沙土地 后仰身体的倾斜幅度极大 只是欲倒偏不倒 顿时引来附近幽州齐足的一阵喝彩声 徐凤年看着这个始终装模作样 双手插秀的孩子 嗯 屁大的孩子 显摆什么总是范儿 站好 余地龙嘿嘿笑着 身体重新站直 飙掌这才成功揉到了孩子的脑袋 孩子偷偷翻了个白眼 然后老气横羞地叹了口气 之后那镖掌蹲在水边胡乱洗了一把脸 撇了身边那个撅起屁股用嘴挤水喝的孩子 会心一笑 这小家伙真是厉害啊 一拳下去不但轻松垂死一记北盲蛮子 连那战马都给压得瞬间四腿折断倒地不起 还有一扫臂就给孩子把铁甲连身体一起打成两劫的 小家伙儿以后到了数千骑相互厮杀的战场上 还是要悠着点 被蛮子的骑射不差 一旦给他们盯上 四面八方一顿暂射会很麻烦的 当年咱们镖的老镖长也有毫无意帮身啊 当初就是给侧面的几只箭矢伤到了内部 落下了病根子 要不然呢 也不会那么早退出边军 我早晓得了 师父跟我讲过 这叫双拳难敌四手 几十几百骑的杀敌 跟几千上万的战阵不是一回事 你放心 我眼神好得很 而且就算后背没长眼睛 真有后方偷袭 我照样能感受到那种叫杀鸡的东西 再说了 师父也跟我说了 在咱们北梁 上阵杀敌 只要是现阵 往前冲就可以了 别的不好说 后背不用去管 真有危险 也自然有袍泽帮你挡着 大将军真是这么说的 可不是 这话不是边军老族 说不出来呀 对了 大个子 袍泽是啥意思 就是配有两刀两弩 然后一起杀蛮子的人 可我又没刀弩 前几天跟师父讨要过 他不肯给 那我咋算 还是不是你们的袍泽啊 当然说 那大个子 你送我一套两刀两弩呗 我都眼馋死了 你太小气不敢送的话 借我也行 哎哟小家伙 这真不是我小气 这刀弩和战马 都不能随意借人的 否则就得军阀处置 只有等我那天退伍了 按理就可以 留下一套甲舟和刀弩了 到时候全送你都行 哪得猴年马月呀 跟你说话真没精 算了 师父说贪多嚼不烂 先把拳法练扎实了 再学其他 哎 到时候我真的挺想像师父一样 腰间配把刀的呀 好小子 有志气 于地龙转头望向站在不远处的徐凤年 师父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梁刀呀 大哥子都承认我是他的袍泽了 才喝了两三天的西北风沙 就敢跟人袍泽互称了 徐凤年笑着 一脚踹在这孩子的屁股上 于地龙前扑向水面 但是没有撞入水中 只见他双手紧贴在水面上 划出两条水痕 双手微微一撑 身躯便手脚倒立 在水面上静止不动了 很快又有第二队赤猴返回大军 跟羽鸾刀禀报敌情 先前那魁梧彪长迅速告辞离去 徐凤年笑着点头致意 于地龙赶紧一掌拍击水面约回岸上 跟随大哥子彪长继续去执行赤猴任 天色渐黑 六千骑如游龙行于皇上 夜幕中 徐凤年突然发问 约兰道 你有没有想过 此次行军 我们远离冀州营要衡水两城 葫芦口 更被北蒙九万大军阻绝 虽然还能以战养战 拿北蒙的补给来养活自己 但注定是一场仗比一场仗越来越难打 到时候战事不利 给北蒙最终形成包围圈 到了山穷水境的地步 我和于地龙四七能想走就走 可你和六千骑恐怕想死在葫芦口内都很难 难道王爷不怎么愿意接近那些幽诸奇足 是怕自己这个北梁王 每一眼都是在看他们生前的最后一眼吗 其实大将军 你无序如此 自从我们出兵那天起 什么下场就很明白了 这些当兵的 读书可能不多 甚至就没读过书 但几年 十几年的仗打下来 谁也不傻 不想去冀州送死的 不是没有 因为各种原因 走了一千多人 有怕死 脱关系走后门 会溜溜离开的 但也有 因为在家里是独苗 年纪又太小 给硬生生赶走的 玉鸾刀 神情格外平静 缓缓呼吸了一口气 但是既然来了 那就都是生死看开了的 就算战刑还有犹豫 到了战场上 也由不得谁畏缩不前 怕死 肯定有的 只不过两军对峙 齐军冲锋 才需要多长的时间 手脚发软 怕死的话 就真的会死 一次冲锋过后 就得死 快得很 冲锋过后 没死的 看着身边袍泽 一个个站死在自己身后了 就那么孤零零躺在战场上 自然而然也就不怕死了 打仗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北梁自大将军出辽东起 就给徐家铁骑灌注了一股气 整整三十多年 将近四十年的打磨底力 就是养了这一口气 鱼鸾刀转头看着徐凤年 脸色肃穆而前程 最重要的是 徐家铁骑也好 北梁铁骑也罢 不管战死了多少人 中间吃了多少场败仗 但我们每次到最后 都赢了 哪怕战场上 我们打的只剩下几十几百人站着 但是我们从不怕死后 没有人帮我们收尸 要怕的 只会是我们北梁刀锋所指的敌人 徐凤年沉默许久 然后笑了笑 哼 你一个御家敌长孙 一口一个咱们北梁 你没觉得傲口别扭 羽链刀好像愣了一下 低头瞥了眼腰间的大链刀 和另一侧腰间的梁刀 抬头后 眼神尤为清澈 哼 刚到北梁那会儿 一开始当然不愿意以北梁人自居 之后也忘了什么时候脱口而出的 但我竟然没有半点印象 我想这应该是一件水到驱成的事情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潜移默化吧 我玉兰道打心眼喜欢这西北大漠的风景 苍凉 辽阔 壮观 置身其中 能让人感到渺小 甚至那军营里的马粪味道 混久了也会喜欢 不像在江南那一座座歌舞升平的繁华城市 酒再好喝多了也想吐 美人身上的胭脂再名贵 闻多了也会恶心 我玉兰道父母养育之恩 家族栽培之恩 此生也只能辜负了 说到这里 玉兰道摘下腰间的那把位列天下利器榜上的爵士鸣刀大鸾 轻轻地抛给徐凤年 我真要战死的葫芦口外收拾也难以后我的衣冠种内王爷就放这把刀好了 对了 王爷 除了衣冠种清凉身后的碑林 我也得有一块 徐凤年将那把价值连成的大鸾刀又抛还给了玉兰道 哎呀 先说好 就算是久死一生 但只要不是必死的局面 也别轻言收尸二字 银石木天色尤为开清白 一标幽齐赤猴狂奔而来 标掌和剑霞棉布早已扯掉的迷凤杰两棋分别位于头尾两处 标掌跟都尾范粪并告 西北四十里 以北蒙叶行军长力火光亮度来推测 有两千四百余级护卫大队粮草南下 战马配备大概是两人三七 范粪跟主将玉兰刀副将石玉卢一行人说了起来 除了两千四百齐战兵 府兵名副应该不少于这个说 将军有所不知 北蒙历年南下游掠都会大肆争调草原部落 如果说有十万骑兵出征往往会携带有不下二十万的步骤和数百万头的牛羊 小半座南朝都会清长一空 跟中原人想象中不同 永恢年间北蒙骑军每次有技术突入 除非是完全穿过了整个冀州 深入到中原腹地 否则永远不存在五百里以上的粮草补给线 打完一场仗就可以迅速返回补给 而且他们的府兵也完全等同于 离阳除开边军外的绝大部分战兵 甚至还要站立更强 因为只要给他们一张工一匹马 随时可以成为正规骑兵 历史上许多场发生在济南境内的战役 那些试图突袭补给线的 黎阳军队都在这上头吃个大亏 所以此次我们最少得按照北蒙四千起 甚至是五千起来算 徐凤年没有说话 一直认真听着 倒是十一炉咳嗽一声 饭粪这才赶紧闭嘴 范都尉 我以前去过北马 亲眼见识过他们的资重运输方式 对他们的战力还算有些了解 我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骑族 只管到了战场上冲锋陷阵 副将苏文尧用马鞭指着饭粪 滚一边去 击击歪歪也不怕乙武军机 咱们王爷跟那些将军学兵法的时候 你小子呀还在开着当玩泥巴呢 范粪懒言挠了挠头策马远去 根本不用玉兰刀等将领下令再探军情 他自己就亲自带布下赤猴前去 等到战马已经奔出去办理地后 这名都尉才后知后觉的疑了一声 终于意识到这事儿不对呀 我饭粪四十出头的人了 照理说我玩泥巴的时候 王爷可是还没出生啊 当玉兰刀下令准备半军作战后 命令层层传递快速而精准 六千骑第一时间就进入了临战状态 羽兰刀下达的命令是暂游半军出击当六千骑在负责挑选路线的先锋营带领下快速推进三十里后六千骑开始同时换马 下马换马几乎是全然寂静无声 三千骑开始单人单马缓慢前行 剩下三千骑没有急于出击 但是也分裂为中军千骑和左右两亿各千骑将近一万匹闲马由这暗兵不动的三千骑暂时约束 天正好微亮 此时三千骑距离北蒙敌军不过无理路 北蒙也不是睁眼下呀 派遣到东面的那几股马篮子死的差不多了 虽然逃回来的寥寥几期连敌军多少兵力都没能查探清楚 但是北蒙军中千副长麾下都有专门的地厅组 贴耳在地 虽然得出的答案不太准确 但不至于会将几千骑说成几百骑 一听到最少有两千敌骑出现 两名千副长在震惊之语 也很快布置好了横管南北的骑军风险 府兵也作为第二波有声力量 冲锄上马 随时可以投入战场 两军遥遥对峙 战线各自也已经拉开到自认为最佳的角度 当两名千副长看到内感旗帜 再没有半点侥幸心里了 真的是那个子 许 不管为何这支三千人左右的骑军会出现在湖路口以外 都是那货真价实的北凉铁骑 北凉骑军不急不缓的有序推进 杀 杀 好像熬不住那种窒息感觉的北芒 两千四百骑开始催动战马的最大爆发力 率先展开了极速冲锋 北芒骑士咆哮嘶声顿时响彻云霄 对面暂时还为真正冲锋的幽骑两名副将突然一加马赴 在前冲途中略微偏移了方向靠近位于骑军封县正中位置的那一骑后 哈哈哈哈 末将很荣幸能够与大将军并肩作战 是将军所说便是末将所想 那一骑没有说话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在这一骑附近 骑军阵行好像是出现了一片空白 这是主将御兰刀专门下令 等到两位副将各自回到原先位置 御兰刀抽出两刀勾勾举起 轻轻向前一挥 出发 没有北芒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示威 只有八刀声和马蹄声 虽然幽州三千骑沉默无言 但是每一名骑族眼神中都有着无以附加的坚毅和炽热 两军一个交错而过 以战刀对战刀 还剩下两千六百骑的幽州骑军 根本就没有调转码头 支奔那两千多北芒府兵骑军杀区 就一个眨眼过后 两名北芒千夫长死了 二十多名百夫长死了一半 两千四百骑死了将近九百骑 然后就在他们犹豫是继续再战还是抛弃辅兵粮草逃窜的时候一千幽州骑军又从远处冲杀而至左右两翼更是各有千骑以纵烈姿态悍然撞入战场根本就不给他们一条葫芒 只能拼命 所有活下来的百夫长都在京剧之余 更多的是不敢置信 他们虽然不是边镇惊奇 可这些北梁骑军也仅是幽州青棋啊 哪有第一波冲锋就如此惨重的道理 一个时辰 六千 幽琪就将北芒连战棋在内的五千六百人斩杀殆尽 行驯逼供之下得到北方一百五十里外会有另外一千两百骑护送粮草 默默检选好战阵上所有未受伤战马的幽州五千骑开始向北赶去 其实活下来的是五千两百游击 但是两百骑都负重伤 他们会原路折回向东行去 最后在河州边境南下 但是谁都清楚 哪怕是最安全的东行仍然会有一股鼓闻到腥味感到的马篮子 要是跟上主力大军呢 这可是一场奔袭战 一旦连骑成行军都艰难的骑足跟着只会是拖累 一场战后是如此 那么第二场第三场战后呢 这只幽州骑军会越来越不堪重负 只会让更多原本可以杀许多北莽蛮子的幽州袍泽被害死 两百骑带队的是一位受伤严重的校尾正是他主动要求带着伤足东西 玉兰刀没有拒绝 那个一人杀敌四百莽齐的人没有说话 校尾向北望去咧嘴笑了笑 兄弟们靠你们了没坠对我们这两百来号人就是没坠这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老子也就是实在眼前没蛮子可杀了要是有就好了战死总好过死在颠簸途中能拼死几个是几个突然一起脱离齐军阵行朝他们急驰而来是那人身边的年轻女子 瞧上去柔柔弱弱的俊俏婆娘可前不久看到他杀起人来能让这名校尾都头皮发麻 他背负了一只药箱 他让我送你们去河州 两百骑都傻眼了 我们不用你管 你给老子多杀两三百北莽蛮子就回本了 嗓门还挺大 看来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有本事对他吼去 还有能让我回去的只有他的命令再就是你打赢我 可是就凭你 要不是老子挨了遛刀 又如何 还是打不过你 放心 他让我带句话给你 好好带着他们活着回到幼州 至于杀蛮子 你们那份还有我那份他都会帮忙补上 这时候骑队中传来了坠马的声响 有人死了 樊小差看了一眼 尸体带走便是 有我在 只要不是对上五百骑以上 你们走得再慢都没关系 校尉翻身下马 快步走到那具尸体前蹲下 一名左腿都被拉开大口子后随意包扎的骑足 蹲在校尾和尸体旁边 他先前受伤相对轻一些 就与那位坠马袍泽骑成一马 他一手握住马将 一手绕后扶住袍泽 只是仍然没能留住他 不管是坠马还是死在归途 这名骑足抬起手臂 抹了抹眼睛 他坠马前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他这辈子没杀过北盲丸子 下辈子还有投胎的咱们北梁 樊小差侧过脑袋 抬起头不让人看见他的眼眶 爷爷 爹 你们输给这样的学家铁骑 不丢人 更北方 玉鸾刀破天荒的怒龙道 是不是下一场战事结束 就该迷缝劫走了 再打一场就是余地龙 那你怎么办 徐凤年点了点头 玉鸾刀正要说话 我会留下 直到你们所有人都战死 到时候要是北盲能连我也留下 就算他们的本事 玉鸾刀真真正正是雷霆大怒了 我他娘的就这打不过你 王爷 我知道轻重之分 来冀州之前 黄甫平就已经提醒过我了 放心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那位北院大王不亲自从刘州赶到这里 我想走不难 而且北盲炼骑士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北梁还有观音宗 现在是我可以知道拓跋菩萨在哪里 他却不知道我在哪里 即便真有危险了 我也能事先得到消息 再者 拓跋菩萨想要赶来 还得过两关 一关是徐彦斌 一关是吴家摆棋摆剑 玉鸾刀冷哼一声 徐凤年望向远方 对不起 玉鸾刀 石玉卢 苏文瑶 弥凤杰 余地龙 附近石玉琪都沉默下去 然后不约而同的 玉鸾刀石玉卢和苏文瑶开始轻轻地哼唱起一支曲子 玉鸾刀石玉卢 玉鸾刀石玉卢黄北梁震鸣歌 为袍则送行且走好 玉鸾龙从未听说过这支曲子 但是带着哭腔跟着哼唱起来 他终于配上了两道 马背上结结实实捆了一具铁甲 是他从那个大个子赤猴飙涨尸体上取下来的 到现在 玉鸾龙还不知道大个子叫什么名字 师父说 让他带回幽州 玉鸾龙鸣起嘴 伸手狠狠擦了一下 握紧刀柄 大个子 从师父赶我走之前 我那会儿答应过你的事情 真不是追牛皮 我玉鸾龙一定做到 傻狗一千杯冒蛮子 天地之间有悲歌 传遍五千 幽州旗 一同轻轻哼唱着 就这样 慷慨赴死